永绝元贤元禅辟如道的基本哲学问题探究 首页 向上禅宗功夫哲学的方法论检讨 禅宗境界哲学的知识意义 妒记文位道如中国禅宗通史的方法论平息 洪修平中国禅学思想史的方法论平息 谈经的功夫哲学 会能无念功夫的实践方法 永绝元贤元禅辟如道的基本哲学问题探究 偶艺秩序沟通如佛的方法论探究 档案下载 会议名称海峡两岸当代禅学学术研讨会 主办单位 南华管理学院宗教文化研究中心 作者 华泛大学哲学系杜宝瑞 论文题目 永绝元贤元禅辟如道之基本哲学问题探究 论文摘要 本文探讨明代禅师永绝元贤对于如道两家思想的批评观点 禅师以禅学义理未论理的基础 对于道家老庄之无的本体论 虚无的气化宇宙论 对于孟子的人性论 周敦仪的太极动静说 张载的气论 陈珠的姓李说 阳明的良知教都做出批评 另外也对哲学研究的迅古之路 以自此使用及概念之同意说 如道佛之痛意之路言语批评 从中见出许多中国哲学三教比较的重要问题 本文以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为方法论的研究进路 企图离清禅师所具之佛教哲学 基本哲学问题与如道哲学的差异 指出根本世界观之相议实为三教不能比较的重点 并指出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研究的两重进路 亦为抽象性真亦为实存性体 亦能有助于三教比较之厘清 关键词 永觉原贤 禅宗 本体论 宇宙论 三教会通 方法论 一 前言 明代禅师永觉原贤 万历年生人 本姓蔡 明茂德 宋儒蔡原定先生之第十四世孙 出席儒学 是周辰章诸之学 年二五 读书三四 文诵法华 喜慰 周孔外乃别有此一大事 自试参禅学佛 年四十 双清末 落法安明为僧 祝 一 永觉原贤禅师一生著述丰硕 既有 《冷言金刚二书》 《心经纸掌》 四分约一 《律学发刃》 《红世路》 《寄登补登二路》 《敬词要语》 《开元寺至》 《古山至》 《禅于内外及》 《晚路》 《最后语》 《洞上古彻》 《一言》 等 诸 二 《内中精彩者》 《多谓禅修之学》 《多谓禅修之学》 其中有 《一言》 《吉》 《续一言》 《二文》 《以讲论如道佛禅之计》 《未论说》 《要止》 《诸》 《三》 《特有三教比较之》 《要义可谈》 正为作者在中国哲学义理研究进程中之所最关切 故以之为解析探究之文本 作者近年关切中国哲学方法论问题 认为欲究明中国哲学各家义理之一同 需以基本哲学问题意识之离清未根本 而永觉原贤禅师以其高度禅学思维的基调 对于如道两家的许多观点作出评价 反映了中国如是道三学义理辩证中一个来自禅门的观点 禅师固有会通于三教之讲说 但究其实 人为以禅学思维收摄如道的义理形式 在许多如道概念命题的简则上 是以符合禅学义理者则隐畏政论 而非以其不符合处 这或许是所有中国哲学史上会通三教者之共同做法 然而 直就各家义理之离清而言 此举时非正途 甚且将混淆禅学思维的本来义运 作者基于中国哲学义理研究之现代化之考量 欲提出一 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 为方法论之架构 企图从各家观念命题所回应之基本哲学问题的研究进入 重新解读各家观念的真正确议 义的从而还原禅学思维的义理确议 本文写作之进程 以禅师 一言 之前半位材料之对象 作全文之一解 因为 一言 主要集中的讨论三教比较之哲学问题 禅师之观点已会集于此 而就哲学观点而言 一位清晰的哲学家必然有一致性的哲学观点 事故不令在禅师其他作品中寻找材料 另外 以全篇一解之方式可以免除作者在材料处理上的自作挑选 既然禅师全篇皆以理经时 作者即愿全文观照 至于文脉之进行 其中段落之分也 亦为续藏经中禅师高地位领导配禅师之缘有分段 作者旨在标题选定上是为提纲切要 亦不另立章节 亦以查所之辩 亦以原貌之存 此一工作方式或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之 亦可谓尝试之图 其实禅师之精彩论 指人在其言说禅法之诸多作品中 即就 一言 一文之后 偏一阶全为禅师禅法之观点 为本文论理之目标 乃在中国哲学方法论之考量 欲介禅师以禅学立场批评 如道之观点中找出三教比较的哲学问题 并是做方法论的解析 以祈求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的演进目标暂定于此 故于禅师禅法观念的哲学研究 则令待他日因缘再做进行 二 证文 遗禅法旨在功夫非观论里 禅师为放言高论而自作扫落 续曰 虚空世界 一场梦也 三圣四交 一梦法也 诸佛众生 一梦中人也 梦中之人 据梦场受梦法 又安和其不梦梦乎 故有梦中而言其不梦者 正大梦者也 有梦中而知其为梦者 有梦中而求出乎梦者 君知为离乎梦者也 河山也那 大梦不醒 狂心未歇 乃作 喋喋不休 旁人听之颇沉伦次 路而藏之 思乡传习 接梦事也 诸 四 禅法只管修行 功夫只在当下心念 一旦化为一礼则又调屡万千 尽管调屡万千 却又非观佛事 只为留下文字般若 故而禅师费心撰文 文字字文字 若不修行 文字成障 禅师生之此理 故而于 一言 前序之中 先作扫落 言之如上 其中梦者出梦者 刻者 不梦者 不醒者 岂非皆禅师 自己呼 二禅师言佛道之 根本未不作诸见 道本玄妙 而玄妙不是道 有玄妙可说 则玄妙亦法成也 道本平常 而平常不是道 有平常可安 则平常亦法成也 道本自然 而自然不是道 有自然可踪 则自然亦法成也 该有可说 有可安 有可正 有可踪 则言思未觉 能所不忘 非忘而合 事故 智者不作诸见 禅师此处所说之 道 实为一体佛 正佛之境界 既玄妙亦平常 既无心亦自然 从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的方法论 进入研知 对于中国哲学理论世界中的境界哲学的研究 文本作品中常常展现的是境界的状态 而非境界的哲理依据 后者是形上学的建构 而对于境界之把桌 则只有 在于境界之状态 中之是可以进行 而所进行的正是一种功夫的活动 而在禅宗门下谈学佛成佛的功夫活动 则是一套体空正空的身心功夫 所论者既然是在体空正空的般若功夫中的活动 则非思辨之解中是 故而一切论理研说之研妙研 平常研无心研自然之诸说者 即以非此境界以 即对境界的研说与对境界的展现实为两回事 学禅者进入境界而非研说境界 如欲言说境界则上说皆是 故而对于佛法之体正 指以功夫活动正之即是 故智者不做诸见 做诸见之活动为理论活动 成佛之活动为功夫活动 此为禅宗宗门下各家禅师言学论理之通事 并非魔所言说 而是以活动为言说 故而不现言说相 而静置言说 若终有所说 则明为此非境界中是 故而非观成佛 乃现象望尘中之一法 必当自我否弃 三禅师言经验世界 乃根尘相遇 启用而隐畏我法二之 若能了达根尘本空 则能六根互用物入涅槃 世俗以根自是根 臣自是臣 特因相遇而启用者也 我佛则未根本无根 因臣发根 臣本无臣 因根献臣 是根必因臣发明也 是臣必因根献亦明也 臣既因根 则臣无实体 根既因臣 则根亦无实体 根臣交须 但忘有因缘 忘起诸用而已 弥者不达 执根尘为实有 是为法执 执根为己 执臣为彼 是为人执 二执起而每二身 每二身而见私起 见私起而夜道成 夜道成而果报张矣 智者勒达根尘本空 则彼我不济 彼我不济 则每二不生 每二不生 则见私削落 见私削落 则长光自圆 长光自圆 则耳可视 眼可听 六根无不互用 即而言之 则根根成成 皆便法界 又喝至爱之有哉 由事观之 指此根成 弥之则成父 勿之则成托 精云 根成同源 富托无耳 又曰 知见力之 即无明本 知见无见 思及涅槃 佛法 虽多 数 禁之以 佛教哲学体系中对于现象世界的基本认识是降之收入于一个认识的活动中 以认识活动的进行安利现象世界的存在的问题 可谓将宇宙论思维的架构置入于主体的活动之中 主体有根 即眼耳鼻舌身意六根 外境有成 成一一对应六根 六根六成偶遇发用而有比我 故有现象界之其灭 因其偶遇 故而现象界之存在并非时有 非时有 故空 空为一切现象之中 及真实意义 亦为佛学之根本认识 这一切其灭现象之我根及外成 则乃在亦彼此互有而成之结构中 亦成即直 而有人法诸直 若知其根成互有方成 则应之根成非时 则根不止根成即非成 成非即成则根非即根 故而在一个主体自物正空的功夫境界中 即得摆脱根成之直相 而十六根互用法界交印 自由自在而正立灭盘 此时身心与世界皆在意 清净自由的境界中 若果之根未根是成为成 则每二件丝业道果报转转 转相引轮回无穷 而翻成现象世界一切纷纷云云之永无终其 禅师此说简单直截 实则显现佛教哲学体系中之本体 宇宙、功夫、境界诸 基本哲学问题之重大命题 从宇宙论说 宇宙存在时为一主体时取活动的映照结果 故有为时之意 而从理论架构的需求上来进行时 则转出为根尘禁运处借一切结实之诸 为时哲学的现象世界架构体系 复因为时学历 亦转出从为时学研说 其他基本哲学一理的理论系统 如七十八十级转时成至 即八十染进诸问题 此暂不论 从本体论说 现象世界只是一个主体自职发用的映照结果 故而其体性未空 即不实 互缘故不实 故而言缘其性空 主体活动当下取得不自职之清净正道 般若功夫及一体空之功夫活动 功夫活动即全在一心念与外境的互动中之 当下放直的格式 然因主体在一根尘望直之世界中轮转九亿 故有业力在身 呆功夫日用纯熟 业力消解 即可震入清净佛道 清净意味意相对之概念 故而成佛之境可有多重 意显现功夫之经熟时有等次 故而言于境界之概念意的有皆次之分叛 然而禅门功夫应其专作功夫而不论功夫之解之事 故而只提顿悟 一种功夫一个方向一次完成 只其为意即事 故而禅法勇猛者多 为其除之不易也 至于真得正入涅槃佛境者 则必能现神通而有六根互用之事 诸五 此事须从宇宙论进入言说主体能力者 依诸法无我之说者 此依现实世界之肉身身意味一根尘望直之结果 如十二因原说之所揭示者 功夫除用在修心上 意的受用于身 而成就主体与身体在一个清静护原的神通境界中 以上诸说 乃禅师站在中国大臣宗派林立义里成熟之后的统合之事基础上说的 实则需有多方简正之需 从研究方法而言 可有简正诸观念筹力之脉络回索 此思想实文献学之工作 亦有简正观念脉络成立可能之一理之路 此建立方法论诠释架构之工作 作者用心于后者 亦在本文及其他研究论文中建构发展 此处暂不深论 四禅师以班若空会断除世论之有无诸说 佛事有无二义 未误入一心 未误入一心 不论说其唯有为无者 皆因不识缘其信空之真意而为外道诸见 以其极于现象世界之身灭而言其有无者 此如家说有而道家说无者 禅师为佛家所谓有者 乃亦清净法身之般若智慧之任运 便在历劫长存之有者 实为亦佛性之永恒存在者 其言无者 乃一切不在成佛境界中之弥之主体 所应实质取之无穷现象世界者 现象世界对于因弥之而使取 为我为有之主体而言是为一时有之世界者 此禅师即说其时有信是空而为无者 至于以现象世界之暂有或无 亦有亦无 非有非无 或辗转诸说之诸见者 禅师皆以之为妄说 盖现象世界只有一缘其信空之志之可取 主体活动只有一阵空体空之志之可谓 故说有恒有说无恒无 非一般不同哲学体系之言有言无者可类比 因此亦恒有乃主体之清净境界之永存 此恒无 此恒无 此恒无乃也染世界之身灭不实之恒无 五禅师言世家亦入世之圣人 孔子亦出世之圣人 人皆知世家是出世的圣人 而不知正入世的圣人 不入世不能出世也 人皆知知孔子是入世的圣人 而不知正出世的圣人 不出世不能入世也 禅师对儒家孔子个人的肯定是极高的 但是对孔子的若干言说则仍有简则 简则的话语留待后说 对于孔子的入世圣人形象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共同认识 但是禅师认为入世必已出世为心灵锻炼的基地 唯有更标举意出世的更高价值者 方能在现实的名利引诱中见出价值的真意 故而断言儒家孔子必有出世的智慧 此乃言其入世而不畏世俗利诱所获而能真定价值理想终身奉行者 至于孔子的出世观念为何 禅师未言 实一谋所可言 因为儒家的宇宙观中从未有他在世界的知见 儒者的真实世界及此眼见之世界 儒者见体力及追求工业 皆在一身家国天下的格局中进行 故而儒学之世的世界中从不出世 为其出世只为其修养功夫上 儒者应脱离于世俗名利的世界 至于佛家则已出世为其在常识上的通见 因为佛家却有他在世界的世界观 然从功夫上言 出世之世时亦未意识取之结果 就成佛主体的清净自在而言 视而无视 是非所著 亦不得未现 指此清净身交相迭印于众身 因无名而起现的重重世界之中 故而就肉身身所在之现实世界而言 亦无所谓必须出世之事 指其宇宙观的认识中 不以现实世界为真性时有者而已 若在旧功夫锻炼而言 则已不止取当下即是道场 亦无需否认现象世界为一修行道场者之事 故而世家亦入世底圣人 实则更为勉励一切禅师应及于此肉身身所在 是为一勇猛精进之道场 六禅师为学佛功夫要紧的 即在认识诸法无自信一世上 佛事之学 只要识得诸法无信 识得诸法无信 则身心气界 以及无边虚空 西皆消云 为是一心原名独漏 不学佛而佛已成 不度身而身已度 若不知诸法无信 则妄身执着 其或造业 宁有以乎 修行乃求取最高智慧之学 使修行主体的于一切真处见其真 一切妄处见其妄者 就佛教哲学体系而言 现象世界应认识活动而有 认识活动应无名妄直而成 因此认假作真 这就包括了一切有见无见一切七情六欲中之善不善恶不恶诸种种事 认识活动可以不如此无名 即于认识活动中当下时的诸法无信 即认清现象世界一切内外诸境之无根本自信 故而不应执着 即得于当下时一切内外诸境对主体不产生任何局限 一切现象世界之宇宙存在的种种外境 即认识不具存在之真实性而使主体达正佛涅槃之境 若非此之徒则辗转造业是灭是起主体意识轮回无其 实非修道之正途 七禅师以佛家之性论对比孟子之性论 问 梦可谓 人之性与犬阳之性义 然则性有二乎 曰 性无二也 曰 然则物得其偏 人得其全乎 曰 性无偏全也 曰 然则人物痛乎 曰 不变之体 弥不同也 随缘不用 弥不一也 经云 法身流转武道是也 孟子便于告子之文中有以犬牛之性与人有意 而斥告子身之畏性之说 诸 六 此为儒家 孟子以人性畏善且意于禽兽之儒家人性论观点 禅师站在佛家言性之立场 以性即无二且无偏全之说对比之 禅师之言于性者 乃修正空会之体性 此性从修行主体之体正义境上言说 言修行主体所应清正之最高境界 就此境界言 则是一切成佛者之所痛症之境 就成佛者言 则是一切现象所痛有之境 一切现象在成佛者之境界中皆以清净无碍之意 亦彼此互设 故而山色溪流尽成佛道 故而佛教者学言于现象世界 一切因无名而有故而非实之同时 亦需另立亦清净世界之命题 此即亦亦成佛者之智 会设受之计所对裂之世界 为此亦同正清净之世界者 此时人物无分于此性 此性于人物皆无偏权 此亦在正佛教哲学的世界观观点 及于宇宙论的问题兼价中 已使取活动架构之 于迷染之境中之世界 即为不实者 于智物之境界中之世界 即同正清净 然虽清净一人为空 为其人空故而无碍于主体之任运者 故旧物言 类有不同 性无异也 故随缘不用 弥补一也 不用即不直 不直而入清净佛境 入而任运 故随其不同意无碍正量 即从法体观之 此性为一 从五道流转观之 类各不同 八禅师以佛性部落言 全众义孟子性善之说 问 孟可言性善 学禅者多非之 为东陵总公是其说 为本然之善 不与恶对 是否 曰 性体济灭 部落名言 凡有止住 聚乖本色 非读孟可不以以善称 即遥顺称之曰中 称之曰明 称之曰成 乃至诸佛称之曰真如 曰元诀 据可以言性哉 至于方便开示 则亦不费全颜言 地能知善为全巧设施 则梦可乃众尼之徒 若知善为真实法义 则梦可亦告子之属以 禅师有言于如禅之比较 然其所使用之概念 亦含权为禅家之说 禅师言性 为其 性体济灭 部落名言 此即人为修行佛法者之成佛意境中之主体信奋者 一方面以灭盘济静为主体之最真实意而言性 一方面以阵入境界之活动而拒绝名言而反对性善说 即拒绝名言 则即便于佛教者学术语系统内之言于真如 原觉诸语者意味多于 此即境界哲学在状态中展现之表现格式 如能把握在涅槃清境境界中的主体之性 则可不费言权 即如言中言明言成言真如言善意皆为可说者 此境界哲学入于本体论哲学时之言说 然就般若至为本体之体信言 上述诸说意只是全巧方便之说 仍不能为定名定性之信论 禅师此举乃将在肯定道德意识 即现实世界为时的基础上的儒家本体论之诸概念 皆与转译为佛教者学本体论最高概念范畴的方便全说 这当然是一种理论的错置 是原佛入儒的论理格式 所说者人为佛语 而无关乎儒学 因为儒学本体论中之 中、明、成、善、诸概念皆为道德意识之定性与定名 旧孟子哲学系统言 必然直为真实法义 因善非可须说 人性之善也有水之救下也 诸、妻、此就下之意说及名言儒家之善性为一论于修养主体之定性动力 此如佛哲学本体论之大意之要紧的 而孟子论性善也非极为告子之属 因告子以经验论性 故延伸之畏性 而孟子以超验的普遍命题论性 规范性的强以善说性 故而留给了千百年来所有儒者必须辛苦经营的善性的哲理基地之巩固事业 亦为佛家禅门彼官批评之对象 九禅师比较老字言虚无与佛家已无助本利一切法之差异 问老字已虚无畏宗、是是非之 畏其为无因外道 然常文世世之说 乃曰从无助本利一切法 又曰虚空之本为众生之缘 与老是何以 曰老是宗虚无者 顽空也 是是言虚空之本 乃为一切有畏之法 无不始于无名 而此无名 实无性体 磨所住者 因其实无体性 磨所住者 故能随缘成就诸法 施然建立 禅师以老字 已虚无畏宗 未无因外道 实则哲学史上之老字 绝非已虚无畏宗 禅师之所见 乃到家哲学史发展中的汉代以后之老学观点 主要表现在 怀男子 书之言于宇宙发声论之说中 或于王必言于本体抽象思维之中者 老字言无畏宜 对于天地变化的有无相生的律则的观照 故而得以直接转出为功夫格式的无畏守弱之说 其言无名天地之始 即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之说者 实为已观照万物变化之法是规律者 其实欲逼出一 有无相生 反者道之动的律则命题 从而建立 常无以观其妙的功夫 而配合其言于 生而不有味而不适常而不载 知玄得与 错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成 知玄痛之境界者 故而老字言无之说实为功夫论与境界论的命题 并非以宇宙论或本体论为主题 然而禅师所言之老字之虚无之说 实为以宇宙论与本体论的观点 这却是发生在 淮南子 宇宙论哲学中 以及王必论于最高概念本体的抽象性真中者 就 淮南子 及其乡内的道家宇宙发生论言 实为在现象世界的始源之际定出一虚无之状态 以为开端 诸 八 这就佛家言于宇宙生灭而言实为究竟 因为万法乃在一元起源灭此起彼灭之重重无尽之世界流转之中 故为此一于宇宙使原说为虚无之体者为一完空之理论系统 佛家为道家为完空者时指此意而已 至于王必言于无者乃为最高概念范畴之存在的特征之为无形无相者 故是为无 住 久 故而王必说道为无者是意形上思辨的进路 此乃无设于存在的虚无之意 亦不应为佛家所批判之对象 此一道体之抽象思维乃亦于实存思维者 住 实 儒家论善 佛家论空皆为存在之意义上的把握 把握之以为存在之实相 以实相为功夫之所对 言于本体论实则为一实存之道体 乃如家之天道与佛家之佛性者 佛家之佛性虽空而妙有 故非完空 以其实作 然此皆无设于对于道体存在之抽象思辨活动下的性真规定 王必言于道体性真是无形无相 实则佛家论究佛性之存在实意非为无形无相者不可 此从基本哲学问题研究进入之论于三教一同之考究也 禅师接着比较佛家之言 从无住本立一切法 住 十一 之言无与老字言无之差异 禅师之事意是为一宇宙论哲学进入之全是 已无明远其为一切有为法之始原因 故言无住言虚空者乃为经验世界皆一望时中是 而非以经验世界为一无所有之存在上的绝对空无 然以无住本立一切法之说者意的为一功夫论进入之命题 即以无住为般若空会之一意 精刚精畏之音谋所住而生其心 十六祖会能生有体会之切入语 即于一切事向外境之不一境而转而正当下清静之般若智慧心者 总之禅师之辟老字之言虚无 从宇宙论进入言之 其所辟者乃后其道家之学说 其言于佛家言无之语者 虽得有宇宙论之别解 但更疑于功夫论哲学之用语 此为本文以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之解析结果 实禅师批评论迅谷学之为假学问 问迅谷之学 世间自不可费 师苦非知 何也 曰迅谷何可非也 非其堕于迅谷 而不知实意者已 使其知有实意 则迅谷即为神奇 使其不知实意 则虽巧身穿凿 即意揣摩 街头中习气也 安足道哉 迅谷乃自意考定之学 就意理研究而言 其必在以字解字 非以意解字 实则理论活动的创造 乃意在自先 文字仅为心意之假界 以自意之就解推其心意永无可其 而更方位限制心意者极为玩弄 实为面对创造活动的一种逃避行为 智者不取 十一禅师以己意强解如家天 性概念 又批评后如背离如家本意 如家为 人物之性 本于天父 学佛者多非知 不知如所言天者 非时指天也 乃望时为参之先 则曰天 故曰 不可谓 不可治 不可测 不可分 强而明知曰天曰命 梦是一曰 莫知而为而为天者也 莫知智而智者命也 臣如此说 则如者原信于天 谓与佛义 特隐而谓静 隐而谓发 做方便知全说而 如云 为皇上帝 将忠下明 云 天生真名 有物有则 等 正所谓 望时为参之先 仍谓莫语之日 你亦不及之处也 又如他言达天之命 即亦天心之语 据不出此意 厚如不达绝止 乃未有主宰于明末之中 以为二气五行之扭书者 为知天命 一切人物 丙之以成形成信焉 夫二气五行之扭书 时即无人之妙心 故曰三界为心 惊舍心外 而未别有主宰于明末之中 则是心外有因 心外有因 我佛辟为外道 以其因在一心之外也 又未在天为命 和而未分 在人为性 分而非和 是以性为有分和也 弃聚而生 其性使有 弃散而死 其性即灭 是以性为有生灭也 有分和 有生灭 不可以言性 旷为知天命 为知道乎 此绝非如家之本意也 作为一个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宇宙论哲学乃为处理现象世界的始源历程结构及存有着类型等问题者 至于此一现象世界之根本意义为何 此为一本体论哲学问题意识之所探究者 佛教哲学以认识的宇宇宙认 佛教哲学以认识活动收摄现象世界的存在意 因此论于世界则以新说之 此即为史学在佛学内不成立及发展之脉络 而如欲论及最高本体之意义或宇宙根源之情态者 则为以无名缘起或清净法身诸概念未说者 说为无名或说为清净时决定于主体的自我境界之或迷惑物之状态 于是从功夫活动力言时 则必欲究及此一最高本体之清净境界未标的 即于此处禅师以儒家之言天者及此最高本体之清净状态之称述 故为儒家之言天即为言于意清净之状态者 此一清净状态则为以无名意识业力千染境皆觉除之状态 此一状态之全守于护持即为学佛者之功夫标的 而禅师即以之为儒家言天之却意 并将诗书即孟子之若干言天之说者隐畏与佛无意者 亦从而展开对于诵儒言天言性概念之批判 被禅师如此定位之天概念 时已为一境界 此一境界则在无人意心之清净功夫之中出现 禅师即依此而批评周子言于太极化身阴阳五行之说者 为在此心外之一非境界的宇宙实体 已为万物之主宰者 依佛教哲学之非实有性的宇宙论观点 此即外道 此为将天命华落为一时体存有知识者 而非一境界中的功夫心法之所对出者 以此论性 则为二气化身并性成形故而性有分和有生灭 而佛家之性只为一去佛之清净且无分于我佛 于是禅师父以诵如此言绝非如家之本意而批评之 禅师之批评颇与当代哲学家劳思光先生之段语有何意之处 如 劳先生言 周章哲学之课题 可说是以混合形上学与宇宙论之系统排具佛教心性论 此其两者相合之处 我们以为 首先 如以心性论角度严全恐梦之学 实为理论上已经可能之事 但是心性论是意功夫论者学之思维脉络 将恐梦言天拳解位心性功夫之路数是事实上可行之事 但是这一个功夫的活动在望时为参人为墨与你意不及之时 仍然不是一个佛教本体意的清净不二之般若空会 而是一个实实在在将具体落实为肯定现实世界是为一真实世界的道德意识 以及此一清净状态作为一种功夫活动的境界 可以是被诠释为如佛功夫活动的通识 但是儒家本体论的道德自觉性却永远必须是儒者的功夫活动的奇象 而在佛家则永远为一般若空会的拳手 我们可以说 相对而言道德意识是比般若空会更有目的性的本体意识 而两者都是心性活动的形式 因此禅师引孔梦并古如之说话为具心性形式的功夫活动 而与佛同调者实仅只为在哲理形式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层次上的同调 及其皆为意识心性功夫上的同调 至于其实质本体意涵则非同调 即如者以具现实性的道德意识与人伦关怀于家国天下的价值思维为理论定向 而佛教则以不执迷于起现万物的无名望实为心性之清净情态 或可谓本体论的实存体性是不相同的 而有共同的功夫活动的形式 但是这一个功夫活动的形式却为中国哲学作为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为中心的一理形态之通信 至于宋儒周章所言之行上学系统 在道德意识为本体论的实存体性的思维的脉络上 当然人是儒家的学脉 至于周章之以宇宙论形式及本体论形式 诸13来建构的新儒学理论系统之是否成立 是否有助于儒家学说的强购与发展 这却是一个中国哲学方法论的问题 禅师抨击其背离孔孟 劳先生为其为理论的堕落者 皆仍有方法论的争辩的余地 就如佛之间而言 如佛之别之重点 因为本体论在实存体性的终极意识之差异上 另一个重点则是宇宙论知识的预设立场之不同 其意转凡 此赞不论 十二禅师已抽象思辨的本体论哲学 全意周敦仪之太极概念意涵 周子曰 无极而太极 太极动而生阳 净生阴 此数句 宋如理学之源也 然迷一字不少 何也 太极之说 老庄旨一气之出明之 则可以言动静 至宋如指指道体位太极 则一里浑然而矣 岂有动静哉 太极概念首出庄子 柱 十四 但未一传哲学载用而发挥之 柱 十五 原为一宇宙论问题意识下之最高存在根源 本身可以以动静之作用化身万物 但是禅师认为周子之太极 因为一纯粹本体论概念 即道体者 于是作为道体之体性本身之太极概念 则不应有存在上之动静具现之活动意 于是禅师以佛教宇宙本体论之思维方式 重新全意了太极概念 建立了一个有体用有无以说的抽象思辨 进入下的佛教最高概念的本体性真 禅师预先设定了一个最高本体 并以实体说之 此实体非宇宙论思维下的个别存在或总体存在之实体意 此意于佛教中不存 佛教宇宙论是亦非实体性概念 人论实体者实为本体论问题意识下之言 于最高概念范畴之思维中的构作对象之称数 其中就只是一个理体的实体 而非存在上的定为实体 作为理体的实体 在存在上是无 在作用上是有 存在上无以言其动静 此为性真 作用上则得以言其动静 此为使万物动静之作用 体本身无生化变现 万物有生化变现 太极为体 阴阳为物 非亦非耳 这样的思维 作为一切哲学体系的抽象思辨的本体论哲学的观照而言 应得及通如佛语道 此不涉及实存理体的内容问题 非观般若佛性太极天道等式 反而当般若佛性太极天道等概念 一旦作为该哲学体系之最高概念范畴之时 皆得同有此抽象性真意 故以太极阴阳言之则可 以佛性般若言之意可 以天道性命言之 以造化有无言之皆可 此即本体论哲学思维中的两路 亦为抽象思辨的理体性真之事 此通如是道可共用 另一位实存意识之最高本体内容定位之事 此余如是道三学必分各拟清我处不可 所以禅师之批评 若以本体论哲学的两路分式厘清 则应可无争议 事故论于中国哲学最高概念范畴时 应先分宇宙论问题意识 及本体论问题意识两路 而本体论问题意识 又应在分抽象性真与实存体性两路 与此厘清灭诸正论 十三禅师以佛性清净法身 缘满批评周敦仪太极概念之混满 或问 曰 太极者 本然之妙 动静者 所臣之机 又曰 太极无动静而动静之者 夫太极者 亦理浑然 无有正照 无有名相者也 使此中忽有动之静之之机 则有正照可亏 有名相可止 安得谓之太极哉 禅师批评周子之言太极 谈所臣即有能所 谈动静即有内外 若外之则令有仪器之存在在太极之外 若内之则有一姬在作真作假 此皆非佛性法身清净自在之意 禅师必欲以佛性法身之抽象性真说太极 时欲强将周子之太极概念至于佛教宇宙本体论中批评 此中之关键在于佛教宇宙本体论之根本预设是一个心法起灭宇宙的存在论说系统 而作为道体意之太极即应扮演佛教哲学体系中之作为最高概念 范畴意下的佛性概念 佛性清净且以法身变在而自足完满 于是论于整体存在界 即论于主体功夫活动 论于本体 与论于境界者皆在一成佛之境中完成 即是一个自足完满的境界状态 故而以太极说之极不应有能所知成 不应有动静内外 不应有存在之气在于太极之外 因为佛教宇宙本体论中之宇宙存在是在心法起灭的活动中 不论是迷失物 于是在功夫中之佛境之全守者 亦不应有分位动静之机 而只能有不二之般若清静之自正 无有正照明相者 究极言之 佛家言于最高本体的形上语言 必在功夫境界意中落实 故而全体是一个活动的结果 此不另立能所知故 并且一旦活动极含全体 此气非在太极之外之故 简言之意的为禅师乃言说功夫之境界 以信贞贯宇宙天地 周子乃言说宇宙 以流行贯通天地人 问题亦是不同 故而重点有益 当哲学体系构作出这样一个完满全足的形上道体的时候 那个相应的功夫活动便几乎只有班若空会方位 敬意 于形上理论体系中演绎功夫活动 是中国哲学方法论之共同格式 即于此言于儒家形上学的理论构作时 由于儒者更重视现实世界的工业建立 因此形上体系之得已落实于存在世界的繁星演化的考量自是关键 于是周子之太极动静 阴阳成基说者时 为为儒家形上学与功夫发用之学之联系之所需 故而终究不以与空会相应 而应令见道体 佛家重彻底的宇宙真相之解读 故而重于建立形上形下完备一体的理论体系 如家重视人伦日用的德性落实 故而重视即在现实发用的形上体系 此禅师即欲导正周子太极 图说之一理背景 如家于周子理论建构之优劣 却自令有检则标准 不劳禅师费心 禅师而说太极 说阴阳不易于禅门宗旨以外之一场梦事 唯就中国哲学史之理论研议 却未关键点播之重点 十四禅师以本体论思维改正在宇宙论思维中的太极 与阴阳关系 问 宋如言太极分位阴阳 是否 曰 阴阳分于太极之中 非太极分位阴阳也 凡阳可分者 必有形直 而太极无形直也 凡阳可分者 必有变异 而太极无变异也 凡阳可分者 必有偏权 而太极无偏权也 为太极分位阴阳 不易谋忽 习老庄之流 指一气之始 名为太极 故有分位阴阳之说 今如者指指太极为道体 则不疑袭其说而不知察也 太极分位阴阳之说 则是以太极作为宇宙 始源之实体 时所具有的概念关系 故意为一气之始 禅师认为这是 道家气化宇宙论的思维方式 佛教宇宙论并非此类 时是以星时活动收摄宇宙天地 并以星时之染静讲说本体 于是本体论之最高概念 成为功夫活动中之境界意涵 禅师认为宋如以道体说太极 即应为一本体论之实体概念 即不应有气化宇宙论的物质实体意 故不得有分位阴阳之说 即为一本体论之实体 即为一理体 此理体为一主体之境界 此主体以佛境言之即法身辨在 此主体以弥然众生言之即 造作轮回于诸种世间之中 然亦无可废之 故是大小通句 因其只为一理体之境 迷意在之中物更显其全 实则如道两家之形上 学皆为一宇宙论本体论 共构混同之形态 最高概念范畴皆同时 扮演宇宙始源及本体 终极意义的两种角色 现实上已经不可能分开 而佛教哲学之最高本体 因其性空极为星之特征 宇宙之存在皆融化于星时之起限 故外在经验世界之演变似重点 而实非重点 其实并不可废 至于言说最高一解之时 非定于主体功夫之境界展现 不可 故具赤现象言说而已 十五禅师说 如学中无轮回观 但应有鬼神观 故意非断灭说 或问 言 精气为物 由魂未辨 是说轮回之意否 曰 未可惧也 轮回明三世 如者指明现在 轮回明六道 如者指明人道 故如者不言轮回 便考五经诸子 据摩是说 为 由魂未辨 亦与四知 然计他魔所正 则亦未可强解 旷笔下俱云 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则不过言人死为鬼而已 但人死为鬼 情状可知 则言死后断灭者 其胜人之意哉 禅师以 一传 终有 精气为物 由魂未辨 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诺 十六 之说 以与佛教宇宙论对比时 时不能为其有轮回观 只能为其非死后断灭之说者 此一死后世界问题就如学而言 一直不是理论发展的重点 就佛学言则轮回观向为基本教义 此即引出宇宙论中的存有者类别 以及多生多世的生命观之理论问题者 此即众生主体以一意识活动者之身份 既然在多生多世中轮回千燃造作业园 而有山和大地各种世界 故以世界为业实所构作者 仍死即依其夜 然而另有一世界可去者 此为佛教信众之基本信念 亦未决定信佛道度之关键 儒学中并无此类宇宙观 故无轮回生命之观点 其实儒学中根本不做任何 他在世界的宇宙论建构 因此儒学宇宙论建构之重点 在宋儒则已配合本体论建构 并以销纳中国道佛哲学所开发的 宇宙论知识概念而进入儒学架构 未标的唯有汉代董仲书 发展了天人相感的宇宙论 而以上天之意志为道德要求之根据 而形成儒家哲学史上的一个特例 故于儒学研究中 论究宇宙论时非理论之重点 以及因此 其与在道教系统及佛教哲学的哲学 同意间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差异的鸿沟 即他在世界之认知与建构 因而交涉于功夫境界哲学 和本体论哲学的整个形态之差异 此及三教合一之任何理论 十六禅师以儒家言人死为鬼是非断灭说者 问儒家言死后断灭 果有句乎 曰无句也 儒家所论 彼祖 但曰人死为鬼 且具有在天之说 故祖庙有志 春秋有点 虽曰是死如生 所以尽人人孝子之情 亦未可具为敏然无知 归于散灭也 儒家言人死为鬼因而配想祭之 此在恐梦之间皆无一言反对之 可谓为中国传统宗法社会之普遍认之 禅师以此证说 儒者非断灭说可也 此于佛教哲学系统中之人 死为中英生转世成一心生命之说 实为佛教教义深入人心之重要关键 然生命虽有轮回其为妄实因缘亦也 实其为妄实因缘则 必穷其无限生命力成之正空 去染之努力 亦未必做之事 故若有任意哲学体系 以人死断灭一切归无之说者 实为佛家所罪须立处之学 此汉人亡充未知 故禅师辟之也 然就如家哲学体系而言 因其建功力业权在现实人伦世界之家国天下中 其工业之根本即在君子成圣成贤之努力进程中 其理论之关键及在论理此一圣贤人格的成立可能及其活动格式 此一可能及其人性论入于形上学之建构 此一活动格式及其功夫论哲学之开发 这其中全无他在世界之宇宙论之意理建构之脉络 故而如学基于中国宗法传统祭祀祖先观念 而未与拒绝之鬼神认知之事 即不必涉入如学意理建构之中 此事一集从孔子开始 既然孔子哲学中从不把道德意识的基础置放于鬼神的认知之中 虽然孔子思想中充满了对于鬼神的崇敬之情 但是君子所是从不依赖鬼神而为之 诸 十七 就此而言 禅师已如者有鬼神观非断灭论之立场 未尽于佛教者之关怀 十亦非如佛之间之观念痛意之重点 以此非亦后如并非必须 实则 诵如即将鬼神概念抽象化为一理性作用 诸 十八 亦以非宇宙论问题亦是下之他在世界之存有者 十七 禅师博斥章 亦以弃之躯身之身身意味造化之机 或曰 造化之机 身身不息 不必甲济躯之气 以为方身之气 故在身之说 似不可信 曰 造化之身身不息者 弃也 起甲济躯之气 以为方身之气 若服此心之灵 则非弃也 夫人身一天的也 天地有成坏 而为天地之主宰者 为常灭也 故坏而复尘 人身有生死 而为人身之主宰者 为常灭也 故死而复身 张载之儒学建构 用力于以气化宇宙论中 时欲将由道家所开创之气化宇宙论纳入儒学阵营之中 其做法即为在气之躯身往来身降聚散之中置入以作用的妙礼以为规范 此理副以道德意识为主宰 于是一切纷然万象之变化皆收入于以道德目的的作用流行中 于是宇宙论的气化流行有了本体论的道德目的 复应儒家以现象未真实时有知识 故而世界存在之永恒性成为理论建构的目标 于是须于现象变化之际置入深深不息的动员 故于屈身往来之际即亦深深不息的作用 张载哲学以此一方式吸纳道家装学形态的气化世界观 并将成圣之道至于气变流行中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对决中 而言君子成德之功夫项目 张载此说并未涉及生命主体在气聚成型以上的独立性 生命主体在有生之时的动静进退之际 能以合一于道佛的天命之性为妙积妙理者即为主体性之完成 至于天地万物之躯身变化自有其合一于道的身身之机 此集张载说相之理论意义 禅师之风即以万物之分云时为主体之时取活动之结果 因此造化之身习非以气之聚散屈身为一 而时此心用之妙运者即无名缘起者 如其以正清净 则为佛性之任运者 此一可成佛性主体之众身心时时为造化之始源 故而世界有成坏而主体无变异 人生有生死而心时仍恒存 生生之理在此 禅师以此说是张载之学中以气之躯身为生生之理 然而儒家哲学系统中时无此一心时之造化之说 自然须将万象分云之际于人生生死之元素诸气变流行之往来生息 只将此一气变流行以道德理性之神庙作用定限之 并以成德之教制于此气智之主宰中见之即是 禅师之抨击完全以佛教系统的宇宙论身习官位之 于如学意理之阔清时无助意 若用于破斥如学基础意非观重点 道是此说时逼出禅门以心佛众身时无差别 以心时主宰之时存未易理论的趋向 当然此一时存人有其清净染污之真假可言 究极言之 佛教哲学中之最高实体时应有意清净意识及佛性意识为主 则一切理论方有理性论思之可能 十八禅师言中庸之功夫哲学与佛有意 或问言喜怒哀悦之未发位之中 与无事一念不深之说相尽否 曰非也 一念不深者此心用而常计 计而常用 只于自念上常离诸境 不应尽深念而已 非有为法以发之便 即为性为情之分也 中庸之作 为儒家早其由道德意识之功夫入路而建立形上命题的理论作品 其言喜怒哀悦之情有其终结之度 此度必合于人伦日用之道德理性 故而此中之意 故而此中之意含推究即必须和意于意为道德意识所主宰的理性状态 此中庸之意 禅师以此为发言其情时为其之状而欲语 禅家远远遗念不深之技仍然应对筹作 指其情远迷之贪甜吃诸 读之望时不起之状,此即常离诸静之功夫,静为外缘谦然之事,跟臣皆虚,静即非识,故于静离静,此心常用而济。 此意却与儒家中庸言于未发之中一念不深是为道德理性最纯净状态之意不同。 十九禅师批评宋儒将信分为五常之说,或问,五常可以言信否? 约,就体只用,约用归体,故以五常言信,而信时非五常也。 盖信乃一体浑然,本无名乡,自义理随缘,私有五常之名。 宋儒不达此理,乃以五常畏性,畏性中有此五者之分别。 故其言曰,儒者全体中有许多道理,各个字有分别,有是非,将中秉一,无不各具此理。 事则只是各魂轮的事物,无分别,物是非。 夫卫全体中有许多道理者,非明相而合。 不知理无明也,故能为明之祖,理无相也,故能为相之宗。 若有度于明相者,皆此理随缘应用,应是而立其明, 现其相者也,岂可以亦其本计之真体灾。 本计之真体,不可以严言,不可以实实,则以上不可得, 旷分之为五乎。 性上强明,旷明之为仁义理智乎。 故以仁义理智言信者,某也。 宋如以仁义理智信说信,并定为五常, 实则仁义理智信皆为仁伦本位之道德义是, 以义仁总约之可也,或替之以善以忠以诚意的, 此为本体论问题之时存体信中是, 然而,当宋如以五常说之之时, 所定在五,即为夹杂宇宙论的问题意识而建立的命题, 性为五常识即五种德目, 道德意识本可化身为无穷德目, 论于性之德可多可寡意用而言, 因其为一亿亿性赋予的识取活动, 然定其为五则有数目的规范, 此即为结构性思维,非观本体意含之事, 然其人为如门意理建设之事, 其成立与否意仁有其他可论之空间, 禅师之非意即在性中无可分之事, 可分者即非性, 此其性意仁意体空之境界, 此性只能是般若知全首, 佛教哲学中之论于性者时指人物主体之理想状态, 此理想状态必在功夫中落实位移境界之状态方可, 此一境界以体空正空之程度而有阶次之上下, 此配合宇宙论之事脉络未言, 为般若未体则从不一意, 性体中固无可分之事, 论于阶次意进入宇宙论之思维模式, 此为实哲学之功夫论说多有阶次之故, 因其本位从结构入手之意理开发, 然缠门功夫未般若系统, 故其眼里指一境界, 故未一魂轮状态, 此一魂轮位正空之状态。 至于性之意明, 可非未强明, 言般若可未强明, 性未亦虚未知词, 是一题目, 一论于存有性真之意义的本体论问题之题目, 般若未一答案, 一论于实存体性之本体论哲学之答案。 二十禅师言善恶起于性之顺逆, 至于应物则无常得。 或问, 性既不可以仁义理之名, 则无善无恶, 性之体也, 有善有恶, 性之用也。 善恶君之出乎其性, 君子必舍恶而从善, 何哉? 曰, 性虽无善恶, 而顺性者必善, 逆性者必恶。 恶之用起于我之法之, 善之即归于无私无畏。 无私无畏者, 顺性之道也, 我之法之者, 逆性之障也, 故君子必舍之以至于道。 禅师故有所抨及于诵如言信之说, 然其所亦指之诵如为何仁何言时难定说, 是其为禅师自己的信论确立可也。 禅师已顺逆言善恶, 顺性者即无私无畏之状态, 必善, 逆性者即我之法之之状态, 必恶。 是故性未移境界状态, 在此境中之主体必以无私无畏而顺应万物, 即为其以般若空会而不值于外境而以清静一心应对筹作, 为其无执行故顺理应事而无定名, 故意非可以五常定言者。 二十一禅师即诵如言格物概念已定禅门功夫, 或问格物之说, 曰, 诸如或有训格为正者, 或有训格为汉格之格, 训物为物欲之物者, 或有训格为汉格之格, 训物为一切外物者, 为慧安训为穷至事物之理, 树姬尽知, 愚畏格物者, 需穷其实体, 直撤跟踪。 亦, 所谓, 精益入神, 也。 精益而至于人神, 则不落异路, 弃物易望, 形化卫性, 弃化卫道, 物化卫星, 灵光独漏, 囧脱根尘, 无广不照, 无畏不足。 格物为大学名词, 宋儒及格物意涵之创造自定功夫理路, 实为心意之开发, 虽不能为非观大学, 然更重要的理论意义则是儒家功夫哲学的意理发展, 有以格物为正义之说, 禅师以为心灵执迷正不胜正, 实则以正正义及以在正之中有其道德意志之主宰在, 非另有灵心之不明, 实为道德主体以何意主之者, 以意为主宰者则正义及是道理, 以心为主宰者则正心及是道理, 为所正义道德意志即是如门意志。 有以格物为格除物欲者, 禅师以正见为开礼欲混杂将何去之, 实则如佛各有正见, 见道德意志于仁伦理中即为如门之正见, 见思欲横承杂于日用即为礼欲之分, 隔去此欲还正此理即为如门正路, 禅师所谓之正见非观人伦道德而为般若空慧, 故赤为未见正见, 实则体系不同, 本体有别, 故为亦非之。 有以格物为禀觉外物, 禅师以视理不二, 内外无见, 是觉除外物之说为除隐求隐非观修心, 实则需求其所谓物者为思欲或日用伦常, 若日用伦常当非可觉, 若思欲之物, 禅觉即还正道, 亦无可非, 实则诵如言于功夫露述者亦真便多矣, 本意夹杂混慢, 亦在道德主宰之定于和明之事上真便, 亦在人性主宰之之善恶之真便上, 亦在言说本性及言说功夫之真便上, 所真实多, 此处难以厘清, 禅师之真, 亦多此一事。 最后禅师以慧翁训格物为穷理之说为佳, 为慧翁之理为达究极, 若究极之道, 则仍以空会修心, 达至成佛之境, 则存在还未觉知, 形化未性, 气化未道, 物化未心, 以成佛之体性日用筹坐, 则任运自在, 明明白白, 无须推测于外境俗世之中。 其实, 宋儒自有其以道德义是为主宰之名言义理施设之事, 禅师建立禅门功夫露述即可, 即欲改正宋儒言论之是非, 亦无助于理清宋儒之言论, 二又混漫禅儒之别, 于哲学史之发展上无多大益处。 二十二禅师批评宋儒以理为时事任末未本, 至义无依, 故万应而不穷, 真空不空, 故万变而迷爱, 此所以大本利而达到行也。 宋儒不达此理, 乃曰, 佛说万理俱空, 无如说万理俱实。 理是实理, 他却了空, 所以大本不利。 比为万理俱实者, 乃止事物当然之则也, 此当然之则, 有名可识, 有相可识, 故曰皆识。 殊不知, 理在己而不在物, 理在心而不在事, 若事物之则, 乃此理妙应之影, 因事物而受其名者也, 疏乎便迁, 全无实体, 故比为之实, 无为之空。 旷有能分别之心, 事为人执, 有所分别之理, 事为法执, 二执并心, 众就思作, 虽勉强为善, 而叛道越远矣。 呜呼, 宋如师本求莫, 任莫为本, 其颠倒若此, 其曰大本之能力耶。 禅师言于大本之力与达道之行, 应于智义与真空之真实运行之境中, 由此转出, 禅师之智义与真空实为一主体之境界, 主体因空会之体物而于现实生活中之事件往来仇作而得大自在, 因其有自在无碍之事, 故而言其无意与不空, 所以禅学之所谓本者道者实为主体功夫下之境界, 非观客观世界之范畴解析, 且此本者道者以空会为内容, 以空会而有主体的真实有德之运作。 宋如以佛家为理空而批评之, 禅师则反过来说 宋如之礼时如江水之月与水于容器中之方圆曲直斑之虚妄, 故而宋如之以礼为时而格物制之之诸种活动时为本末道制之事。 依据禅师之说像, 实为主体对于经验世界的世界观之不同所致, 佛家以经验世界为虚妄, 因为生命主体自己正处在于一个业力千然的无明迷之之中, 故而主体的活动之境界为虚妄的, 为主体所对射的经验世界也是虚妄的, 为有当主体清醒的觉知了这经验世界的虚妄, 而舍弃了与虚妄意识一起流转的奇象, 则当下使得一切在于经验世界的活动意义转向, 转向而进入意有般若智慧的境界, 此时于生活经验中所对射的事物事件, 即令具有清净的意义。 禅师以此空与不空之理回应了一直以来诵如以佛家言世界虚妄及本体是空的批判, 此依回应之格是乃为一行上学之回应, 如者乃为一宇宙时有之本体论哲学, 佛教乃为一宇宙非时有之本体论哲学。 以经验世界之宇宙为时有者则动荣周旋之道理求于现实事物之中, 故诵如以礼为时。 以经验世界之宇宙为非时有者则其直接以般若智慧之空理为行止之原理, 所以如者见卫时者佛家见卫空, 如社会人伦生明利害之事, 如者物力于此故禅师以之为本末颠倒之事。 于是此一行上学之回应取得了功夫论哲学的命题前提, 此意造成如佛之间有着不同的功夫哲学。 然而如者弃欲于此意经验世界中见体力即, 故须以世界为时, 世界即时则可任务取理, 佛家则不于经验世界之万物分云中任务取理, 故而两家中就是有一个行上学观点的差异而不可跨越者。 二十三禅师另立天意而以如者之功夫为有思有味。 是如为太极有动静, 是以太极为有身也, 为五常为性, 是以性为有相也。 既举于有, 即有人我, 有美恶, 有爱憎, 有去取, 乃分别而修习之, 以归于善, 皆生灭法而。 故虽约无思, 时有思也, 虽约无畏, 时有畏也, 其用只可以奉天而至人, 畏可以离人而入天。 禅师认为颂儒之言太极有动静者, 是使其为意有身之体, 于是经验世界成为意有体性之实在, 而事物之性为意有实相之性, 于是因缘辗转而入于佛教所谓之生灭法之世界之中, 如者于此一生灭世界之中再延其为无思无畏者时人有思有畏者, 因其以现象之实取为活动之奇象。 其于天者时未能入, 时只奉天之人, 以如者乃有所为于人伦仇作, 却魔所知于天道真实, 故奉为意崇敬之对象而未能契入, 时则人伦仇作之一切是向人为生灭现象之连所环节, 应与舍弃, 弃之而入于亦舍离之境而弃入天道真实, 此时之天道真实亦人为意主体之境界, 时则中国哲学体系中之言于天者, 若以本体论进入言之之时, 时皆仍为意经主体功夫所实感时受之真实意境之普遍化称说者, 此一言天之概念应其为中国哲学之旧传统, 故而禅师仍用之, 然其用又转入为一在佛教世界观中之用, 故而禅师之言于的入天者时为主体的境界, 禁至一体空正空之洁净之壮者, 而非为儒学传统所认取之德性义的普遍理性。 二十四禅师批评道家言摩世局于无, 老庄祖习之无, 世未能超无也, 厌经之有, 世未能超有也。 见祭局于有无, 乃思去经之有, 归习之无。 由是堕之体, 处聪明, 觉慎智, 弃仁义, 以修混沌之术, 皆生灭法而。 故虽曰无思, 非真无思也, 虽曰无畏, 非真无畏也。 其用, 只可以离人而入天, 畏可以离天而入圣。 装身不能离有无之见, 故穷有已入无, 穷无已入无无, 穷无无已入无无亦无, 虽能深入重玄, 而总之舍有取无, 任无知己者未知, 世中不能出无也。 悟性者, 悟即是性, 何妨见于有无之后。 虽有悟, 未始有悟也。 迷性者, 性即成物, 何能穷于无物之先? 虽无物, 是义物也。 装身之说, 大律类是, 故曰局于无而已。 禅师认为道家老庄, 以言无为主, 是一局于无之观点, 真实的认知, 应是一体空而妙有者, 老庄因言于无故其功夫未堕之体处聪明决胜志气仁义, 禅师认为此仁义生灭法中之事, 虽有舍弃于经验世界之事, 但对于真实本体却认识不明, 故而功夫活动中就尽不了高明胜地。 经验世界的真实性不可执着, 但是经验世界仍有其经验中的真实, 佛家的功夫乃及在此一经验活动中当下去执政空曲般若智慧而成真圣贤, 但是禅师认为老庄之言无者对于经验世界只有一否定的态度, 若一昧地对经验世界予以否定的话, 则在经验的活动中必导致另一种虚妄。 有人以为庄子言无乃超越有无之说者, 禅师认为庄子虽能以众玄之思维不断上翻, 但仍将无之概念立为最终极原理, 故而未能离开局于无之限制。 禅师认为庄子论性是偏认寂寞者畏性, 有人为庄子言性非以寂寞畏性, 乃以为时有物之先为性体之真实, 禅师认为性在物中,空正即的, 实则性即是空, 而如道皆以成物为性, 性即以成物言, 则不能无物也, 不能无物则入迷已远。 以上论无, 是以道家本体论主张无, 实则以佛家之观点, 现象之实义乃非有非无者, 是为义以般若空会自证清净的本体义, 于是道家言无私无畏之功夫人为义之无之有私有畏之功夫, 是本体的一个偏执, 故而是功夫的一个迷雾, 终不能入圣境。 言于性者, 是对于本体之无的体认活动, 本体偏无则言性即偏于即末, 以即末为性是人有物之实性也, 亦非空性, 故斥之。 禅师对于道家哲学以无为本的本体论的认取, 或为哲学史上的措施, 老字言无, 乃言于亦以无言说的功夫, 老字对于本体的体认时为亦有无相生的律则, 故而以无畏畏功夫, 无畏之功夫却是一个去除有畏构作的人至亦欲, 住, 十九, 并非在存在的现象上直立意识源的空无, 此为, 怀男子, 已将之道家哲学史之论说发展者, 至于庄子之言无, 言为是有无之一断者, 乃言于认识过程中的思义成见之执着者, 道的本体应为亦无思义言说的逍遥自逝之情状, 住, 二十, 其言信者亦因为一对于逍遥无怠的体振, 禅师总混老庄, 以后其道家之若干命题为哲学史上的道家的总形象, 亦为哲学史辩驳的常态, 却于哲学史认识的厘清时无注意。 二十五禅师以佛教陈住坏空之宇宙论对比于 庄子之契化宇宙论。 或曰, 庄生非以即莫为信也, 所以必推及于为使有物之先者, 乃穷万化之所自出, 是即所谓信也。 曰, 万化根源不出一心, 故曰三界为心, 万法为实。 经求之谓使有物之先, 则越求而越远矣。 夫谓使有物之先, 乃前劫之末, 空劫是也。 此界虽觉无形相, 而一气魂伦, 莫运不息, 从为智者, 身地身天。 老庄即此空界, 明知曰虚无, 亦明知曰无疾, 即此一气, 明知曰太极, 亦明知曰太矣, 为天地生于一气, 为一气生于空界, 遂知此空以为万化为根源, 亦真知实性也。 殊不知, 此空从前坏结而成, 是有生也, 天地既生之后, 遂失其空, 是有灭也。 有生有灭, 亦幻望法而, 安得为万化之根源乎。 又, 此一气非生于空也, 乃从无始节来, 生生不息, 何辟不穷者也。 学人若能于此达其生生之本, 则三界万法, 实非他物, 经骨可以一贯也, 有无可以不二也。 经庄生乃为气生于空, 则失之远矣, 故曰任即莫为信者也。 禅师以庄子宇宙论为仪器化宇宙论, 宇宙之根源为仪器浑伦之状, 是为太极, 无形无相, 是为为始有物之先, 为万化之所自出, 仍为之其装生之言性之处。 禅师则以沉住坏空之佛教宇宙论观点转译装子之一气魂轮之态及情状是为空结之时, 而仍有坏结在前, 实非真空者, 乃沉住坏空之身灭力尘, 十一大虚妄世间也, 十三界为心万法为时, 于今宴世界之始源处求其真性之本者实为取错方向, 此始源以一气魂轮言之, 则上有前结之坏前结之柱前结之臣, 妇人有前结, 故而一气之魂轮非自无来, 实为无始结前来之身身不习者, 而使其身身不习和辟不穷者时, 此此一心之造化万行之事者, 故更古精通前后实为不二, 只此一心, 只此言性, 而求所于性名之初者, 则欲转欲远矣。 禅师此说乃引用佛家沉住坏空之宇宙论而未说者, 实则沉住坏空之宇宙论与万法为时之哲学观须有何一之法, 为时说使天地万物乘于虚妄意识之构作, 然而此一构作又如何地为一臣住坏空之宇宙力臣呢? 又其言于一气之何辟不穷生生不习者, 富以何为因? 是否存在于一心之构作之外有有仪器存在之物质因而为心所构作之材料而变现世间? 此二问题实为禅师言于宇宙论观念之宇为时哲学观念之需与疏解之重点。 此暂无解。 二十六禅师立场先明反对庄学未禅。 宋儒曰, 跟桑子, 一篇都是禅。 其他篇亦有禅语, 但此篇首尾都是。 呜呼。 此宋儒之所谓禅也, 岂时禅哉。 夫装生之学, 自为穷玄极妙, 而要其只规, 不过安于虚无自然以为极致。 夫道超有无, 离于四聚, 则言虚无者, 非道也, 乃其境也。 比喻习虚无以何于道, 而虚无翻未苛就矣。 道无有字, 云何有然。 随缘而然, 然而非自, 则言自然者, 非道也, 乃其机也。 比喻习自然以何于道, 而自然翻未至枯矣。 此妆生之所以为外学也。 若无是之学则不然, 不以有心取, 不以无心合, 其要在原物一心而已。 物此一心, 则主宰在神迹之先, 不必言顺其自然也, 运用在有无之表, 不必言反于虚无也。 聪无不闻, 而非偏于聪也, 明无不照, 而非知于明也, 智无不知, 而非伤于见也, 甚无不通, 而非淫于意也。 其居居然守其昏末, 亦已是终云忽哉。 禅师反对庄子杂篇跟桑楚义文中有所谓的禅意, 这其实是一般读中国哲学作品的人会产生的联想, 因为根桑楚义文轻易脱俗超凡绝成, 死身一贯是非意其崇尚自然, 仍以为极禅, 而佛家不许, 实亦非禅。 庄学论于功夫与境界多在现实成见的破除而显日用仇作的旷达, 划除了对于生死利害是非的坚持而豁显主体的自由, 在现实上则一切欲于不得已而自在逍遥, 此意境上有了禅位, 禅师为其为敬而非道, 道位般若, 则悟无自信, 信无有自责赫得未然。 禅师以自定之刚领以虚无观及自然意全解装文之意, 在批评中仍显禅学宗旨之绝对标准, 我们无从见出禅师之言对于根桑楚义文之文意妙解, 道是可以见出禅师在批评文字中又透露 对于禅门佛学的阐述, 阐述的重点在于意识主体在般若智慧的观照下, 有主宰有运用, 非一位其一生死是非利害, 对现实有主张而非一位顿不得已以养中。 总之禅师以意定位装学未虚无自然之学, 而佛家的智慧人士一基及精神, 要在不执着之际定出道理。 其实装禅之间在本体论的实存体性上是当然不同的, 装学已逍遥无呆定位本体体性, 基本上仍在现实世间求取生活意义, 却又否定现实世间的既有价值, 深不能离世而求所欲出世, 故而功夫有须无想。 禅门则在般若空会中确立本体体性, 理想的价值没有是出世间之居限, 所欲在彼岸然所行在此案。 虽然两者对于现实的执着共同抱持舍离的态度, 因此在功夫的形式上若有会通, 然而装学终究对于现实魔所挺立, 没有目的性的积极主张, 故而禅门总定之为虚无之道。 以禅门观点定位装学意却为此意, 故而装学之精彩则需另立架构, 然因装学宇宙观虽或有神仙思想, 但世界观架构不明, 意味有深入发展, 更因其无轮回生死观, 故而终究不能会通装禅, 以装为禅禅师不许理当所然。 二十七禅师以汉义泛义虽引用老庄概念却非观义理。 颂如曰, 佛是将老庄文是其数。 此颂如之妄也。 比老庄以太极之先为无, 以太极之后为有, 以无为是, 以有为非, 则有无之见为消, 是非之情为敏, 即此便为轮回之根, 虚妄之本。 而旷心之焰之, 取之舍之乎。 虽自卫由虚和莫, 体道之极, 而堕于虚无之欲, 赋于自然之将。 因尘有味, 果招有漏, 以知拟禅, 不由何博之望海若栽。 颂如乃为佛是将老庄文是其教, 则何其敢于乌佛也, 且佛说诸经, 聚在老庄之先, 其佛先取老庄文是之余。 自汉以来, 诸经叠至, 闻虽游义, 一时初犯, 其义诗自敢取老庄文是之余。 但义泛成华, 必用此方言句, 而此方谈道之书, 老庄谓罪, 故多取其文, 而意义甚书, 不可不查。 有诵如以佛家思想出自老庄, 禅师辟之, 为佛家思想源于印度, 佛说经典时先于老庄, 且汉义佛典引用汉字以及老庄词语乃是所难免, 然而义里有别不得混满。 其实这是中国哲学史上常有的现象, 道家在中国本土哲学发展历程上除了在佛教输入之后由佛教使用较多的道家词汇之外, 在儒家哲学史的发展上, 由于道家行上思考的进步史的秦汉之际的儒学作品亦大量引用道家词汇, 同样的, 在宋儒的义礼建构上亦再次引用未进道家的哲学词汇, 而哲学词汇的借用可以非观义礼, 因为观念的确立必在一言说情境及言说脉络之中, 且在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的观点下, 哲学史上的不同学派专家常常有共同的哲学问题意识, 因此有共同的研究主题, 但是因为彼此的观点不同, 所以有不同的主张, 但是在观点的表达上对于哲学词汇的使用却常常是共通的, 如果与不同学派皆有相同的哲学词汇及以为各家的哲学观点都相同的话, 那真是哲学研究的重大失误了。 事实上我们以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来做的三交的一理简别就是在处理这样的问题, 即尽量将哲学观点的陈述制放在哲学问题的脉络中来认识, 于是其差异的明显度即增加了。 禅师已在宇宙论的认识上到家庄子建立了太极有无的宇宙发生论观念, 诸、二十一,如此一来即进入佛教哲学所主张的万法因缘深而无实性的谬误, 即执着一个太极之后之有以及一个太极之先之无, 即已惊艳世界的生灭未亦实在的有无历程, 这就是进入了对于生命现象的执着意识之中, 一旦进入了执着, 则生命主体便在这个自我构作的世界中随其轮回生灭不已。 在这个宇宙观中所进行的功夫活动一中就仍在一个轮回生死的因缘网罗之中, 而无出奇。 由此可知佛道之间都有功夫活动的理论, 但是因为两者的世界观不相同, 因此功夫活动中的奇相辨自不相同, 所达至的境界一级不同, 功夫境界不同, 则表面上的词汇之何用即绝非关乎一理之事者。 二十八禅师以庄子其物论位舍己因物时未究竟。 乃作,其旨在舍己而因物, 夫物之不其者, 妄行也见物之不其者, 妄情也。 以理破情, 则无不其之见以性夺行, 则无不其之行。 精途欲舍己, 而己之情未破比欲因物, 而物之行未虚, 安得未究竟之论哉。 庄子其物论已破除主观的成见而使所建立之一切论指之基础消失因而其同诸论, 基本上是一个认识问题上的境界哲学, 然而禅师却以之为一言说宇宙现象之境界哲学。 禅师以其物论为其同物形之论, 见物不其为心理意识的结果, 物有其行为直望未真的结果, 都是一个意识构作, 若能当下认识一切事物乃心时所期限者, 则自无不其之见更无植物为行之律, 精庄子论于其物以舍弃己己我因物自然为之, 实则舍我而迷情因物而忘之, 我与经验世界两者皆进入另一种执着之中, 因其不识万法为实之意, 故皆为就近见到。 然而如此诠释其物论意指或非公允, 其实禅师在论说于庄禅之间的许多争辩, 从来都是站在佛家世界观与功夫论的基本知识立场的发言, 首先不能还原庄子哲学的理论面貌, 其次不能进行哲学体系的公平比较, 以禅师之学位进入而阅读如道则亦诗意远, 然禅语如道非不可比较, 但是在观点的细节处比之无意, 应在基本哲学问题的架构上做出体系性的理解与诠释之后, 再来直接映照则意见其一同之关键。 二十九禅师批评庄子言于安实处顺之说仍未争破生死者。 庄生安实处顺, 是生死位一条, 能其生死而已, 未能忘生死也。 未能忘生死, 又安能无生死灾。 若无事之学则不然, 亦真痕迹, 生而无生也妙体长存, 死而无死也。 生乃换生, 生即不生也死亦换死, 死即不死也。 夫如是, 只为之无生死可也起但约人之不能胜天也而安之灾。 禅师为庄子之说未能其生死而未能忘生死, 实则庄子之生死观背后有一个气变聚散的生命观, 而尚无人死为鬼魂之说者, 故而生命的流程自然在于气化世界中流通, 生死未必然并无造化的私欲在, 故而在心理上直接接受之而无怨惧, 实意逍遥洒脱至极之论也。 然而佛教的生命观位在一主体意识的生命历程中流转, 如果能自作般若功夫则此一流转粒粒分明清清楚楚, 故可谓真无生死可言者, 禅师以此批评庄子之言于生死观者时未真望生死, 故而仍有关乎生死之念律思维在, 而佛家之般若功夫时为无生死念律的一种境界, 故禅师以智慧为究竟。 然而究竟与否乃依据以世界观的观念架构, 而世界观的观念架构之正真又决定于功夫历程之清楚交代以及切实进行, 在没有功夫历程之实践之前这一切的世界观的言说都只能是一假说的系统, 于是所有中国哲学在论理的层次上之真便实为多此一举, 因为世界观的义理背景对于学人而言乃是一坚实的信念, 不同系统的义理观念都有不同的世界观的背景, 如果没有在这里澄清, 而欲言论于观念之是非, 则无益于学理辩证。 三十禅师对无明观之是解。 问, 今言众生借起于无明, 若无明未起, 则浑然一真, 无诸众生是借乎。 未依正二报, 由业而有, 业由无明而有, 无明依真如而有。 然无明时无始起之时, 晶云, 妄原无始, 是也真知与妄, 二具无始, 而真体不变, 妄体全虚, 故约本来无妄。 依据佛教哲学的基本观点, 经验世界的一切现象是在一个无明液染的结构上出现的, 但是经验世界并不就是全体一无明, 经验世界之为无明是就着意识主体的境界而称其为无明的, 也就是当意识主体是清净的时候, 它的一切业原因一的环境也是一个清净, 也就在这样的基础上还原了经验世界的存在的价值, 故而无明时依真如而有, 经验世界并非是一个不存在, 它是存在, 它也是本来清净, 因此无明就成了一个意义上的无明, 只因众生界多在迷雾状态中, 故而众生所夜染之经验世界之一切分云多以无明说之, 并多在意无明构作中再造夜染, 然中就仁是清净, 故而清净是就着存在的本体以及成佛的境界说的, 而无明是就着存在在具有孽然的意识主体的意义上说的。 而说, 望远无始, 是说作为一个意义上的无明, 它并没有一个终极的根据, 终极的依据只是一个清净的缘起, 无明只是在一大缘起中的迷雾众生的自我境况, 所以它是一个本来无无明, 本来清净, 故曰, 本来无往。 夜染构作在一个无明之境中的构作并不构成存在的永恒性, 即非存在的永恒性即不论其存在, 即为无始, 无始是就着它的实性之不存而说的无始, 不实存故无始, 并非就着宇宙论的问题意识而说的无始, 而是一个本体论问题意识下的意义的指出。 就宇宙论意而言, 佛教义令说沉住坏空, 多竭力沉之事。 三十一禅师以佛家体用观言真如批评如家里一封书说, 问, 真如一而以, 何以分为诸众生? 曰, 有分为分者, 局于行者也, 真如超于行以有以不一者, 有于数者也, 真如超于数以。 其有时为一统体之真如, 有时为各聚之真如哉。 盖众生各聚者, 即聚此法界之全体法界全体者, 即全此众生之各聚。 就其不知辨之体而言之, 未尝意也就其随缘之用而言之, 未尝痛也。 体不离用, 同而异者也用不离体, 异而痛也。 无始以来, 本字如是, 而求其何以分, 果可得乎。 禅师以体用说谈真如, 此时真如乃作为佛教哲学系统中之最高概念, 既是作为本体亦是作为成佛之境, 且是在于本体论境录中言说功夫, 佛家之功夫当然是以体空正空来说的, 真如即言说主体正空功夫所致之境, 此境就重成佛者而言, 内容时以此不变之体, 此境就在历程中的功夫及主体的境况而言, 未多, 此随缘之用。 禅师以此佛家路数谈作为佛教哲学最高概念的体用一同, 是一个主要在功夫境界脉络中的谈法。 珠希不然, 珠希谈理一分书是在一个作为客观认识的存有原理的整体与各物之别, 虽然总体有义理, 各物有重理, 但是总体一太极物物一太极, 及其中极作为道德意是创生万物的太极原理是共同接具的, 但是人不妨碍事物各有自己的独立的成物之性, 故而理一分书, 有分有未分有意有不一, 这是一个站在宇宙本体论的视野的命题, 是就着事物谈其存在的原理, 并不是就着主体谈其功夫的活动。 但是珠希一谈功夫, 既然物物一太极, 于是格物穷理尽性致命, 指此物理此性命为一道德意识者。 似乎是有人以珠希的理一分书说与禅师讨教真如之一意问题, 而禅师有意言之如上, 然而禅师之批评, 时亦可语解消, 指其分清禅师在功夫境界中研真如本体之体用关系, 以及珠希在现象世界谈其事物存在之各个总别之本体论原理者是不同的思维脉络即逝。 三十二禅师离清如禅之别 空谷龙座中间为宋儒之学接出于是 经诸儒之书俱在果的之于是乎 若未知诸如之所得即逝世之道, 则非读不知如且不知是义 即为其著述之语, 见用内典四得之于是, 不知闻同而理时窘别 若知此以为如出于是, 则是典用如与谓由多, 亦将谓是出于如乎。 以禅谓如故为禅师之所斥责, 然而以如为禅更亦禅师之所批判者, 实则哲理之却亦旨在哲理之演义之本身, 非观历史因缘, 哲学乃追求真理的理论工作, 并且是追求终极真理的理论工作, 观念是在一个意义的脉络中的境界, 观念的争议不决定于历史的因缘, 虽然观念的发生全都在历史的因缘中。 以观念发生之事件为观念的意义 则是思想的混乱, 是我被哲学工作者应深以为警惕的重点。 另一种混乱是以语言概念的使用 为观念的意义的追索根据, 以如家用佛语而认如为佛是一大妄谬, 同样的以佛家用如语而以佛源于如更是一大妄谬, 文字概念是表意的工具, 任何哲学皆需借助文字以表意, 不同哲学体系亦使用同样的概念来表意, 然而有题目的表意, 有材料的表意, 有主张的表意, 有问题意识, 有思维脉络, 有观点主张, 这一系列的认知如果混淆而仅以若干概念之共同使用即以其为相同理论者实为另一种哲学研究的重大谬误。 然而哲学史上的如佛之误解义皆多为此类之基本错误。 禅师之言即是, 三十三禅师以陈珠阳明之心性论为情识之构作。 佛式论性, 多以知觉言之, 然所谓知觉者, 乃灵光独漏, 窘脱根臣, 无呆而知觉者也。 阳明畅良知之说, 则知呆尽起, 尽灭之王, 岂时性知光呼。 陈珠论性, 只以礼言言, 未知觉乃心, 心中所惧之礼为性, 发之于四端为情, 阳明之良知正情也。 即欲生观之, 则此情将动为动之间, 有灵灵不媚, 非善非恶者, 正心也, 岂时性知礼呼。 大都阳明之学, 主之以儒, 而亦之以禅, 故觉其今生明妙, 仅害世俗, 而不知只作此昭昭之灵之中。 此昭昭灵灵者, 乃慧安以简之沙, 而世世生喝味生死本者也。 乃亦之辟逆古今, 夸未独得, 不亦谬呼。 阳明言良知, 陈珠言性情皆为以道德意识为本体之主宰之思虑者, 禅师以其有之觉性情者又皆意识造作之情时, 而略去其为道德意识之一面, 即便有道德意识, 禅师亦认其为善念之执着, 即便将动为动之计, 意识之为无名妄识之始, 总之, 只要未能以佛性之空会为本体主宰之认识者, 禅师皆以其为无名意识之随夜逐流, 这是由心性以言功夫时之如佛不通之处。 儒学内部有一个由道德意识主宰的心性在, 佛教内部则是其一切有畏意识为无名业力, 只此便是两者中不得沟通之处, 欲解除两者之不通, 唯有将本体论与宙论一起解明, 使见出其根本无需比较也不能会通, 因为两者的世界观根本信念实为不同, 强卫互非只多生误解。 三十四禅师赤则以阳明学为禅之说, 龙兮, 近兮二老, 讲阳明之学, 而多用禅语, 非有德于禅, 乃亦如解禅也。 以如解禅, 禅安得不如哉。 然自为他家语, 无足怪者。 智着无乃为二老之学, 可当别传之旨, 凡为僧者, 暗头不宜少此书, 此何亦换中作问乎。 习人戒禅语以义道学, 经人返戒如语当宗臣, 大道不明, 群芒相获, 无不知明明之何时但也。 禅师认为阳明后学多有禅语者其所论人为如学, 非观禅学, 有人认为阳明为禅甚至发黄禅叫应语习之, 禅师严正反对。 实则阳明后学之禅于禅者有二义, 亦为两者皆为本体功夫之强调者, 二为阳明后学强调无善无恶之功夫, 亦勿为禅语, 实则阳明后学论于本体者是为道德本心, 至其功夫行事则多有高妙则是行事上之类禅而非内容之时禅, 本体功夫皆当下直结, 为心法之所对人有其相, 如者其相于一道德意识, 佛家其相于一般若本体, 行事可同, 内容实义, 此意义于本体, 此同指示行事, 有学人不解混同两者, 禅师斥之即是, 此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之得以究明之处。 禅师注录至此已将皆为中国佛教内部宗派功夫一礼别义的书清, 此意全为佛理内部之事, 精彩更见, 由于本文篇幅已过长, 全解工作令呆他愿, 暂解至此即可。 三, 结论 本文以禅师哲语为全解对象, 在全解过程中注重以功夫境界宇宙本体为架构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作为全解的分析途径, 在讨论过程中我们厘清了许多如是道三教比较的哲学问题交错之要点。 就佛家而言, 从来不否认道德意识作为如学体系根据的重点, 但是却在哲学表达形式上提出许多批评, 然而这样的批评多为一个基本哲学问题错置的批评, 至于对道家的批评, 除了是一种基本哲学问题错置的批评之外, 还有基本哲学命题认知错误的情况, 可谓道家在哲学史上被误解的较多之故, 至于禅师所依据的佛教哲学, 则不是哪一个特定的系统, 而是以功夫修正所需之意里牵涉及使用之为批评讨论的依据, 这与禅宗作为一个只做功夫不论哲理的基本性格是符合的, 但是我们在全解的过程中仍然重视佛教教义的合理性, 以及禅师对佛教哲学概念在使用上的意义脉络之说明, 亦使得禅宗的功夫活动的意理根据得以面貌清晰, 论理有据, 然并未进行此所据之佛教义理之思想时脉络之梳理, 但以之为禅师总和中国佛教之个人解悟即是禅师已如此使用, 即已为哲学史上之事时无人知全解义暂进行致辞。 我们在中国哲学研究上有一个基本的信念, 哲学起于智慧对真理的探索而建立观念形成理论, 因此如是道各自代表了不同的心灵智慧之方向, 而各自构造了理论系统, 背后是一个世界观判断与理想人格期望之差异, 因此就三教而言, 时无可会通之处, 禅师此文艺基本上是这样的立场, 特别是针对共同在中国文字传统下的如是道三学之文字混漫所迷而误以为三教皆同的思想混乱之离清。 至于佛教内部的经论宗派之差异, 时应为一论说领域以及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差异, 至少可以辩论个是非, 而不是一个智慧心灵奇象的差异, 所以佛学内部的宗派论说应该可以会通, 而这正是有信念的佛学工作者应该努力的方向, 认为不能会通而言与区隔者非关乎终极智慧之学。 我们于全解过程中唯一难以梳理的是禅师有仪器横存的说法, 这又如何与为实学理作义理合构, 亦或我们应该思考旧宇宙论的基本哲学问题而言佛教哲理系统应可开发出一个由意识收射宇宙变现之外的说理系统, 果其然乎, 其应为何? 此或为作者自己人应深思之事。 1. 参见、续藏经、永绝原贤禅师广路, 卷30,小于福州古山白云峰涌泉禅寺四永绝贤工大和尚行业区济大鱼, 小于古山永绝老人船大鱼。 2. 参见、续藏经、永绝原贤禅师广路, 卷1. 3. 永绝原贤言, 席于居河山, 因诸如有所问辩, 乃会通如是, 而作一言, 子行以二十载, 参见前书, 续一言, 小于字续大鱼。 4. 参见、续藏经、 永绝原贤禅师广路, 卷2. 十九, 以下隐闻皆同, 故不再住。 5. 永绝原贤禅师亦有若干神通世纪见载于策, 为其不许弟子多言, 恐是人更起贪质而误入歧途。 种种灵异, 师皆谢扶居, 借物许传。 同住一, 6. 参见孟子告子篇, 告子曰, 生之谓信, 孟子曰, 生之谓信, 也, 由白之谓白语, 曰, 然。 白语之白也, 由白雪之白, 白雪之白, 由白玉之白语, 曰, 然。 然则犬之信, 由牛之信, 牛之信, 由人之信语。 7. 语出孟子告子上。 8. 参见, 怀男子, 小鱼替真偏大鱼, 道出一元, 通九门, 散六渠, 设于无该殿之语, 既莫以虚无, 非有位于物也, 物以有位于己也。 由此观之, 无形而生有形, 亦明矣。 小鱼天文偏大鱼, 天地未形, 逢逢逸逸, 动动竹竹, 故曰太昭, 道始于虚阔, 虚阔生宇宙, 宇宙生气, 气有牙齦, 清阳者宝弥而为天, 重酌者宁智而为地。 小鱼精神偏大鱼, 谷畏有天地之识, 为相无形, 咬咬明明, 盲文莫名, 哄蒙红洞, 莫知其门, 有二神混身, 惊天淫地, 恐乎莫知其所终极, 掏乎莫知其所止息, 于是乃别为阴阳, 离为八吉, 刚柔相成, 万物乃行, 凡气为虫, 精气为人。 九, 参考捉住小鱼王毕哲学的方法论探究大鱼第十四届国际艺学大会, 中华民国易经学会主办, 一九九八十一月台北十, 作者认为, 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哲学, 可有抽象性真与实存体性之两路思维在, 前者言于最高概念范畴的抽象性真, 后者言于终极意义, 前者可通如是道, 后者三分如是道, 参见捉住, 反者道之洞, 一书之上偏小于老字行上学的两众进入大于台北宏太出版社, 北京华文出版社, 十一, 语初, 维摩结晶, 十二, 参见, 新编中国哲学史, 第三卷序论业务, 劳斯光哲, 台北三明书局, 十三, 我们对本体论术语的使用应急同于前辈学者之行上学概念的术语使用意涵, 十四, 福导, 在太极之仙儿部位高, 语初庄子大宗师, 十五, 参见, 是故意有太极士身两仪两仪身四象四象身八卦八卦身即胸即胸身大业, 语初一系词上传, 十六, 语初一系词上传, 十七, 十七, 参见, 捉住小鱼从张恒曲的思想看如道佛存有论之比较大鱼, 存在与价值研讨会, 台大哲学系主办, 一九九一年五月, 该文可参见作者网站 http 双斜线 whoafun.hfu.edu.tw 斜线取代符号 BOR UI 十九, 参见捉住, 反者道之洞, 上篇, 台北红台, 北京华文出版社, 二十, 参见捉住, 庄舟梦蝶, 小于其误论大于台北书全, 北京华文出版社, 二十一, 此一观念十余一传发挥之, 参见住十五, 2321E C605 EB54FD76AF44878FR7A2163912321E3AF004EB60FE5A0D3B5C8FR72CA232C2AW06BB6111, 19F1620AFD82B4A179B63261007562OK9Text斜线HTML 29Friday26November2015.50分37秒GMT282034AF-18994-495E4D36454003Heights6100756, 台大哲学系, 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 度保锐资料, 教学课程, 学术论文, 专书著作, 学术资源, 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首页, 向上, 功夫境界世界观世易, 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现代中国哲学在台湾的创造与发展, 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反省, 当代老学道论研究的基本哲学问题解析, 当代新儒家哲学在台湾的影响与理论反省, 对梁树明东西文化与哲学比较观点之反省, 对傅伟勋谈中国哲学工作方法及方法论观点之平息, 冯友兰对中国形上学论变的方法论解析, 冯友兰心理学建构的理论反省, 冯友兰此在世界道德精神重建如学的理论建构, 冯友兰, 《真元六书》中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冯友兰, 《真元六书》对中国人生哲学精神的比较观点, 对木宗三谈宋明儒学之所以为心儒学意见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谈宋明儒学之课题与分析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诠释周连希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谈章载道体性体心体意的方法论反省, 是论木宗三哲学的如佛会通, 从木宗三哲学谈如佛会通的方法论探究, 对木宗三宋明儒学诠释体系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批评珠希与成一致大学权势的刚领性意见之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珠希以 大学为规模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珠子中和说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珠子仁说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珠希诠释的方法论反省, 当代宋明儒学研究与中国形上学问题意识, 中国哲学的真理观问题, The Question of the View of Truth in Chinese Philosophy, 对劳斯光先生宋明儒学诠释体系的方法论反省, 对劳斯光先生道佛诠释的方法论反省, 对方东美论中国形上学的方法论反省,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Buddhist Study of Thom H. 方东美对中国大臣佛教义宗教义哲学的基本立场, 方东美对大臣佛学中国化的诠释立场, 对唐军义高举儒学的方法论反省, 档案下载, 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摘要, 本章之作即为本书的核心工作, 文中将直接提出作者对于中国哲学方法论的严丝观点, 气域借由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这一组基本哲学问题的意涵与使用, 及其与形上学基本问题的交涉互动, 而建立起一套由本体论宇宙论及功夫论境界论四方架构的 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的诠释架构, 文中将建立并讨论以下诸多观点, 一,当代中国哲学研究需有同时描写如是道各学的共同语言, 二,中国哲学的理论体系是人生哲学本位的形态, 三,禅宗哲学是专讲功夫的佛学意理形态, 四,寻找共同的基本哲学问题是发掘共同语言的要点, 五,形上学问题是一切哲学问题中最基本的哲学问题, 六,本体论,与,宇宙论, 是形上学研究中的两种基本问题意识, 七,中国哲学体系中的形上学世界观都是作为功夫境界理论的基地而涉言的, 八,功夫境界哲学在理论体系中的使用意义, 九,形上学世界观与功夫境界哲学的先后关系, 十,中国哲学家自身的人格景象是与他的理论图像一致的, 十一,本体论和宇宙论对功夫操作是两种不同的思维脉络, 十二,宇宙论进入的功夫与本体论进入的功夫是并合得发生的, 十三,境界哲学的语言也是宇宙论与本体论同时使用的, 十四,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方法, 十五,如是到各学术传统的体系别意中就仍是各种人格形态的差异, 十六,功夫理论可以有修养论修炼论修行论三种形态, 十七,宇宙论进入的功夫理论需要有一个,人体宇宙学, 十八,人性论是人存有者的本体论哲学, 十九,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分析方法, 二十,哲学理论的形态区别之要点在世界观, 二十一,境界理论是分别哲学形态的绝对标准, 二十二,宇宙论是一个知识性概念, 本体论是一个观念性概念, 二十三,以功夫论替代心性论并强调宇宙论, 上述诸观点将共同汇集成为本书中所将提出的一个 关于中国哲学方法论的核心观点, 以及一个,以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未进入的基本哲学问题的诠释架构, 本书中的其他章节特别是书中最后的四章 都将以此一方法论为思考架构而进行一里扩生的理论开发工程。 前言 本章之作十集本书对于中国哲学方法论之探讨的最核心工程, 本章将讨论、功夫、语、境界, 这两个哲学名词, 期望将之提升为一组基本哲学问题, 而得与本体论与宇宙论共同构成研究中国哲学的分析架构, 这个努力的工作进程, 原是为了处理中国禅宗哲学理论之描述系统而做的准备工作, 期望透过语言使用的开发, 而致禅宗哲学的讨论, 能在更广泛的整体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内来解读, 从而使得禅宗一礼的研说活动, 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研说活动中的一个进程, 带动整个中国哲学研究的事域开展。 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考量, 是因为禅宗哲学在整个中国哲学研究领域中是属于风格特异, 一直深奥幽影的一组哲学体系, 多年来难以在学院内被学术界有论证性地, 有普遍性地, 有共同语言的讨论者, 它总是如一由骑兵团的独立驰骋在学术活动的边疆地带, 这与它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已有的显赫地位颇为不称, 近年来两岸学术界对于禅宗哲学的论著以显距规模, 以然而纯就原禅宗入哲学的中国哲学研究进入, 知解读禅宗作品的理论架构之需求而言, 则仍有广大的哲理开发的空间, 一、当代中国哲学研究需有同时描写如是道各学的共同语言。 问题的关键乃在, 禅宗哲学以及中国大乘佛学的学术语言与一般哲学界的学术语言上未有彼此相弃的交流, 禅宗哲学的问题亦是不亦被理解为一般意义下的哲学问题, 不亦予以基本哲学问题的思维脉络, 二、来认知,不仅禅宗哲学如此, 整个大乘佛学亦然,不仅佛教哲学如此, 中国道教哲学也是同样的情况。 这就使得, 中国哲学的研究进入, 有着再如是道各家中彼此乖格的现象。 对于这样的一个背景的陈述, 并不表示作者认为当代的禅宗哲学没有理论工作者, 没有观念诠释者或没有意理开发者, 而是指出, 这个理论活动的现况, 仍在佛教哲学自身的文字表述系统内进行, 他所使用的语言并不能交互转引地同时使用在儒家、 道家、道教的观念描述系统中, 既不强人屈己, 又能分辨一同, 在这样的现况下, 就使得禅宗哲学及佛教哲学的意理开发 缺少了一个带动当代中国哲学整体研究进程的重大意义。 基于这样的研究目的之需要, 所以我们要为禅宗哲学的意理诠释活动注入新的工作方法, 那就是站在整个中国哲学研究的观念阐释, 体系建构的理论活动目的上, 提出可谓如, 是, 道诸学所共同适合使用的语言描述系统, 以便彼此的, 差异, 同合, 论辩, 援引, 知诸多理论活动得以在共同的文字系统内流畅地进行, 这应该正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前导功臣之一。 二, 中国哲学的理论体系是人生哲学本位的形态。 这个作为共同使用的描述语言, 就是本文要处理的功夫境界哲学的概念。 为什么这个语, 言准备的工程要从, 功夫与境界, 这两个名词来下手呢? 这就是本文的理论工作整个的要探讨的问题了。 我们认为, 整个中国哲学如是道三系的理论归结都是一个人生哲学进入的观念。 建构体系, 理论建构的最中标的是为着提出, 我应该怎么做, 我要成为什么, 的人生根本, 的理论问题, 所有, 世界观, 形上学, 天道论, 以及社会, 政治, 历史哲学, 等的理论提出, 都是为着这个人生哲学的观念研说而提供理由的, 一直以来我们的哲学研究都非常的哲学化, 也就是非常的思辨化, 也就是总是盯着形上学, 社会政治哲学等的观念主张而做着理论的。 简别工程, 然而却对于人生哲学问题中的操作系统, 修养理论, 修炼知识, 修行哲学, 等的, 理论地位重视不足, 总是将知智放在一个背形上学解释的从属地位, 也就是说我们知识活动, 的现况是, 理性的关节多而实践的感通少, 对于整体中国哲学深刻的体现在现实生活的经验, 需求, 企图, 的心理形状, 总是在我们的哲学活动的理性思维中被冷静的置放一旁, 于是我们的知识活动的内在情况成为了理性思辨的一往之前, 我们总是在寻找理由, 发掘观, 点, 建构体系, 成为学派, 我们被理性的观念理解终结了我们的人生学习, 我们忽略了中国哲学家身体力行轻正体, 贴的原始工作形态, 我们遗忘了所有重要的中国哲学家都是自身, 真一身是他的哲学理论的观点, 写照, 他的形意是他的理论形态的实践历程, 他的人格是他的理论成立的最终正立, 所以他的操作系统才是他的哲学的真正内在理论, 我们给他一个名词叫做功夫理论, 这就是我要怎么做的问题, 也就是圣读, 诚意, 心斋, 作望, 无畏, 饱经爱气, 不失, 禅定, 主净利人籍等重要哲学概念的真正立足点, 功夫理论, 就是要将这些关于自我锻炼的操作哲学当作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哲学问题, 最后, 他的理论中竟在于提出一个完美人格的典范, 他的世界观和自己的人格景象统合, 唯一, 他获得了一个感通天的宇宙的理想自我人格, 不论他的称谓是圣人, 君子, 贤者, 真, 人, 神仙, 菩萨或成佛, 我们给他一个名词叫做境界哲学, 也就是我要成为什么的问题。 三, 境界哲学就是要将这些完美的理想人格典范当作一个重要的基本哲学问题, 作为中国哲学研究的标的。 三, 禅宗哲学是专讲功夫的佛学毅理形态。 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是我们为中国哲学作品解读工程的描述系统做准备的使用语言。 我们企图从功夫与境界的理解进入, 重新认识中国哲学的理论作品, 从功夫的操作, 与境界的彰显, 来诠释中国哲学作品的理论真相。 我们以为这样的研究进入, 却正是诠释。 禅宗哲学作品的最佳进入, 禅宗哲学的问答对话完全是一个功夫的操作与境界的调动的活动。 禅宗哲学的理论作品完全是, 从功夫说境界的研说系统, 禅门理论特出于中国大乘佛学的根本性格完全是体现在它是一个专讲功夫的佛学一理形态。 四, 我们以功夫与境界的思, 为脉络来讲述禅宗哲学的理论观念, 将会有极为相应契合的理解结果。 更有盛者, 禅宗哲学, 自以为是抓涉住佛教运动的根本关键的, 如果这个情况显示了相当的正确性, 那么这个是何? 与解读禅门作品的功夫境界语言, 亦将是能够抓涉中国哲学儒家, 道家, 道教理论的根本观。 见得的, 这就是我们前文强调的中国哲学是一个归属于人生哲学形态的哲学理论体系, 故而, 他的理论思维的运行脉络的核心意义是一个功夫的操作, 而他的体系建构的终极意义则是一。 各境界的开显, 所有形上学, 社会政治哲学的理论语言只是这个功夫与境界哲学的转语, 转。 出去以客观理性建构的哲学体系来提供功夫操作的理由系统, 转出去以外在世界的真相描述。 知说法来替换那个在自我心中早已设定的理想世界, 实质上整个内外打和主客交涉的关键服。 凑都在理性活动的功夫心法的运作之中, 仅仅因为描述的需求与语言的使用, 而有着诸多论。 学的言说系统, 今天我们就是为要还原这个观念思维的原始形式, 所以提出这个功夫与境界的语言使用, 企图为更精确的诠释传统哲学作品的观念内含而做准备, 这就是我们提出功夫与境界概念来使用的意义所在。 4、寻找共同的基本哲学问题是发掘共同语言的要点。 我们一再宣称, 中国哲学的当代研究缺乏适合使用的语言, 但是中国哲学的当代研究却正式蓬勃发展的高潮时期, 这是不是有些矛盾呢? 原来,我们所说的中国哲学研究是在一个 不偏于儒家、道家、道教、佛教哲学的整体眼光下的研究。 5、在这个意义下的研究, 确实是缺乏可以沟通数者而共同使用的基本哲学名词的。 从一般的角度上说, 各哲学体系都有它们。 自己的问题意识、思维脉络与观念主张, 也都有适合于言说自己理论系统的使用语言。 因此在语言的使用上有难以假借的现象是必然的。 然而, 哲学不过是回答一些基本的人声问。 提, 不过是说明这个世界的真理的言说活动, 当哲学的活动随着理解的进路不同, 而显现出。 言说成果的理论形态一有所不同的时候, 这些理论形态间的差异, 其实正是一些抽象层次相。 一、一些思维进程有别的诸种因素交织而出的现象, 所以我们如果要使用同一套语言来描述。 这诸种形态的哲学内容的话, 我们所要努力的重点就是要去调整各哲学形态的抽象层次, 将其抽象程度整体地提高到一个可以共同识别的水平当中, 也要个别深入地霸输个形态系统的。 问题一是, 将所有系统的理论观点深入到共同的基本哲学问题上来, 于是就有可能在意足共。 同的坐标系统中划定彼此疆域, 有重叠有交集也有绝对不相摄入的独立工作之部位。 这当然, 是一个哲学工作的理想目标, 然而当我们观察到中国哲学千百年来丰硕的成果尘埋于二十世, 既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以及当代中国人世界的审谜道错之诸种现象时, 这一个哲学研究的理, 想目标就显得既迫切又必要了。 中国哲学的当代研究取乏于中西哲学交流的学术环境中, 使已有着大量重要的成果、苗。 数中国哲学的哲学语言译早已细出多门灿然被译, 但是我们还是要提出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的研说进程来参与研究活动, 是因为这一组哲学范畴在解读中国哲学基本哲学问题的时候, 有着更具潜力的理解效力的。 以下,让我们先对哲学研究的《基本哲学问题》的哲学语言做。 一讨论 五、形上学问题是一切哲学问题中最基本的哲学问题。 什么是《基本哲学问题》? 《基本哲学问题》指的是在哲学史的眼光中所看出的各个部。 同时期的哲学体系都共同地讨论着的某些理论问题, 它多半就是所有哲学活动的理性分析道。 最后的根本问题, 例如,整体存在界的真相,天地的始源, 人性的本质,社会政治活动的。 根本意义,人类认知能力的极限, 人类超越自我的可能, 神性存有或鬼神存在的情况。 等等, 一个有经验的哲学工作者通常都能准确地找出他所研究的哲学体系中的根本预设, 这就是该哲学体系里的基本哲学问题, 一个堪称为哲学作品的理论对象, 或一位够水准的哲学。 家,都是以基本哲学问题的抽象深度及剖析深入而见长级别意。 若仅就个别哲学体系而言, 必然存在着理论焦点间的差距, 彼此侧重的基本哲学问题必有不同, 然而若就哲学史的眼光, 来看待所有的基本哲学问题的时候, 我们只就问题本身的抽象层次以及彼此的定位关系, 应。 该可以找出最为基本的, 基本哲学问题, 出来, 因为哲学的活动是在真理的关节之后化为思。 变性的理论文字的一个表述系统, 它就是为着哲学家所预提出的真理的主张提供理由的一个, 由理论体系所构成的预设系统, 这个最终的预设系统必然是被要求着考虑到所有的问题而提。 初的含概念最广的理论观点, 也就是有着普遍性最大的一套解释系统, 而这也就是一般哲学。 术语中对于所谓, 形上学问题, 所下的定义, 那就是对于整体存在界的看法, 不论我们研究。 任何一种理论问题, 它都需要有一套理由作为理论上的支持, 作为支持者的理论系统当然是, 要拥有含概念及解释性更广更大的条件, 而在哲学活动中, 一个有概念的哲学家, 必然是要 先对整体存在 借这个含概念最广的存在范域下一番结论, 从而才得以针对任何问题提出理由。 充分的主张, 所以我们说, 形上学问题, 是一切基本哲学问题中最基本的哲学问题。 六 我们研究任何哲学理论的时候, 必然首先要询问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所下的结论为何。 当然, 有些哲学家不仅对形上学问题提出明确的主张, 甚且理论文字中的主要工作目标就是, 在铺陈整个形上学问题意识的观念陈述逻辑, 那么我们会认为这个哲学家的理论工作是较为。 彻底的, 他的工作成果将作为许多哲学体系的理论预设来源, 他自身亦可明白清楚的由他的。 形上观念中推演出其他个别理论问题的主张出来。 假使有些哲学体系提出了对于许多问题的观点, 但是却没有说出他在形上学问题中的基本结论, 那么我们会认为他的理论工作还不够。 彻底, 他的观念主张必然仍要依附于别人的形上学观念之前提之下才得以成立。 又或者他虽然没有明确说出他的形上学观点, 而是用力于其他的哲学问题的开展上, 但是整个理论的进行却都是在一个有预设且一致性的形上 预设中发展的, 那么我们也会认为这是一个清晰的理论体系。 这就是形上学问题作为最基本的哲学问题的意义所在。 6. 本体论与宇宙论是形上学研究中的两种基本问题意识。 形上学问题是我们今天的哲学工作者共同使用的一个哲学名词, 这个名词本身有着。 他从西洋哲学的哲学问题意识中转介到中国哲学的哲学问题意识中来的一个引用过程, 也有。 这他在中国哲学的语言系统中的重新定义的一个过程, 也有着他在中国哲学的当代研究的名。 词使用上的若干关于语意辨析上的课题。 7. 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走到作者写作本书的此刻。 我想我们不需要再去罢书这些过去的理论活动的学术史轨迹, 我们要做的理论工作是在前人。 的基础上将中国哲学的理论研究往前再推一步, 我们要追究的问题是, 在以形上学作为最基。 本的哲学问题的意义下, 如何再强化传统中国哲学的研究成果。 此时, 我们首先要对形上学的问题意识做出一个在思维脉络差异下的一个基本区分, 那就是关于本体论问题意识及宇宙论问题意识的两种思维意识的区分。 8. 这是一个对于整体存在界的真相的讨论的两种角度, 一个是侧重抽象意义面的讨论, 另一个是侧重经验现象面的讨论, 当然我们这两个断语是吓得太过粗疏, 不过我们若要下得精细的话, 那就将会是一个, 自无是有以至于三。 而况自有是有乎, 无是焉, 应是以。 庄子其物论, 的无穷牵引的讨论了, 我们还是留待各个中国哲学作品本身的观念活动来为其解议吧。 7. 中国哲学体系中的形上学世界观都是作为功夫境界理论的基地而涉研的。 以上我们对于形上学问题意识的提出 以及对于它的思维意识的区分工作, 都是为着我们。 接下来的关于功夫与境界的观念探讨而准备的。 功夫讲的是操作, 境界讲的是状态, 然而讲。 功夫和讲境界却都是对准形上真理而未言说的, 意思是说哲学体系中的形上世界观都是作为。 功夫境界理论的基地而涉研的。 整体存在借有一个终极的真相状态被理解着, 这是哲学家对。 世界真相的形上观点的指明, 从而作为在提出人存有着朝向理想我的追求活动中的标的, 然。 而世界真相是一个客观的实然, 人存有着的理想状态是一个主观的形状, 这个主观的形状与 客观的实然的交涉是一个什么意义的观念呢? 当我们检视中国哲学理论作品对于人生目标的追求活动的理论解说时, 所有的理论架构却都呈现着这样的工作方式。 成者天之道成之者。 人之道、中庸、欲中有四大人居其一焉人法的的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自、观。 自在菩萨行身般若波罗密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心经。 这些是功夫操作与形上真理会合的。 语言、另外、天人合一、体用不二、能所欲如、主客交融,这是境界状态。 与形上世界合会的语言。 面对这许多中国传统哲学命题的解读、其观念运行的内在理路, 却 确实实是主体的操作形状与世界的客观真相的并未一式的讨论模式, 那么,我们对于形上学 这个在中国哲学研究中人的作为最基本哲学问题的概念使用 就必须有所扩生 对其概念的 使用意涵及其使用方式便需要有新的议定 这就是需要借助于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两个基本 哲学术语来否定的要点了 那么这两个名词的使用是如何安排的呢? 从理论建构的一理需求而言 先让我们假定义 经有一套宇宙论哲学的若干知识观念被接受了 然后再关于整体存在界的经验现象的知识系 统的确立过程中 最终人将有一个意义的判定 作为整体存在界运行的总标的 这就是一个 关于本体的说明 也就是一个本体论哲学问题中的主张 并和这个宇宙论及本体论的知识及 观念 共构成了这个哲学体系的世界观 也就是一个形上学的理论体系 这个世界观中的观 点主张 就又直接成为人存有者追求理想我的标的 于是人存有者得以在这整个宇宙论语本 体论共构的世界观的观念基地上开始进行提升自我的操作活动 这就是一个功夫论哲学的初 现 这个功夫论哲学的出现必须基于对人存有者的一般状态及理想状态有者在宇宙论之事及 在本体论观念的先在交代 从而领会出整个操作过程中的变化意义 它的操作理论是功夫论 哲学所要交代的重点 它的状态显示是境界论哲学所要交代的重点 它在功夫理论和境界里 论中的所有的观念交代都是直接取用于宇宙论知识和本体论观念的内容 于是一个客观的行 上学世界观的知识 成为一个人存有着主体操作的功夫与境界的语言 我们在认知者哲学家 的行上学观念的时候 不能遗忘了这个行上学的观念在中国哲学领域内的使用意义是一种在 功夫与境界的运作下的语言的意义 9. 行上学世界观与功夫境界哲学的先后关系 那么我们必须追问 到底是行上学世界观是功夫与境界的操作成果的保证 还是功夫与境界是行上学世界观的知识之出现的保证呢 这是一个语言上的调诡 并不是理论上真正有 问题 这只是一个言说脉络的规定的问题 就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在哲学家身体力行的思 为写作活动的生产过程中而言 它就像一个科学理论的假说与事物的过程 我们只能说形而 上的世界观与功夫境界的操作活动是病和途径的一种情况 就像阳明的格物活动 佛陀的修 行十九年 在他们成功的时候 也就是他们的理论完成的时候 至于就一个完够了的理论体 细而言 它的行上学世界观在逻辑上 当然是它的功夫境界之操作活动的可能成功的最终保证 而它的功夫与境界的操作活动 当然是人存有着在经验的实然上 确然的体会到这个形而上是 界观的理论意涵的真实性的经验上的保证 简言之 从观念的创立而言 创作者的修正与观 念的确立是同步的 创立以后 就学习者而言 从知识系统来认识时 理论是修正的保证 从操作活动来认识时 修正是理论的保证 就这个意义而言 也就是我们得以强调在中国者 学的语言使用的理解上 这个形上学世界观的语意 必须是在一个功夫与境界的操作中的理 解的道理 也就是说 中国哲学的形上学根本的说是一个功夫境界语言 而不是一个对于诊 体存在界的纯粹客观知识的关节的语言 它的客观必须先是在于一个主体的操作的成就之下 的客观 10. 中国哲学家自身的人格景象是与他的理论图像一致的 由此可知 在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活动中 我们仅仅是知道有着什么样的形上学世界观 的知识 这是最薄弱的一个理论活动的境界 因为作为一个理论的存在的形上学理论体系 它本身不能以一个知识的身份而单独的存在 它如果远离了主体的功夫操作与境界的成显 它就丧失了知识的存在的意义 甚至丧失了知识的客观性的保证 因为纯旧知识的理性建构 而言 它可以被任意的改变预设而摧毁整个系统 然而中国哲学的形上学世界观的理论体系 却不是一个仅仅是知识预设的理论系统 它是一个身体力型的轻振结果 所以关乎每一个中 这大家都是有着鲜明的人格形态 与它的理论解说成为一个完整的图像 而为研究者认知感受 亲养着的 因此我们作为中国哲学的理论 工作者的理论研究的进入 就是首先必须把握这种 功夫与境界的解读方式 从而在身体力型中体会着这样的 形上学世界观的经验上的真实意涵 更进而在理解的功课及诠释的活动中 真实的深入整个理论体系的奥运之中 以上的这整个 的言说 却正是那禅门宗旨中 不立文字叫外别传指指人心见性成佛 的言说应有呢 那么 我们要追问的是 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 可不可能存在着 不要去在生活经验中体 会而只在知识关节中认知的理论活动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可不可能存在着景 在于知识关节的进入上 而能全服掌握深入理解的 中国哲学研究的工作形态呢 可不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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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这是个奥秘吧 前已直出 行上学的问题意识又分两路 意为宇宙论的从客观经验现象上说 意为本体 论的从主观抽象意义上说 而我们又说 从意义关系的逻辑推演上说 即从哲学体系的描述 系统上说 行上学的观念是功夫境界哲学的理论前提 所以当我们实际上在运用功夫境界里 论的哲学语言 以及当我们在说明哲学体系的功夫境界观的时候 我们便要就行上学的两种 思维进入与功夫境界语言在使用的结构意义上 作意清楚的划定 十一本体论和宇宙论对功夫操作是两种不同的思维脉络 以下先简单的说明功夫理论的 在宇宙论意义下的思维 以及在本体论意义下的思维 的差异 中国古代秦汉之际有追求长生的信仰 以为服药可得长生不死 九 这个长生信仰 就是一个宇宙论下的观念 长生 是整体存在界中的人存在者的存在肉身在整体存在界长 远的时间空间泛域中得以长存的观念 所以这当然是一个宇宙论意含理的观念 而他们认为 要达此长生的目标 则是要服食 理论上的意义就是以物质性的直速来改变这个肉身的状态 所以这也是一个宇宙论意义下的操作观念 所以它的功夫是炼要服食 它的境界是长生状 太 它的意义成立根据是一个宇宙论中的肉身可长存于是的观念 这是一种最普直的形上学 与功夫境界语言的交涉运用 而在老字哲学里面 则可以看到本体论意含的形上学观念作为 功夫境界哲学的要见的理论模式 老字认为世界中的一切事物之运行是向着它自身的对反的 方向在前进的反者道之洞 又认为事物与它的对立面使病时发生的有无相生 这个反者道之洞即有无相生是一个本体论中的律则规定的观念 所以理想我的追 求救需要透过 弱者道之用 无畏而无不畏 的方式来进行 而其最终所达的境界就是 一个 无畏的心理修养状态 一个 态上不知有知的自我理解胸怀 所以本体论的形上 学预设对于功夫与境界语言的决定 就是使操作者进入于一个主体的心理调节活动中的理想 状态 这是和宇宙论进入的形上 学预设对于操作者的功夫境界决定 是从身体存在意义的 操作掌握来进行的方式相当不同的 十 在哲学体系自身的形上学形态中 只要它的形上学内含同时显现出宇宙论与本体论的两 种形态 那么它的功夫境界与研究 势必同时立即于宇宙思维与本体思维的两路上 而这又是 中国哲学如是到三学四后发展的共同普遍情况 从功夫境界哲学的研究进入来对待中国哲学 研究时我们颇有必须同时间看两者的需要 我们在理论上强调其一或排斥其一的做法 恐 怕都是不符合中国哲学的理论真相的 以上我们又对功夫与境界的语言使用方式 依于行上学的思维形态之分别 做出了从身体 存在角度上的操作与从心理调养角度上的修持的区分 这都是功夫境界语言在使用上的重要 简别 在这个简别的基础上将可以让我们区分更多更复杂的 整个中国哲学史上如是到诸学 的功夫境界理论形态 当然 随着中国哲学史的发展 哲学家们的哲学体系在行上学问题中 的宇宙本体或本体宇宙的观念设言越区反景 于是对功夫境界语言游行上学观念转出的使用 上 必然产生难度更高的语言形态 但是只要我们能把握功夫境界语言与宇宙本体语言的内 在结合则定能开创中国哲学理论诠释的新的空间 十二 宇宙论进入的功夫与本体论进入的功夫是并合的发生的 从理论研究的眼光来看 两种功夫理论的操作形态是有着在知识的认识上即可以区分有 在意理的本质上不能区隔的现象 这个观点的提出是总关于整个中国哲学史的功夫理论的发 展的情况而确知的 首先从形上意理的发展中来看 本体论思维与宇宙论思维本事并合的发 深的 当形上思维的内涵转位功夫操作的原理的时候 它便是直接的沉寂了两种进入的操作 意义 我们当然可以在知识的了解过程中予以区分而叙述 但我们更需在认识的深度上吻合 两者而与统一 当然在哲学史的发展过程中 若干个别哲学体系之建立的内涵 是有着侧 重其一的现象 甚且只论其一不论其二者 这又有两种现象 一种是它本身已预设在一个更 大的意理传统中 这个更大的意理传统 例如如学传统 道家道教传统 佛学传统等 本身 以在形上意理的本体论思维或宇宙论思维上 蕴藏了丰厚的观点 这个单一的新的思想体系的 努力目标 只把意理重点放在宇宙论或本体论或宇宙论进入的功夫理论或本体论进入的功夫 理论的开发上是极为普遍发生的情况 那么这就不表示它还是一个单一路线的理论主张 它在观点建立的同时 本就预含了自己的大传统中的许多基础 这是一种情况 另一种情况是 理论建立者本身并未有明确的大传统作为背景 只是一路读发的在哲学基本问题的某个领域 内创作 实际上这样的体系中的重要知识性观点 最终都将为大传统的一理建构所吸收 我 门单一的检视这类的作品时 仍然是抱持着宇宙论与本体论两种进入不能偏执的态度 事实 上 这第二种情况的理论体系 我们只是作为一种假说而提出讨论的 其实我们看不出来中 国哲学传统中的哪一家的理论体系在观念的言说上 不是预含着宇宙论或本体论的彼此对方 发展本体论的 总有对于客观世界认知的当代知识背景 这就预含着宇宙论的宇宙论的宗教价值等的先在信念 这就预含着本体论进入的思维 所以我 你们还是要说在一切的情况下 宇宙论进入的功夫与本体论进入的功夫都应该是并合的发生的 十三 境界哲学的语言也是宇宙论与本体论同时使用的 形上学问题意识的两种进入与功夫论哲学问题意识的两种进入 它们在本质上的统一性质 应该是理论建构上的必然结果 这几乎就是哲学史上心物问题之分和形式的一般现象 但 当我们检视如是道各传统在理论建构的发展过程 我们明确地发现各个传统的理论建构都有 一个宛和两者的理论形态 当然 它们的再度发展中又有分有合 但是两者的统一是我们 在理论研究中的基本态度 因为这不只是形上思想建构的实然 这更是一个功夫操作中的必 然 主要是人存有者的功夫操作是一个人格理想的追求 活动 以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语言来 说 就是一个境界的开显的活动 境界是一个主体的状态 它包含了主体的心理状态以及身 体状态 它包含了主体与社会与天地与宇宙的关系状态 在一个既为主体性又为整体性的权 面状态中显现着境界的意涵 所以描写境界的语言自须有着本体论与宇宙论的两种境路并行 宇宙论的语言描写存有着在天地宇宙世界诸意含下的存有状态 本体论进入的语言描写存 有着在主体心境意识状态的内在定位 作为人格理论或理想人格形状或人生意义或圣 人、真人、神仙、菩萨等的境界意含之诸概念之内含着 它本身必然预设了宇宙论进入的事 借观观点以及本体论进入的心性论或德性论或自性论或人性论等的观点 既然境界的状态 也是两路并成 那么作为境界的预设的形上观点当然也是两路同聚者才算完整 更且作为公 夫操作的论述及进入者当然也是同在两种意义下的进程 十四 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方法 当然 以上所言者是一个遍及所有大传统的理论建构之结构形式上的判断 这一个判断 也预示着我们对于中国哲学几大传统在全世界 是解读上的一个新的工作方法 这个新的工作方法 将首先诉诸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开发 首先着眼于哲学体系在本体论及宇宙论的两路思维脉 落中的发言 然后从功夫境界的理论需要的眼光中检视它的形上学体系 让理论体系中的形 上命题作为功夫操作的前提 以及作为最高境界状态的标的 从而使得本体论宇宙论与功夫 理论和境界哲学在一个动态的关系网络中同时呈现 使得我们对哲学体系的描述方式得以充 分发挥它的高度自由性 让我们的研究进入展现高度的灵活性 我们可以从本体论的进入来 描写它的功夫理论 也可以从功夫论的进入来描写它的本体理论 前者是一个理论体系的一 逻辑思维的往下推演 后者是哲学体系的由实践的进入来彰显观念的实际意义 而本体理论 与境界哲学的关系已然 此外 我们可以在宇宙论的架构中说明境界的意涵 我们也可以在 境界的彰显里定义宇宙的真相 前者是由上往下的传统的哲学推演逻辑 后者是我们新使用 的功夫境界语言对形上意理的陈述方式 而宇宙论与功夫哲学的关系已然 十五 如是道各学术传统的体系别一中就仍是各种人格形态的差异 当然 在这样的哲学基本问题的交错综合的整体性关系网络中 我们最终必须接受行上 学义理的建构 是一个人存有着的身心境界之开显的结果 所以他在理性上所预设的世界的 统一性在现实上的难以一致的原因 就正是人存有着各自开显的境界有所差异之故 所以我 门在极大传统的形上意理的观念争辩的理论活动的根本意义 其实就是理论活动者本身的主 体情况的本质差异所致 如是道各学术传统的体系别一 终究仍是各种人格形态的差异 境 界的不同其实是与形上体系的不同意思一样的 主体的境界与境界理论的建构是哲学家无从 解套的天命 形上学的命题最终是服务于这个今年累积的实证结果 所以我们对理论体系的 简别与认识正好就应该从这个实证的结果上来下手 也就是盯住理论体系中的功夫语言来进 行深度的认识 所以功夫论进入的认识方法将会是中国哲学之理解及诠释活动的最佳福凑点 因为由功夫操作的目标 也就是体系中所欲建构的理想境界的存有者情况 是直接与形上 学的观点相融通会的 由于境界的状态是必须明白指数人存有者的形状 于是对于天地宇宙 世界的态度便应该是极为直接的关注焦点 于是宇宙论的预设成为人存有者的境界的经验性 描述前提 同时收管本体论观点的真实意涵 于是形上学体系中的本体论与宇宙论观点变得 以在理想人格境界的经验性状态中清楚铺陈 这对于我们解读形上理论的深意是有极相应的 注意的 例如如世道的形上体系之一理之真 如果是至于圣人神仙菩萨的境界之别中来解释 那么他们在世界观中的现实性或彼岸性的区隔 就应该成为理论分析的重要焦点了 这时候 对于他们的单在宇宙论中或单在本体论中的同和别意之真 就显得观照面积极为不足了 16. 功夫理论可以有修养论修炼论修行论三种形态 如果我们抑郁从功夫理论的角度来解读中国哲学的理论体系 那么对于这个基本哲学问 提议式的剖析就必须更为精细 传统的哲学基本问题中的功夫理论 其实是散致在多种概念之中的 例如修养修炼修炼修行修持伦理 道德、人生哲学、功夫、功夫、实践等等 由于我们已经采取了原字形上学问题意识的两种基本哲学分析进入 即本体论与宇宙论两者 所以对于功夫理论的在座分析就应该以之为主 我们认为可以赋予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哲学一个约定专用的名词 称为修炼论 这主要是早期道教理论的类型 十一 还要给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一个约定专用的名词 称为修养论 这最好的例子就是儒家的道德哲学 此外由于佛教修行理论中的界定会三学以及止观二门中 已清楚显示是一种包含本体论及宇宙论两种进入的功夫哲学 所以我们也就暂以修行哲学来表示一种同时包含宇宙论进入及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我们已经说过 基本哲学问题的本体论及宇宙论之分而数之或分开建构是一个假设性的暂存状态 它并不是理论建构的成熟形态 所以称为修养论或修炼论的功夫哲学虽然是一个在中国哲学研究上的实际存在的概念 但是却是一个在意里的精粹发展过程下一定会被超课的阶段 它将只能作为各个哲学传统里的功夫哲学的一个现在阶段的形式而已 因此功夫理论的完整形式其实就是一个修行理论 就是只有功夫理论而无需再做细分的工作 然而仅仅为着中国哲学理论研究的地毯是工程之需要 这个功夫理论中的由本体论进入已提供前提所进行的心理锻炼形式的修养理论 以及由宇宙论进入已指出知识的身体锻炼形式的修炼理论 这两个概念的出现仍有其事实上的意义 17.宇宙论进入的功夫理论需要有一个人体宇宙学 在功夫理论的这三种形态的认识之中 我们有必要对它的操作及所产生的效果在做讨论 从知识的认识上我们可以这样的先进行 宇宙论进入的功夫理论必须有明确的宇宙论知识 系统 诸如世界的结构 材质 存有者的类极等 例如 有 人存有者 的存在 这是大家 不得不接受的必然前提 但是有无神性存有者的存在 如果有 它的存在的在世界观意义中 的结构 材质及存在形式 为何 人存有者与神性存有者 有无功夫操作上的主体转换的可能 例如中国道教哲学讲的 神仙本是凡人作 这就是一个宇宙论中 关于存有者类极的知识性 观点 它就将成为功夫理论的世界观前提 如果这个存在的类极可以转换 那么是怎么样的 意义中的存在直速的转换呢 这就是又要从宇宙论的人存有者的存在直速的知识来提供观点 了 就这个意义的理论需要而言 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基本哲学问题意识 即 人体宇宙学 的研究主题 十二 这就是一个对于人存有者的存在情况 从宇宙论的进入来描述的方式 它的理 论背景就是一个宇宙论哲学 它是宇宙论哲学的观点植入于人存有者的存在情况的知识系统 中国汉代哲学中的宇宙论知识系统的建构是特别发达的 当然它是从战国秦汉已降的知识 发展过程中而来的 在这期间建构了从宇宙论进入的人的存在情况的知识 例如和上公的经 气神人体宇宙学以及由之而来的宝生爱气的功夫理论 十三 十八 人性论是人存有者的本体论哲学 人体宇宙学 在以本体论思维未进入的修养哲学系统中是不需要建立的 它可以以一 各知识的身份作为观念的背景而不需强调 也可以根本上被哲学家忽略 仅仅在我们这里的 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中有其重要地位 例如 子曰 未知生焉之死 生活的意义都没有 搞清楚又何必论及死后的生命呢 前者是一个意义的真定的问题 也就是一个本体论形式的 哲学思维的问题 后者是一个知识的确立的问题 也就是一个宇宙论进入的哲学问题 修养 论哲学系统纯粹以主体操作的心理锻炼为功夫 他所需要的无宁是一套人性论哲学 人性论 哲学与人体宇宙学可谓即是形上学的宇宙本体两路思维在人存有着中心的两个落点 及人道论哲学的两个侧面 以人为中心而论及其人生之意义 目的 价值等的人本质之学者即为人性论哲学 这是一个形上学的本体论观点的植入于人存有者这个特定对象中之普遍性思维 这就是人存有者的本体论 宋儒的心性哲学 禅宗的自信之学者皆是直接在人存有者的主体内含中言说的本体论观点 所以他们的形上学义的本体论哲学就是一个标准的功夫境界语言 是直接在人存有者的主体操作感悟中确知这个形上本体的争议者 特别是在中国禅宗哲学的功夫操作中 更是一个标准的本体论进入的功夫理论形态 十四 他们所有的功夫进行都是修行者进入自我意识世界中将本体的观念运动于意念的筹策 以主体的境界作为本体的实际 以心意的锻炼作为境界的根本 将本体论的进入架设于宇宙论的基地上 宇宙论中所有的观念只是修行中的知识背景 唯论意义不论经验 只有观念中的意义才是修持的中心 经验上的知识确实是客观的历程 但那还不是终极的结论 这就同于宇宙论的开发最终人需要本体论的辩证 不论身心变化的历程为何 最终人是精神境界的真定才是功夫的标准 十九 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分析方法 经由以上多重多面的分析讨论 我们获得了由语言的开发而导致的方法的创新 由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的使用 而揭露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的分析方法 那就是对准人生哲学本位的儒家道 家道教佛教几大传统的理论研究 首先应该确立一个从形上学的宇宙论 与本体论两个架构的解读面向 其次要找出在功夫理论的两个分析进路 再要指出在境界哲学中的两种描述意涵 从中检查这是一组如何的运丝进程的理论形态 而这整个的分析方法则是一个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分析方法 这就是一个以本体论宇宙论为主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分析法 以及以功夫论境界论为轴心的人生哲学本位的中国哲学研究之分析方法 而其中最基本的哲学问题意识就是一个本体宇宙两门并举的问题意识 而当我们使用形上学意识的时候可以视为是以本体论为主而含设宇宙论知识的形上学体系 当我们使用世界观意识的时候则可以视为是以宇宙论为主而含设本体论观念的世界观体系 当然在明义的内涵上行上学与世界观二词应是一亿两明的 只是学界一般的使用上尚未在本体论与宇宙论的问题意识上如此处的强与区别 所以不必做出这样的划分也通常二明得以混用 而我们此处亦不欲强分此二明义的指设 仅指出一般的明义使用时有着从本体论思维为主的形上学名词使用之倾向 以及有着以宇宙论思维为主的世界观明义使用之倾向 在中国哲学研究的形上学世界观的定位下 我们在指出要从功夫境界语言的认识进入来 解明所有命题观念的真实意涵 于是哲学作品中的理论观念便得由实践操作的进入来明显化 它的真实所指更将由哲学家自身的人格形状以及作品中最完美的人格境界之描绘来作为理 论成立的经验性证明 以及对于任一个形上学世界观的理论系统 它作为任何哲学命题的成 立理句的根据又有了主体境界的实质来作为经验成立的保证 理论上的成立根据逻辑地式 由行上学世界观来施畏 但在人生哲学位本位的中国哲学研究的知识系统中 主体的功夫与 它自身的境界以及系统中的境界理论 却要在真实的人生经验中摆出来 作为真正真实的有实 执经验实际的证明 二十 哲学理论的形态区别之要点在世界观 在这样的研究方法的操作中 我们对于解析中国哲学几大传统的理论体系的形态区别 亦取得了新的视野 我们对于体系中的功夫理论的形态 首先得以定位其为只是修养论的或 只是修炼论的或是定位为主要是修养论的或主要是修炼论的或是定位为一完整的修行者 学系统或是在修行哲学的基地上又超越了它的深度而显示为主要是本体论进入的新性论哲 学或主要是宇宙论进入的练性养命哲学 但是我们从功夫理论的形态简别可能还不足以张 显不同体系之区隔的深度 这就要在进入形上学世界观的区隔之中 而且主要是世界观的区 别 以及以宇宙论哲学为分析主轴的世界观预设系统之差异 以及到教佛教世界观系统中的 它在世界之观点 与儒家到家的现世哲学世界观系统之差别 这一有无它在世界或有无彼岸 的世界观之差异将使哲学系统的区隔呈现截然不同的景象 这就使得向来再如是道哲学体系 知痛意之真中的形上学辩论的焦点 得以转移至位于世界观辩论的重点 当然理论的辩论是无 意的严格的说是一个世界观知识系统的展现出来的 意涵之别意之认知者 于是几个理论传 统的区别就得以现世哲学或超世哲学的形态来做区别 而超世哲学者的世界观之层即性一展 现出截然的差异 这就是道教哲学与佛教哲学的在座区隔分析的要处了 十五 二十一 境界理论是分别哲学形态的绝对标准 假使宇宙论的客观知识所架构出的世界观差别还不足以提醒理论形态的不同的话 那么 境界理论就是最后强位区别的必然差异之基地了 理想人格的景象在儒家的圣人 道家庄子 的真人 道教的神仙 佛教的菩萨诸观念上的不同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而这许多最高境界观 念的实质都同时指向是人存有着可以努力达至的境界 那么这些境界中人物的存在世界的是 界观的明显差异 就不是本体论进入的新型功夫之类同性能及可简易的统一的 不仅如此 我们如果从社会政治哲学中的处事观念及为人态度来检视他们的差异 那就更为明显了 于是 一组组形态鲜明观念差异的中国哲学几大传统的理论形态之区别即可在以上的分析间价中成 我们必须把宇宙论的观点当作一个客观存在的知识 我们也必须把本体论的观点放在新型功夫的实际中来了解 22.宇宙论是一个知识性概念 本体论是一个观念性概念 由于描述 由于描述语言的开发与运用 这使得我们对宇宙论与本体论的语言意涵必须有所区别 就是要认识到宇宙论是一个知识性的概念 而本体论则是一个观念性的概念 宇宙论的观点 宇宙论的观点 作为一个知识性的概念的意思是说 它的所有的观点的提出是作为一个存在世界的客观理解的 基地的 它的所有的观念不论获得的过程是如何的经过主体的修正 宇宙论的观点 来就是对于整体存在界的本质作以意义的规定 其实是相当主观的哲学建构 是哲学家的聪 引估一读发的玄智之理性结论 它当然也可能是功夫操作下的智慧凝炼 但它总是显现着智 会创发的特殊性真 也从而形塑了体系的形态 所以它是作为一种观念的存在而为人所理解 的 同时要作为一种新型功夫的实际要为修正者操作的 所以本体论是主要以观念的性格作 为活动的奇象 以意义的赋予作为行上学命题的真定 观念运作于知识的肩架中 功夫打在 宇宙本体中 这也正是佛教只观哲学的解析进路 二十三 以功夫论替代心性论并强调宇宙论 在这样的研究方法的眼光中 我们借以为分析解读中国哲学如是道各传统的作品的研究 进路 是一个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认识方法 透过还原观念主张于论题之内来解明该主张的 十一 透过在诸基本哲学问题的整体性发言来简别各家的同意 所以在方法的运用上我们守 先重视题目的问题而不是主张的问题 我们将还原心性论为一个题目性的概念 而不是一个 主张性的概念 自来学界多有中国哲学 自为静至随唐宋明为一本体论转至心性论的进程 这 好似把心性论当成一种哲学的主张 这就意于混淆宋明如学 心性论与随唐禅佛学的心性论位 形态接近甚至一致的哲学体系 而我们则以为心性论是一个透过心语性概念的一理开显来探 讨功夫理论的哲学进程 所以哲学史的发展是从本体论的基本哲学问题 静至功夫论的基本哲 学问题的讨论 而不是本体论的主张静至心性论的主张 一如西洋哲学是游行上学的基本哲 学问题静至知识论的基本哲学问题的讨论 我们却不说它是游存有论静至心物论的主张 本体论是一个题目 是一个基本哲学的问题意识 不是什么主张 是在本体论的题目上 做文章 它的主张是玄学道家的无或本 王碧语 是众玄学道教的玄之又玄或中道 李荣 语 是儒家孔子的人 孟子的善 是中庸的臣 异传的异 诸熙的礼 扬明的良知 是大 成佛学的如来藏 佛性 自性 真如 清静心等 心性是概念 不是主张 故而非 论 是心与性 这两个本体论进入的哲学 思维落实于人存有者的人性论中的主要概念范畴 人性论 才是论 功夫论才是论 这个论是作为题目意义的论 心性论要作为主张的论也可以 但其 结果就是使得都有以心与性概念来探讨功夫修持的哲学体系之差异难以釐清 特别是宋明如 与随唐佛之差异的难以釐清 这一个心性论的简出 与功夫论的置入 是我们对中国哲学研 究的新方法之一 其次就是重新评价宇宙论的基本哲学功能 宇宙论哲学的毅力兼价在如是道的简别中的 重要意义在一直以本体论思维未进入的哲学研究中是难以见出其功的 宇宙论是一个题目 不是一个主张 是一个基本哲学问题 是一个完备的哲学体系必须回答的论题 不是一个个 别哲学体系主不主张的观点 不是主张了宇宙论的观点的哲学体系就是好的或不好的体系 而是主张了一个什么样的宇宙论哲学观点造成一个什么形态的形上学世界观的问题 好不好 要就境界哲学中才来判断 深不深要在功夫理论及其操作中来做简别 当然 小知不及大 知小年不及大年 上世闻到中世闻到下世闻到的境界对立是绝对存在的 所以说到底 中国哲学是人生哲学本位的哲学形态 说到底哲学体系的接受与建构是与哲学家的人格类型 一致的 于是这就不需再做争辩了 大辩不严 辩也者有不辩也 本文原委讨论禅宗哲学而做 实际上并不是讨论禅宗哲学本身的思维方法 而是讨论包括禅宗哲学这样的高度东方哲理性格的哲学对象应该如何研究的问题 以上的研说成果则将作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共同使用方法 这其中所将引发的连锁理论效应着实不少 我们的文章却不能一直写下去 只有带作者在其他领域的中国哲学研究进程中再逐步扩升并纯熟化这一套研究方法了 本章暂节至此 以禅宗作为今日中国佛学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港台海外各的的研究本就极为蓬勃 而近年在大陆学界一颇有开 展 南淮景老先生在台北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出版了一系列的禅学书籍 早就广为学子珍爱农禅寺的世圣言 法师在台北东初出版社也有一系列的著作 高雄佛光山的注录更广及所有佛学研究领域 这是台湾禅学研究的奠基者 至于现代版本的禅宗原典的从书亦有新编 吉林社科院文学所里淼先生领导编辑的 中国禅宗大 全也有高雄立文文化公司的出版 佛光出版社更出版五十余册的禅藏 这是禅学研究在开新局的准备 大陆学者洪修平先生的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高雄佛光出版社及中国禅学思想史台北 文经出版社杜济文与味道如何注之 中国禅宗通史 江苏古籍出版社潘贵明先生 中国禅宗思想 历成 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及佛教禅宗百问 高雄佛光出版社 顾伟康先生禅宗六遍台 北东大图书等都是禅宗哲学的重要研究作品 至于陈斌先生的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 上海人民出版 社及佛教气功百问 高雄佛光出版社 则更将一礼的研究推向禅定理论 各地其他禅学著作人多 喜 路不及 赞不多隐 这些作品的诞生以及更多学者的投入 都已造成禅宗哲学及佛学研究成为中国哲学的研 旧发展中一个不可逆转的新进程了 二 基本哲学问题的思维脉络 是指对于哲学体系的理解 乃主要降之至于基本哲学问题的思维脉络中来理解其 理论的研究进入 这是有别于以重要概念范畴 为主的研究进入 例如研究禅宗的心 性概念 或研究其 他哲学系统的道 气 礼 物 天等概念范畴的 本文提出 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即为提出一组中国哲学 研究的 基本哲学问题 借以收设禅宗哲学一理研究的基本定位 同时得以沟通与中国哲学理论的其他传 统 本文期望将 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与 本体论与宇宙论 并架共构而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哲学问 提 3. 蒙培原教授 中国哲学是实践型哲学 不是思辨型哲学 其思维方式自然是实践型的 不是思辨型的 中国人的思维具有强烈的实践特征和经验特征 重视个人的实践和经验 属于实践理性思维 这一点很多人 都已经指出了 无论儒家还是道家 无论道教还是佛教 都把重心放在实践或修行上 而不是理论思辨上 因为中国哲学的根本宗旨是如何做人 而不是建立什么理论体系 具体讲就是如何成为圣人 贤人 神人 智 人 真人 仙人和成佛 要实现这一根本目的 只能靠主体自身的实践 不能靠别的什么力量 只能靠意志 行为 不能靠理智能力和知识多少 归根到底 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 中国哲学思维以实践为特征 就不难理解了 中国哲学主体思维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年6月 二刷 顺着蒙教授这样的思路 我们要做的工作 就是把握住这个实践哲学的特质 放在一个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 理论架构中 去开发对于中国哲学研究 理解 描述的新的表达方式 让中国哲学在严格哲学术语的使用下 人能极为和逻辑地极为巨思变性的被展现开来 这就是要建构一个游行上学 世界观 本体论 宇宙论 公 夫论 境界论的多重交往的清晰的描述系统 四 我们说禅宗哲学是专讲功夫的佛学宗派 的意思是说 禅宗作为佛教的一个学佛团体 他的学佛活动的特 真是可以定位为直接处理修行者操作自我之境界提升的活动 他更是一个活动 其次是一个关于活动的理论 最后才是一个佛学的一理系统 禅宗师徒以操作的实际显现智慧的形态 从而成为被我们研究的对象 于 是我们从他的公案语录及著作中去理解他是如何的彰显佛教教义的 因而我们的研究便首先对准他的功夫 我们及谭经的观念运行就可以见出 他是一个知识往功夫上说功夫在境界中谈 境界则只指自信亲近的 最高佛智而言 会能综以最高境界状态的样像之直接开显来称说功夫修行的心法 以功夫的操作来抖落之 识的习染 所有的佛学基本知识都转换成 人借着观念的设施而植入心形的功夫 所以知识的学习是最外带的多 于 所以是宗门而非教门 教门以义理的建构而旁制了心形的实际 宗门以心形的功夫而真定义理的生命 所以禅宗是专讲功夫的学佛运动团体 参见捉住小于谈经的功夫理论 大于华泛人文科技学院禅与管理研讨会 1995年 本章收录于本书第八章 五 我们把道教和道家分开认识 是因为在宇宙论哲学和功夫论哲学的领域中 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世界观 足 以形成形态迥异的哲学体系 故而不便于简单的合一 目中见教授言 道教和道家的关系是道教研究中的 难题之一 现代学者反骨之道 严格区别作为宗教的道教和作为学术的道家 显然是认识上的一个境 不 但问题又绝不如此简单 道教与道家的关系 在历史上是一个有理有合 同意并存 纠结发展的复杂动 太 道家虽不必包含道教 道教必定依托道家 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结构问题 把它 放到中国传统宗教和传统哲学的整体发展之中考察 也许看得更加清楚 于是中国文化变形成了三角 二学并开的局面 这个格局一直保持到清末 过去人们习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思想为如 是道三角 这个提法太粗略 需要加以精确化 影响传统文化全局的思想力量 严格的说 不是三角 而是三方 内涵 五家 如家与宗法性传统宗教共位一方 道家与道教共位一方 佛教自位一方 道教通论 兼论道家学说 小鱼卷前与大鱼山东奇鲁书社 1991年11月一刷 穆先生从文化的进入分位五家 我们从 哲学的进入分位四家 应是合理的考量 六 蒙培原教授言 中国哲学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哲学 它所要解释的是人的存在问题 它要建立的是人 学形上学 即关于人的形而上的存在 因此没有也不需要在别的地方发展出形上原理 中国哲学主体 思维 夜146北京东方出版社94年二刷 对于中国哲学的理论理解而言 我们完全站在蒙教授的观点中 但是站在哲学学术活动的知识建构及理论表达而言 我们人先从行上学的认识入手 再从功夫理论与境界者 学出手 讲出其与形上意理的内在关系 从而转化形上语言为功夫境界语言 最后在境界的开显中结合形上 学世界观与功夫哲学为一体 从而再度保障主观境界的客观必然性 当然 这样的目标将还有待如释到各家 内部意理的绵密解读工作方才可说可证 7. 形上学的名词有被使用为即是存有论也就是本体论的情形 然而此处我们因为要强调宇宙论的独立重要性 所以人是以形上学位包含宇宙论与本体论两行的最高哲学基本问题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下其与世界观位同意 知名词 8. 本体论与宇宙论是形上学里的两个基本学门 这在哲学研究中是一件极普通的尝试 我们之所以还要如此强 调它是因为在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中 特别是观设到功夫理论的认识中 一个以宇宙论思维为主轴的世界 观观念将主导功夫修行形态的重大区别工程 而我们在传统上以儒家为本位的哲学研究经验中 总是异于乎 略这个宇宙论哲学的要紧的 总是在以本体论意涵为主的形上学研究中下判断 因而导致理论形态的区分有 这架构不足的现象 所以我们要再次强调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 宇宙论哲学的重要地位 宇宙论哲学的问题 一 始主要是对于天地的始源 世界的结构 存在的材质 时空的关系 存有者的类型等等问题的探究 它随直 皆与人存有者的身形存在性问题发生关联 而影响着功夫境界哲学的观点 本体论哲学的问题意识主要是对 与整体存在界的意义性 目的性 价值问题 本质问题 运作形式等等问题的探究 它直接与人存有者的心 性意识性问题发生关联 也同时影响着功夫境界的哲学观点 9 胡福称教授言 盖从春秋到战国时期 中国有长生不死的神仙观念 并兴起了寻找不死制药的方数 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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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民早就相信自然界存在着吃了不死的天然药物 因此长生术中以服食派为罪骨 为尽神仙道教 页270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2年10月台湾出版一刷 10 蒙培原教授言 就中国哲学 主体思维的意向性特征而言 它是与对象性思维相对而言的 它以主体意识 的意向活动为其思维的主要定是 以主体的情感意志和内在意识 为其思维的主要内容 以主体体验和主体 认识或存在认知 为其主要形式 这实际上是一种人学本体论和价值论的主体思维 从根本上说 这是主体实践的意向思维 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主观情感和意志的因素 而意向本身就具有实践的特征 中国哲学主体思维 夜二至夜五 北京东方出版社94年二刷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本体论进入的功夫理论的运私形态 十一 胡福称教授言 神仙道教在哲学上的前驱 如仙秦的老庄学派 验其方式之学 汉代道家黄老之学乃之方 仙道和早期道教的一些道书 比起中国哲学史上 魏晋以前的其他学派 更重视宇宙论的研究 并把气的概念 作为自己宇宙论的基本范畴 魏晋神仙道教 夜二五七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2年10月台湾出 板一刷 早期道教的功夫操作就是建立在鲜明的宇宙论知识系统内的 所以我们以之为宇宙论进入的修炼论 哲学 十二 胡福称教授言 道教哲学特别对和人体有关的一些概念 如行、神、精、气、血等 研究的颇有深度 为中国哲学史乃至现代人体科学都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料 实际上道教哲学对这些概念的认识和 借说是经过千百年来无数道士在自己的人体修炼过程中逐渐体悟出来的 魏晋神仙道教 夜二五六 台湾商务印书馆 在这个认识基础上 我们提出人体宇宇宙学的研究主题 已作为基本哲学问题之一 显然是恰当的 十三 王卡教授言 和尚公章句的养生方法主要属于内修方术 黄老养生家认为 人生之精气神三者是维持生 命基本要素 或称三宝 人之衰老病死 皆因三宝亏损枯竭 故欲长生者 必须重视精气神的保养 故太平 精有云 人欲受者 乃当爱气 尊神 重精也 行气 房中 存神 就是早期到家及到教保养精气神的 三大养生药术 和尚公章句对此三项皆有论述 老字道德经和尚公章句 北京中华书局九三年八月 一刷页十二 十四 赖永海教授言 如果说 中国禅宗的思想大药可以用极心极佛 顿悟渐性八个字加以概括的话 那 魔 不论是极心极佛 还是顿悟渐性 都是以本体论的思维模式为其最后的根据 叶耳 零 又言 王阳明的修养方法 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深受禅宗修行方法的影响 此中的根本原因 是因为两 种修行方法都是建立在本体论的基础之上 而本体功夫 正如王阳明所说的 一物尽透 这句话可 视为是对于两修行方法的点睛之笔 页二六一 参见佛学与儒学 台北洋志文化出版199 五年四月出版一刷 十五 方立天教授言 佛教哲学从其出发点和归宿点来说 是重在人生哲学 是一种宗教人生观 在佛教发展 历史过程中 为了说明人生的解脱问题 而逐渐扩展到对宇宙的看法 形成了佛教的世界观 在多数的佛 教典集中 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交织在一起的 人生价值论 人生理想论 宇宙要素论 宇宙结构论 宇宙 生成论和本体论 以及伦理学 认识论等并没有区分开来 本书以阐述佛教哲学思想为重点 而在哲学思 想方面又以阐述佛教世界观为要点 因为正是佛教世界观比佛教人生观 具有更浓烈的哲学色彩 而且也叫 多的包含和积淀了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方面的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 佛教哲学 台北红叶文化出版 页二1994年出版 赖永海教授言 随着大臣佛教把真如实相如来藏佛信我本体化 本体论的思 为方法逐渐成为大臣佛教一种最基本的思维方法 中国佛教旧思维方法说 主要是大臣佛教的思维 方法 以及本体论的思维方法 佛学与儒学 也141995年4月出版一刷 方教授肯定了 佛教哲学作为一个整体的时候 其宇宙论哲学的实际存在 赖教授则指出大臣佛学主要是一个本体论的思 为 我们以为这两个观点并没有矛盾 作为完整意义的哲学体系 必须有宇宙论问题 亦是也必须有本体论 问题亦是 至于在理论体系的扩生发展的过程中 它可能主要发展本体论 也可能主要发展宇宙论 本体论 和宇宙论是主题不是主张 主题没有高下 主张则有别意 至于别意的主张中能否断定高下呢 这就又是 另外一个问题了 这是一个欣赏选择以及智慧形态的问题 台大哲学系 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 杜宝瑞资料 教学课程 学术论文 专书著作 学术资源 现代中国哲学在台湾的创造与发展 首页 向上 功夫境界世界观世易 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现代中国哲学在台湾的创造与发展 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反省 当代老学道论研究的基本哲学问题解析 当代新儒家哲学在台湾的影响与理论反省 对梁树明东西文化与哲学比较观点之反省 对傅伟勋谈中国哲学工作方法及方法论观点之平息 冯友兰对中国形上学论变的方法论解析 冯友兰心理学建构的理论反省 冯友兰此在世界道德精神重建如学的理论建构 冯友兰《真原六书》中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冯友兰《真原六书》对中国人生哲学精神的比较观点 对木宗三谈宋明如学之所以为心如学意见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谈宋明如学之课题与分析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诠释周连希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谈章载道体性体心体意的方法论反省 是论木宗三哲学的如佛会通 从木宗三哲学谈如佛会通的方法论探究 对木宗三宋明如学诠释体系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批评诸锡与陈宜之大学诠释的刚领性意见之反省 对木宗三诠释诸锡与 大学为规模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诠释诸子中和说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诠释诸子仁说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诸锡与陈宇的方法论反省 当代宋明如学研究与中国行上学问题意识 中国哲学的真理观问题 The question of the view of truth in Chinese philosophy 对劳斯光先生宋明如学诠释体系的方法论反省 对劳斯光先生道佛诠释的方法论反省 对方东美论中国行上学的方法论反省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Buddhist study of Thong H. Fenn 方东美对中国大乘佛教义宗教义哲学的基本立场 方东美对大乘佛学中国化的诠释立场 对唐军义高举如学的方法论反省 档案下载 现代中国哲学在台湾的创造与发展 摘要 本文将探讨现代中国哲学在台湾的创新与发展 探讨的进入将以 研究方法及 方法论 为讨论主题 所谓的研究方法 指的是将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术领域时 在台湾的中国哲学研究室使用着什么样的研究方法 以及要针对专业的中国哲学学者的工作方法进行检讨 我们认为这个思考的侧面是关乎中国哲学研究能有什么样的成果的关键问题 所谓的方法论 侧面是指的中国哲学的传统观点 如何在当代学院内的哲学研究的视野下 与以哲学化的理解与正诚的方法论建构的工作 以及探讨在台湾的中国哲学专业学者 对于正诚一切中国哲学命题的哲学活动的努力侧面 在这两个基调下 我们将提出三个研究方法的工作视野 以及一套中国哲学方法论的诠释模型 并由之以检讨现代中国哲学在台湾的研究发展的过程中 出现了那些重要的中国哲学诠释的理论问题及其解决的方案 关键词 中国哲学方法论研究方法概念 范畴劳斯光木宗三 一、前言 在今天这个时代 去谈论现代中国哲学在台湾的创新与发展 是极有意义的 因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工作族群 由于大陆学术界研究能量的释放 使得过去港台海外与大陆分隔的环境已然不在 随之而来的已然是 探讨的新时代学术环境了 此刻 来探讨台湾地区的中国哲学研究 它将显示两岸在过去隔绝的四五十年中 在台湾本岛接受学院教育及哲学训练的专业学人 在他们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及哲学关怀上 究竟对中国哲学做了什么贡献 由此一路映照 亦的有助于我们推想未来两岸一起全球河流的中国哲学研究应该有的展望 二 关于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解释 首先就研究方法而言 由于中国哲学研究人口 本就包含了哲学学们的中国哲学工作者群 及中文科系的毅理研究者群 以及历史科系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者群三个学们的族群 这也是一直以来所谓文史哲不分家观念下的情况 因此表现在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对象身份 也就初步展现出三种学们领域的不同的研究方法的形态出来 三者彼此交涉激荡胜而有所争辩 及其智者 亦几乎挤压了哲学学们研究方法的独立自主空间 就其实 这仍是根本问题意识关切面向的不同所致 本文将以哲学学们应有的问题意识为轴线来探讨此一问题 则应指出 中文科系的庞大毅理研究对五级历史学们的思想史研究方法 确实对于专业哲学学们工作者产生研究方法的牵引作用 哲学学们的研究方法必须进行的是对于哲学观念进行理解与诠释的研究工作 这其中只能是依据理性思辨的论理活动去进行关于观念成立之理论根据的探索工程 它应该解说传统中国哲学观念发表的十一集对其论理效力进行检讨 而这样的工作就必然需要依赖方法论体系的背后支持 这样的工作一定是在一套哲学观点的理解体系的预设下 才可能进行对于中国哲学作品的理解与诠释的理论活动 于是哲学观念的创造与发展就在这整套理论体系的辩证机当中进展 三、思想史研究与哲学研究 就理解的理性活动而言 历史学们中注重的思想史研究 其研究方法守在考究特定哲学观点发生过程中的历史的、社会的、及作者心理的因素 另在考究观念传承系谱中的学派因素 一方面作为对于观念的历史社会影响力的现实性研究 另方面作为对于观念在思想史传承上的观点影响力之研究 它提供我们在观念史本身及观念与历史互动结果下的丰富资讯 并作为认识历史及认识观念史的研究成果 然而,观念史不决定观念的真伪 社会历史及心理背景的资讯也不决定观念指涉本身的成立与否 定然需要一种研究方法是针对观念本身的问题意识、思维逻辑 集中集主张作思辨性的理论探索 最终目的在确立中国哲学传统中所有观点发表在真理探求的文明建设上的成效 简单的说就是要去判断中国哲人所有言说的是非对错 而不是它的学派传承属性及它的历史互动效果 这是思想史研究方法与哲学观念研究方法的根本关怀不同之处 这是需要哲学学们的专业工作者有所自觉的研究方向 对于历史学们的思想史研究法吸取之以为参着者可 受牵引而至遗忘了哲学研究的综趣则不可 4. 意理研究与哲学研究 就全市的理性活动而言 中文科系内的意理研究工作者群对于全市中国哲学意理的研究成果 多方表现为传统观点的如数家珍 即统一于原点作品的命题整理之成效 这对于单一对象的认识是深入且细腻的全解 但对于以整体眼光发觉新问题 以抽象的思维辩证观念的层次性 以及以比较的眼光探索 在中国哲学学研究所优劣高下的理论需求而言 仍是有所不足的 中文与历史与哲学学们的中国哲学理论工作者在台湾的研究环境中 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活动中的同侪伙伴 但是就各学们专业问题意识的逐步累积与不断澄清之后 各个学们应更清楚自己的工作取向 专业学人也应更清楚自己的研究属性 如此才能在学历的累积及后学的带领上各自走出自己的康庄大道 这样的研究方法的厘清 应有助于文史哲三家的专业划分 使其彼此欣赏却不互相非意义不强势要求而能各自表述 5.关于中国哲学方法论的解释 接下来我们要来讨论在哲学学们的中国哲学研究者 在哲学观念的理解与诠释的理论工作进程中必须要处理的根本问题 以及方法论的问题 就中国哲学在台湾发展的方法论问题而言 一开始即是一个中国哲学的哲学化的问题 即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 或中国哲学如何哲学化的问题 其次是一个中国哲学的诠释体系的理论建构问题 包括各专家专题的诠释模型的建立 以及整个中国哲学的诠释体系的建构的问题 而以上两个问题就是一个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建构的问题 在这个方法论问题意识的自觉中 即展开了中国哲学研究在台湾发展的主轴思路 对于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的问题 源起于传统意理知学在进入了现代学院内的学术环境之后 面临专业西方哲学工作者群及其严谨的学院是专业工作方式的冲击 发掘传统意理知学所关切的问题意识与源自西方传统的学院哲学的问题意识差异过大 此外传统中国意理知学的文字表述方式意识与西方学院传统的表述方式大不相同 因此传统意理知学的学术研究活动在现代学院内的学术身份便受到质疑 当然这也可以视为是一个见人见智甚或不需处理的问题 然而在台湾的中国哲学界对于此一问题则是做出了正面的回应 回应的途径不外乎下列四种形态 第一,指出中国哲学的特质 借由中国哲学理论关切及意理表述的特有形态之解明 以说明中西哲学形态差异的背后因素 借此保留了在中国传统意理知学在自身特质脉络下的学院内专业学术学们的身份 第二,转介西洋哲学的理论 使用源自西方传统的基本哲学问题作为诠释中国哲学意理的理论兼价 并强调这些基本哲学问题是中国哲学传统中已有的 以及是中西哲学传统中共通的 第三,建立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 不借用任何西洋哲学的专业术语 直接建构中国意理传统中的字译范畴 将之提升为哲学范畴 如道论、天论、气论、心性论等 这一种工作方式 事实上是大陆学者贡献较多 而 第四,建立中国哲学整体诠释体系 借由自己约定的哲学术语 使用系统之诠释架构 地毯式的诠释中国哲学所有领域的专家专题及各学派 建立全面性的中国哲学诠释体系 这是显现为唐君毅、方东美、穆宗三、劳斯光等前辈学者的工作形态 台湾加上香港的中国哲学学人 首先是从中国哲学的特质下手 企图说明中国哲学的意理观念表述之重点方向 是一个人生哲学本位的问题意识的奇象 是一个内向性的心性之学 基于此而表现出文字表述形式的特有风格 重直觉体悟 重形象联想 不重逻辑结构 不重客观思辨 但仍然建立了丰富且深刻的理论内涵 从此进入 便展开中国哲学问题意识的开发工程 企图说明人生哲学本位的中国哲学 意深刻地探索了世界观 形上学的哲学问题 并且有许多中西一同一曲同工的理论建构 台湾的中国哲学工作者 及从此一同中有意义中有同的基调中 不断地致力于建立符合中国哲学特质的哲学权势体系 从此一路下去及接触到中国哲学特定观念的理解与权势的问题 以及中国学整个诠释模型建立的方法论问题 6.中国大陆的中国哲学方法论尝试 中国大陆的学人在过去十年来的努力对于台湾学者较具理论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则是从建立中国哲学自己的哲学范畴下手的方法论尝试 他不仅吸引台湾学者的理论关切并且参与了此一研究工作中 至于以共产主义思维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权势体系 所建立的哲学史观则对台湾学者缺乏理论上的吸引力 大陆学者所谓的自己的哲学范畴 这个概念是很具奇异性的 事实上大陆学者所走的路首先主要是一条建立概念范畴之路 以及从事于建构那些在中国哲学问题领域中 通常被使用来发挥一理的重要字词的理论架构 如道、气、理、心等等 然而概念范畴仍然反映基本哲学关怀 因此仍然接上了基本哲学问题的论述工作 如本体论、宇宙论、心性论等式 于是大陆学者在中国哲学发展时的研究中 对于整个段代哲学的诠释活动便表现出 以基本哲学问题演变史或基本概念范畴演变史的诠释史观 例如建立汉代未宇宙论、未敬未本体论、随唐宋明未心性论的哲学诠释史观 三、以及在宋明哲学内部或医学哲学史内部建立理本论、气本论、心本论、四、等的诠释架构 检讨这样的哲学史观及诠释架构的关键人在于 对中国哲学特定义理问题的基本理解 以及整体诠释模型的方法论建构问题之中 七、借鉴于西洋哲学的方法论转化 对于方法论问题的处理 在台湾的中国哲学工作者群中 还有一个族群是以西洋哲学的既有成果 转化为处理中国哲学的理解与诠释的理论工作者 这样的工作进入所及引的西洋哲学传统 包括了传统西洋哲学史上的诸大家 以及当代西方思潮皆有 通常多借用于讨论中国哲学 意理理解及诠释的集影系统者 在传统哲学方面有 百拉图哲学中的理行说及 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形式 因概念与宋明理学的理范畴之类比 基督教上帝概念与中国传统天命观的类比 史兵诺沙伦理学上帝及自然的形上学 命题与老字道论思维的类比 康德哲学的实践理性批判与儒家道德 形上学的建立之类比 伯格森的创画论和怀海德的历程说 与一经深深哲学的类比 在当代思潮方面则表现为 以现象学、存在主义、当代法国哲学、当代分析哲学等的方法论观点 作为诠释中国哲学各家体系的依据 这许多的研究工作的努力所获制的成果 主要的贡献在于对中国哲学原点的理解 使其愉加的哲学化了起来 但是这样的工作进程却也始终未能建立 诠释整体中国哲学史上主要各家的共同诠释体系 这是因为中国哲学根本关切的理论宗旨本身的特色 并未能由此些转引自西洋哲学问题意识的研究 进入所全面掌握之故 因此所有的中国哲学理论工作者仍需正面 面对中国哲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哲学的方法论 判断的根本问题 8. 如是道三学研究成果的检视 不论是以上述哪一类的方法论为基础 当我们环顾中国哲学在台湾的研究成果 从简单的如是道三学的面向来做检视时 成果最为丰硕的当属儒家 我们所谓的成果丰硕指的是提出了全面理解解释儒学体系的理论模型 甚且以此模型来犯现道佛 使得对于道佛的哲理定位必须透过儒学意理形类的西分而得定位 此当指当代新儒家在港台的研究成果而言 此一成果之得或当推功于穆宗三先生经由康德哲学的理解而转出建立整体含设中国哲学基本哲学问题架构的方法论系统 这一路的研究进程所开发的中国哲学史整体面向的诠释幅度 人正经由新儒家学派的诸多学人不断的扩充之中 就道佛教学的研究成果而言 可谓在如是道三学之中乃成果较少的一支 主要原因当然是研究学人的人数较少 表现在道佛义理权解活动中尚未开发体系庞大的解释架构的方法论 成就则是关键 虽然民间道教的传统在台湾不觉如履 以及民间宗教的现实活动在台湾其是如虹 但是站在学院内部为其进行真理正立及一理权解的理论成果却较缺乏 至于道佳哲学的一理权解的理论活动则已多数沦为儒学知识肩架下的被解释系统 而较缺乏独立体系的理论架构之创建 这当然与近十年来道佳研究在中国大陆的风云现象是成反例 5.就佛学研究的理论现况而言 从学术活动的数量而言 近年来的成果早已凌驾如学的研究数量及研究人口 但就哲学学院内的研究而言 台湾的佛学学人却多位以纯粹哲学研究方法的工作态度来进行 这是因为在国际学术环境中的佛学研究的几大阵营多已早有开发 此一开发一方面并不对准中国大臣佛学的一理正立 另方面并不对准阐明佛学真理观的哲学方法论之建构 台湾佛学学人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所受到的研究方法及问题意识的酝酿学习过程中 早已深受影响 因此就中国哲学领域中的佛学学统治哲学创造的理论要求而言 其事强盛明显 其时忧藏不明 而仍有待众多佛学学人之努力 九 现代中国哲学在台湾的创造与发展 为了面对中国哲学方法论的建构 即创新中国如是道三学在当代研究成果的诠释模型 对于现代中国哲学的创造与发展 我们将提出三个方法视野及一个方法论观点 作为一个出路的解决方案 第一个方法视野 要明确理解哲学研究的理论目标 乃在解明哲学观念的一理阐述及成立根据 第二个方法视野 要平等地在中国哲学如是道各学统中发现立场 就民主张确立同意建立类型 第三个方法视野 中国哲学就是哲学 哲学就不只是在台湾 一个方法论观点 提出以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为主轴的基本哲学问题 诠释模型重新理解 与诠释中国哲学各家系统的理论形态 十、哲学研究的目标 我们提出第一个方法视野的考量 是为要明确化专业哲学工作者 对于中国哲学一理创造的研究方向之定位 避免主要发展于其他学们的研究方法 对哲学学们的研究方法的批判及干扰 这当然是若干哲学学们专业工作者 自身认识不清所致 基本上 学问的例行贵乎学人思维形态的相应 学术工作者可以在长期研究进程中逐步 理清并发展出相应于自己的研究方法 但是每一套研究方法必然立足于特定的问题意识 及其抑郁叹息的问题关怀 任何一个学术研究对象的领域都可以在诸多不同的问题关怀下被探讨 方法与方法兼未必有先后预设的关联 学术工作者中其一身多只是在一种问题心灵一种研究方法的进程中 今年累月的累积研究成果 文使者兼学们不同 问题的关怀方向必然不同 后学者必须决定自己研究问题的方法 意识及其所允许的问题意识 对于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发展 站在哲学学们的研究立场而言 当然必须负责讨论诸多中国哲学命题本身的真伪性及其成立理据 理论之真伪当然不决定于学派的传承 不决定于社会历史及作者的心理背景 理论之真伪只能在定义与假说的系统内追究其一致性的推演效果及其成立根据的探求 而就中国哲学主要表现为人生哲学进入的理论形态而言 其理论成立根据的一理探求之最可能方案当在实践的活动之中 当然这就已经是一个关于中国哲学解释模型之如何建构的方法论问题了 总之我们对于这第一个方法事业的提出 旨在要求哲学专业工作者的理论活动模式的自主空间不得为其他学们工作方法的量的优势所埋没 因为中国哲学所有理论命题的真理性的探觉产为 需要一再而再的在中国文明史的进程中被继续及开展 被任一个时代的当代研究者以真理捍卫的自信与以正成 而这一个正成其真的理论活动就只有探求哲学观念真理性本身的专业哲学工作方法才可正面面对究竟成功 十一 平等接受如是道的价值心灵 我们对第二个方法事业的提出是在面对中国哲学与随唐以后如是道三系成熟体系建构的诸多意理真相的全解活动之深入探求中建出的 各家系统皆以真理宣布者的姿态表述其理论之意运 因此在哲学研究的理解视野下首先应将各家系统的真理成立之论述脉络于以铺成语皆是 逐一在各家系统内建出以理依据理解问题意识的思维层次以及观点主张的时所指涉 并且在尚未建立统观各家的共通哲学语言共通意理判准共通方法论架构之前不宜做任何高下优劣的哲学判断 中西哲学问题意识不同不宜清言类比更不宜清言判断 这是大家容易理解的 但是中国哲学各家内部意理也是问题意识不同不宜清言类比及判断这却时常为研究人员所忽略 这是因为中国哲学各家意理最终皆出现富含价值意味的命题判断 价值意味在研究者心中通常是早有定见 于是研究者极容易流于以自己的价值心态来定位哲学体系的全服意涵 并且易于在一家系统的理解与诠释的架构的基础上 轻易的即将之转换为其他系统的理解诠释架构之使用之中 这就是在中国哲学研究中极易发生的在价值观念的自我执着中不能平等的正式各家意理系统的真理观之各自成立的理论情况 如此一来 我们将难以在中国哲学内部意理全解活动中真正做到哲学观念的创造与发展 这是因为准确的理解及相应的诠释的第一步工作都尚未做好 我们既不愿见到以如寒道佛以道统如佛以佛化道如的一理独断 我们更不愿见到简单笔覆轻言断语的三教合一的理论混乱 我们希望见到的是如是道各自表述 彼此珍惜 共同互卫中华文明的价值心灵 并提供中华文明多元的价值选择方向 十二 中国哲学是理性活动的一种形态 我们对第三个方法事业的提出 是要更强化中国哲学理论工作者的自我心态之定位 哲学是一种理性的活动 是针对人类认识活动的科学探索 物使人类认识的事物的真理观能在有理论基础的架构下构作出来 因此它是一种活动而不是一套答案 它有对活动方式的理论化的要求 但是它没有对哪一套认识结果的绝对限制 作为一个理性的活动 中国哲学有其观念表述的特定职位 有其一理形成的特定脉络 有其体系建构的特殊形态 能够确立它的职位 演绎它的脉络 架构它的形态 就是对中国哲学的哲学研究 中国哲学就是哲学 只论我们是否能哲学的研究 只要研究者能哲学的全解 它就能有持续的生命力 否则它就永远只是某一时代某一群人特定雅好下的套套逻辑 它就永远没有创造与发展的可能 在这样的视野下 当代所有中国哲学的理论工作者便只有在方法的经研 论理的探究中彼此激荡原影极建与竞争中发展生命 因此它当然就不止在台湾 大陆学人的庞大研究阵营的工作成果的参与 海外华人各自奋斗的全解活动的成果参与 国际学人在汉学 佛学 中国宗教民俗各领域的观点尝试 全部都是中国哲学的发展进程之多方显现 德不孤必有灵 中国古代哲人深刻惊为的思想产物自有其在人类文明史内的坚韧生命 不需问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 只要问研究者是否能哲学的发展它 不能只看中国哲学在台湾的发展 而要更看中国哲学在整个人类文明中的各种进程 十三 以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为中心的基本哲学问题诠释模型 我们要提出的一个方法论的新观点 乃是在于前述三个基本研究态度的前提之下 我们一则考虑到要针对中国如是道三学在隋唐宋明之际的庞大体系建构之者理形态之平等理解的要求 再则考虑到要站在忠实理解的基础上正是其宣布为真的一理系统之如实解读的要求上 我们应该建立一个足以权解如是道三学的终极价值主张之一理基础的形上学世界观的诠释模型 因为中国哲学的创造乃是立基在如是道三系的交涉激荡的发展进程上 它早已不是任意单一系统的理论创新与否的问题了 任意系统的建立与张扬都必须是解消了其他系统的价值信念之一理基础之后才可为之 所以针对现代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发展的第一步工作是首先承认其为几个形上学世界观的体系形态的理论对象 其次因为其形上学世界观的体系形态建立一理形成的正立进程 这个正立进程即是使得现代中国哲学能有创造发展的理论契机 在此我们将提出一个以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为中心的基本哲学问题诠释模型 六之正立进程作为中国哲学一理全解的方法论路径 此集首先提升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 其次以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形上学与世界观的正立进路 最终将如是道三学的诠释体系重构于功夫理论境界哲学及形上学世界观 中的本体论及宇宙论的另外两个基本哲学问题的四方架构之中 此一方法论的诠释架构将能使得中国哲学的如是道三学的一理痛意之别 得其刚举目张之全解之效 如是道三学的理论关怀之根本目标皆是为人之学 是要建立人生价值的追求目标 所有哲理性命题的建构最终乃为证说终极价值关怀 并已提出理想完美人格为理论的完成 我们所谓的境界哲学 即是直接探讨各系价值标的中境下的理想完美人格之各种形状 他在宇宙论中的存在定位 他在本体论下的意义思维 他在宇宙论上的存在定位是人间的圣人 还是逍遥不死的神人 还是极世而出世的菩萨 他在本体论的意境掌握上是道德意识的拳手 还是无目的性的逍遥意境 还是观空体真的如来意识 这些对于最高理想完美人格的介说 全部回复到形上学世界观的问题意识的层次上 我们所谓的功夫理论 是中国哲学各家用以提升人格成就境界的实践方法 在功夫理论上 要探究其为源于行上学本体论之心性功夫进入 或为源于在世界观的宇宙论问题意识下的精气神型之功夫进入 这正式决定其功夫活动是本体论进入的修养论关怀 还是宇宙论进入的修炼哲学 还是并含两路的修行哲学的活动形式 这就得以显现出各系功夫哲学的基本差异 或为在道德意识本位的本体论进入之心性修养之学 或为在无道德目的性的自然本体论进入下 所追求的长生久受胜或永生不死的宝经炼气 而这一切的功夫理论的哲学认识仍然对准行上学世界观中的 两个基本哲学问题的观念基础 及其本体论及宇宙论的观点表达着 唯有借由这样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的诠释架构 将本体论与宇宙论即分流又合会的结合 在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的诠释架构中 重新建出中国哲学的形上学世界观的 作为一种功夫理论及境界哲学的根本形态特质 我们才能正视如是道三学各自意理表述之真理观的意理理解 才可能建立全解三系哲理的共通方法论架构 才可能充分明白三系价值取向差异的根本道理 才可能重新在自证信念的价值取舍上 及生命体悟的智慧判断上准确摄取中国古代智慧的生命养料 当我们得以通过各系功夫哲学及境界哲学的本来意运之后 我们应能明确认知各系价值标的的截然差异 此时我们再来检视作为支持价值命题的 形上学世界观的学理建构 我们便将发觉一切形上学世界观的命题正立端在功夫活动的境界正程 即在功夫活动后所得志的境界即是其形上学世界观发言的视野 在本体论上是如何的一个观念的体悟 在宇宙论上是怎样的一个知识认知 本体论与宇宙论的观念与知识的认识路径及正立路径 都只能是在功夫与境界的言说表述脉络中 因此我们便不能单独理解形上学士观的哲学语言 必须合会功夫活动与境界状态的言说系统之后才有准确全解 中国哲学如是道各系的形上学世界观的哲学语言的可能 这个形上学世界观的语言又表现为本体论的观念体悟与宇宙论的知识确立之上 在上述的功夫境界宇宇宙本体的基本哲学问题的四方诠释架构之中 我们将可解消一切三教合一努力的理论其异性 我们将可区分一切功夫活动的最终境界成就的根本差异 我们将可重构九位学术研究而知离灵散的佛学内部各系一理的 终极一致性及大乘佛说的真理基础 我们将可说明劳斯光教授中国哲学心性论中心说法的方法论定位 我们亦可指出穆宗三先生道德的形上学的原善论的诠释体系 只能适用于儒家而不能旁击到佛 我们将可指出概念范畴研究法最终人需走回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的路上来 我们将为中国哲学最为关怀的价值标的寻找确立的进路 我们将可诉诸个人生命体物而还给中国文化价值取向选择的多元思考 十四、佛学系统的基本哲学问题诠释模型 此处,我们首先以佛教哲学的义理对象来使用上述基本哲学问题诠释法 对其义理肩架进行组构与全解 因为在佛教义理复杂多样的哲学内涵中 是最能见出我们的方法论的全解效用的 我们在中国佛学研究的现代成果之简读中 不断见出对大臣佛说的争议 及对中国佛学史上各宗学风传承演绎的研究讨论 及搁置中国大臣佛学而追索印度西藏佛学的复返运动 似乎不如此及无法了解佛学 并且不仅学院内学人如此 教门内森众学人寻业此录者意味数不少 首先,如果我们将佛学研究收回哲学研究的录像中 那么我们在印度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中 就应能见出义理推演后的大臣理论的结果 那么大臣佛说之真便仅只是佛学史之研究 而非佛学之真 如果我们在进入佛学义理的世界观及境界哲学的义理之中 那么大臣佛说之真便是佛境界之理解诠释之研究 而非是否为佛说法之真 其次,中国佛学各宗学理传承是意思想史的事实 但是各宗所具的基本佛学义理则是一个体系下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不同面向 他们都有理论上的根据以作为佛学教义系统的一个个要件 我们做哲学研究的目的 就是要将其义理形态的理论根据及推演关系予以建立 从而得以还原其在整个佛教义理系统中应有的理论地位 首先,原始佛教苦及灭道四圣地之说法结构 以完整地反映了我们所提供夫境界宇宙本体四方架构的 中国哲学基本哲学问题诠释模型 且正是为一一对应之效 苦地是意本体论层次的哲学观念 即地是意宇宙论的哲学问题意识 灭地是以境界哲学的言说 道地是意功夫哲学的发言 其次,发展至大乘空宗的班若学是佛学本体论的命题 它直接作为佛教功夫哲学的本体论 进入的心性功夫之内涵 因此一切佛与菩萨皆以空一体物之无畏法而有差别 就是一切成佛功夫在心性一路上皆以体空正空位根本踪去 它必然显现未遁教植物的功夫露述 至于大乘有宗的唯实学是以实说世界的宇宙论建构之学 将存在诸法诉诸心理认识的实变结构中 而有了现象世界之一切存在 以唯实学的宇宙观为前提 它直接成为佛教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哲学的阶次性一理内涵 它必然显现未见教阶次的功夫露述 大乘真长系的佛性论是对佛境界的本体论叙述 佛生观是对佛境界的宇宙论介说 佛性论与佛生观直接从境界哲学语言转换为形上学世界观语言 由此的见 若由功夫理论进言 佛教功夫哲学解形并重于身心两路 与功夫遁见诸一理结构 皆显示为本体论进入之功夫路数与宇宙论进入之功夫路数的是否同够理解的结果 如果两路同够 必然显现它应该是解形并重定会等学身心痛作之功夫一理形态 旨在宗派的指去上 众本体进入者说顿悟功夫 众宇宙论进入的强调见修的接次性 故而般若系多心性本体的顿悟功夫 为时系多禅定时变的次第修行 至于佛性论佛生观如来藏等思想则多位境界哲学的问题意识 不需与功夫形态做一理争辩 八 再者 关于中国大臣佛学就是佛学就是哲学的观点 这是是否从事哲学研究的方法进入的理论认识之结果 回归印度及西藏传统的学术研究在理论的关怀上多位历史的社会的艺术的语言的 而非哲学的 研究态度决定于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决定于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决定于学人心理状态及个人兴趣 心理状态及个人兴趣固然决定了研究态度 但是研究态度没有真伪的问题 研究方向没有正真的问题 研究方法更没有越界的权利 因此不存在中国的佛学 只有在中国发展的佛学 有的只是在中国发展的佛学形态的哲学问题 另外一个关于中国大乘佛学就是佛学就是哲学的问题是与三教合一的理论有关的问题 不论是主张中国大乘佛学是中国的哲学还是努力建构三教合一的理论体系 基本上都忽视了明显的三教境界哲学的差异的事实 君子圣贤真人神仙菩萨与佛各有境界差异及不同价值信念 境界显现世界观 世界观的不同又导致功夫修持的差异 未见于如是道三学的宇宙论知识的明显差异者将不明了三系功夫路数的根本不同 由于中国如是道三系在宋明随唐之际在功夫理论的建构多走上了以心性概念范畴言说理论的表述情况 不明究理者极多以佛学意理即是如道哲学的转化或以为如学心性功夫即是所有功夫哲学的共同极致形态 这都是忽略了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必然是在心性活动上进行观念设受的功夫活动 这是一个具有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的理论通式 然而三家的本体论主张各异 三家的心性其向极有不同 以为三家心性相同者在智慧体悟上恐将张观礼带 更何况一旦考究必然与本体论思维并合发生的宇宙论知识被禁食 三系间之广大差异则是决然不同的 这绝非同在中国字词系统内的企划世界观权解上即可轻易等同的 15 劳斯光心性论中心的方法论 从此一进入再来重新理解劳斯光教授在中国哲学史书中所倡议的心性论中心的诠释体系 9 我们可以将知定位为是一根本上对于儒家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的标榜 在德性本体论的形上学预设系统下的功夫哲学定然是以心性修为为其一理形式的 劳斯光教授反对形上学形态的后期儒学建构 其实他所反对的是在功夫理论问题意识向下的儒家功夫活动的发动 以完成的心理意识被定位在于一刻观形上学的保证体系之中 这当然是与功夫活动的主体性自觉心之当下发动是两回事 但是形上学的一理建构作为人存有者的功夫活动的定然成功的理论 根据上的推演则是一合理的理性思维的定然产物 形上学的问题意识与功夫活动的心理状态当然是两回事 但是形上学的问题意识却是理论兴趣的定然发展 道家与佛教都走上此图 如学亦然问题指在此些形上学世界观的理论建构之是否和异性之争辩 以及此些形上学世界观之正成进入是否扣紧功夫活动作为其方法论的依据而已 16.穆宗三道德形上学中心的方法论 对于穆宗三先生在中国如学一理形态的道德的形上学的原善论之建构 10.我们以为此一建构的根本依据在于穆先生对如学形态的道德实体 创生性的绝对预设之中 如学却有主张创生实体的本体论思维 但是作为创生实体的形上本体的正立依据是基于道德意识之实践与正成 这个道德意识是穆先生从不质疑的阿基米的起点 以此全解如学无宁是极为相应且准确的 但是作为价值意识的道德意识与作为价值意识的 道家自然观与佛教慈悲苦空诸观的形态差异 却应该先与平等的对待 例如当中国道教传统的存有者类别的宇宙论知识体系中出现了对于鬼神存有者的正面论述及存在的肯定及价值的追求之时 这个道教系统的自然本体观的价值意涵便需重新认识 此时应非仅在此在世界理论系统下的道德意识之价值观怀及可亲眼解消的 当然 穆先生所论者主要是老庄王国的道家义理 而圣少论及中国道教的神仙学及世界观 这也就预示了我们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对于宇宙论问题意识的应该多于重视的重要性 特别是其中的此在他在的气化世界观之简别 以及对于存有者类别的鬼神存在问题的正式 因为这都是决定价值信念的根本要件 也是建构形上学世界观的必然依据 至于穆先生在中国大乘佛学中对于天台哲学的 及三千世界及十法界皆得成佛的原教形态之强调 这是一个功夫哲学中的表述形式 穆先生则将知形上学化了 以及存有论化了 穆先生将佛教哲学中的使法界观作为宇宙论认识系统下的世界观观点 一体平铺的予以本体论化与法界互聚的理论观点中 从而得出原教形态的存有论的表意模式而转介于儒家阳明学系统的哲学建构中 其实杨明学义为义功夫形态的理论体系 穆先生义将知形上学化的解读 以及存有论的解读 从而得出定于孟子路王学一系的如学学统之为原善论的形态 依据穆先生的术语使用 是凡原教形态者 必须是即在一切生活世界中皆当下与以价值理想化的体系建构形态者才得是 我们以为穆先生这样的做法 首先并未还给到佛两教保有其自身正面表述的价值信念 其次则将到佛两教的宇宙论世界观的明显部类 如学宇宙论世界观的观点予以忽视 最后将本来具有宇宙论问题意识进入下的天台功夫哲学平面化 为本体论形态的功夫观点 因而终于找到了与如学气境的本体论形态的原教义理建构之理论 而宣布其为中国哲学理论完形的特征 这当然也是哲学史上所有如学意理建立的共通格式 即首先抽象化他教宇宙论系统之术语概念 然后道德理性化他教本体论系统的术语概念 然后建立消解他教的道德本体本位的现世世界观的如学形上学体系 就其实木先生所认为的佛教是存有论的完成 十一其实是基于如学世界观中以整体存在 借是一道德性创生实体的信念而来着 木先生的存有论术语使用是一含句存在 借整体的宇宙本体论 是一存在学的整体概念 木先生所言说的佛学的法概念 也多以存在借说之 而不单独的言说仅仅是抽象意义本体的本体论问题 木先生屡言中国哲学是一本体宇宙论的形态 但却最用力于存有论的原成之上 他一直不能暂分宇宙论与本体论 而冷静地等待如到佛价值观的自卫言说 于不同的宇宙论观点中 几率然以肯定时有之道德创生意之存有论定位他教的哲理形态 并把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的一理言说并入存有论的形上学系统中说之 这又丧失了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独自立说的一理脉络 其实天台哲学成佛功夫之观点本位 一再功夫十座脉络下的发言 以一念无名法信心 及所有世界中真定般若智慧 而即使法界及三千大千世界而成佛的修行理论 在木先生看来即是保住了整个存在界皆为价值上的标的的理论成就 然而,保住存在界是否应为佛教成佛功夫的必要前提 又若是,则华言与禅是否即位得保住 这都是由木先生所开出的 以如为本知是世界为时有之道德本体进入之原教存有论的 中国哲学方法论诠释体系下人呆考究的重要问题 十七,概念范畴中心的方法论 对于以概念范畴的研究进入来掌握理解 及建立诠释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建构的工作方式 我们认为这在中国哲学基本意理理解的需求上 当然可以发挥扩清道路 深入意理的理解效用 但是概念的使用仍在问题意识的蕴含之中 在问题意识的基底下观念的表述可以灵活于不同概念的使用之上 因此从整体的角度来全解一个哲体系及整个中国哲学理论形态的时候 这就仍需诉诸基本哲学问题的整体架构 而非分散在各个概念范畴的组装系统上 若在究其时 气论多位宇宙论思维 德范畴 理范畴及性范畴多位本体论思维 心范畴多位功夫论思维 天范畴与道范畴及世形上学世界观思维 还原到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概念 范畴在哲学理解及解释效力上只有更具普遍性及交流性 概念范畴本来就是中国哲学的哲学术语 但是中国哲学本来就是在哲学基本问题意识基底上建构起来的言说系统 从传统概念范畴的意理权解上建立各家哲学问题的认识之后 下一步当即得以降之推广至更具普遍解释效力的基本哲学范畴中 以建立中国哲学整体一致的诠释模型 18. 现代中国价值心灵的再取则 以上经由对佛学意理及劳斯光木宗三先生和大陆范畴研究所做的方法论反省 是为了说明我们所提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为中心的基本哲学问题诠释模型的中国哲学方法论之一理形式 期望其对于当代中国哲学之创新与发展能有若干进步作用 中国哲学对于当代中国人社群的价值形塑当然是其中最高层次的思维依据 因此对于中国哲学正确全解的学术研究活动当然是时代课题的关键条件 今天在台湾的中国哲学工作者在其学术与资讯基础上的努力目标 守在深化中华文化的优势信念 其方向重在哲学化的建立权势模型 其成就已在各家各系的分别认识之中 对于中国传统一理之学的各学派哲学各段代哲学各专家专题哲学 皆有一定的研究成果 当前更深刻严肃的理论要求 乃在平等地面对传统中国哲学各家价值信念的真理因素之揭露及发黄 学术的传统在社会历史的情境中通常是被决定的项目 但在理想主义者的心中却应该是决定社会历史的因素 今天在台湾的中国哲学研究者的心中 多人持有丰沛的理想主义心灵 总盼望中国传统一理之学的价值真理观人应对当代社会负起建议指导之能 这是理想主义者的心灵奇象 却更根本地是中国哲学本身一理经运之早已寒葬 这一个信念即当不只是在台湾的中国哲学工作者的思念 其岂非因为涵盖中国大陆及全球华人及国际学人的共同心知知识 而这一个工作的追求 则正是现代中国哲学在创新与发展的终极目的 以参见捉住小于中国禅学通史的方法论 平西大于北京大学主办 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北京九七国际学术研讨会 北大东方系 1997 12月6日至9日 二参见汤一届中国传统中的如是道 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8年10月第一版 即张立文 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 天道篇 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 1988年1月第一版 三参见人际月编 中国哲学问题发展史 北京人民出版社 四参见朱伯昆哲 艺学哲学史 台北蓝登 1991年出版 五参见陈古印编 道家文化研究 杂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六参见朱伯小鱼功夫理论 与境界哲学 大鱼 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 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北京清华大学主办 1995年12月 七参见朱伯小鱼功夫 境界世界观 大鱼 台北 浦门杂志 第206期 1996年11月出版 八参见朱伯 禅学方法论 中国禅学思想史 的方法论平息 新世纪新世界学术论文研讨会 台北1997年07月 小鱼 中国禅学通史 的方法论平息 大于北京大学主办 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 北京97国际学术研讨会 北大东方系 1997 12月6日至9日 9月6日日记录 2320A98EB13C150B617-086C43F7486B99F3205-586-452OK9Text斜线HTML 29Friday26November2015.50分38秒GMT272034B41515-495114D458-78003Heights558645台大哲学系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度保锐资料、教学课程、学术论文、专书著作、学术资源 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亦是反省 首页、向上、功夫境界世界观世易、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现代中国哲学在台湾的创造与发展 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亦是反省 当代老学道论研究的基本哲学问题解析 当代新儒家哲学在台湾的影响与理论反省 对梁树明东西文化与哲学比较观点之反省 对傅伟勋谈中国哲学工作方法及方法论观点之平息 冯友兰对中国形上学论变的方法论解析 冯友兰心理学建构的理论反省 冯友兰此在世界道德精神重建如学的理论建构 冯友兰真元六书中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冯友兰真元六书对中国人生哲学精神的比较观点 对木宗三谈宋明儒学之所以为心儒学意见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谈宋明儒学之课题与分析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诠释周连希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谈章载道体性体心体意的方法论反省 是论木宗三哲学的如佛会通 从木宗三哲学谈如佛会通的方法论探究 对木宗三宋明儒学诠释体系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批评朱希与陈宜之大学权势的刚领性意见之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朱希以 大学为规模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朱子中和说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朱子仁说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朱希诠释的方法论反省 当代宋明儒学研究与中国形上学问题意识 中国哲学的真理观问题 The Question of the View of Truth in Chinese Philosophy 对劳斯光先生宋明儒学诠释体系的方法论反省 对劳斯光先生道佛诠释的方法论反省 对方东美论中国形上学的方法论反省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Buddhist Study of Thong H. Fenn 方东美对中国大臣佛教义宗教义哲学的基本立场 方东美对大臣佛学中国化的诠释立场 对唐军义高举如学的方法论反省 档案下载 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反省 摘要 本文是针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行探讨 文中提出一套方法论分析架构 以为诠释与理解中国哲学理论作品的分析工具 藉由这套分析工具而得以梳理各学派理论重点的痛意之变 作者所提者即以宇宙论本体论功夫论境界论的四方架构作为分析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架构 这四方架构即是四个中国学的基本哲学问题 这一套架构必须有着体系性的融通 即其中任意基本哲学问题皆得以贯通至其他三个基本哲学问题上 并且四组问题形成一个意理分析的互动网络 作者以此四方架构以进行多次的中国传统哲学作品的理论研究 本文之作乃将研究过程中涉及的方法论问题本身的若干要意在于解明 其使其得以成为一更具解释效力的中国哲学方法论分析架构 文中说明本体论哲学与宇宙论哲学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并将本体论哲学区分为研究价值关怀的实存性体之学 即研究到体自身的抽象性真之学 而实存性体即作为功夫哲学的入手 抽象性真即落实为实践者的境界 至于宇宙论知识即负责说明功夫进程中的接次历程 并强调在道教及佛教哲学中的世界观中 因为有着它在世界的认知 因此有着不同的本体论的实存性体的观念 因此宇宙论知识在中国哲学体系建构中是一不可遗漏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 方法论本体论宇宙论功夫论境界论 基本哲学问题实存性体抽象性真目宗三佛教儒家 一、前言 本文将以中国哲学之基本哲学问题 为研究对象 为当代中国哲学诠释体系的建构 建立更进一步的方法论视野 本文之进行 首先以预设中国哲学乃是探究人生争议的哲学 中国哲学总是提出一套价值系统 以为人生问题确定方向 然而价值系统必须有理论 根据理论体系的建构 即是中国哲学的哲学活动 中国哲学的哲学活动中的理论建构 在传统上是表现在几个基本哲学问题的建构中 包括本体论、宇宙论、功夫论、境界论等等 这几个基本哲学问题之间的架构性问题 一直以来并未为当代中国哲学界所共同确认 本文之作及预将之明确接触 接触之后并对其架构关系进行若干讨论 以使其得以成为分析中国哲学理论作品的适当的理解及诠释的架构 中国哲学领域中所探索的价值问题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下是分属于如是道三大价值系统中 更严格的说 是表现在如家、道家、道教、佛教四个价值系统内 当然如果要再做更细的分野 那就可以无穷尽地分辨下去 则非此处所当论已 有了价值系统即可给出理想人格 即说出君子、圣人、神仙、菩萨、佛等理想人格 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者 理想人格理论的提出即是中国哲学的最终目标 以中国哲学的理想人格的理论有所不同 关键则在形上学、世界观的体系差异上 而中国哲学的形上学、世界观的体系研究 则正是中国哲学方法论的讨论对象 它本身即涉及更基础的基本哲学问题 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现况 可以从学派研究的角度来探讨 也可以从研究方法及工作方式的角度来探讨 但是最根本的研究还是从方法论的进入做探讨 而在方法论的探究中 要追问的是中国哲学是问了什么样的问题 是提了什么样的主张 是使用了什么样的推论过程 是不是有一套普遍性较高的共同的思考架构可以从外部来研说各家的哲学 要如何判定各家哲学是否已经合理的论证了它自身的命题 要探究这些中国哲学的方法论问题 则必须要重返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 研究 才能使学院的学术研究与文化的真实情况获得有机的结合 也才能有研究成果的创造性发展 本文之研究则将集中的从中国哲学方法论的诠释架构上构思 对于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 作为一套分析的架构 表现在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如何与本体论及宇宙论哲学的有机结合 进行观念阐述 对于中国哲学研究 作者曾提出 以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为中心的思考 三 中国哲学之哲学理论化工程固然起于 功夫哲学与境界哲学 问题意识的建构 但是其形成哲学理论系统则是完成于 本体论哲学及宇宙论哲学的建构 因此作者亦于多次学术论文中提出 以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为中心的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 为方法论架构 内涵 宇宙论 本体论 功夫论 境界论 四方架构为中国哲学作品解读的基本哲学问题 本文之作即将以此一架构为对象进行若干方法论反省的工作 企图将此一方法论架构的使用更于明晰化 二 当代中国哲学理论研究的工作目标 当代中国哲学理论研究的工作目标 应针对文字性理论作品找出适当的理解及诠释的架构 从而使其价值命题得以理论体系化的被理解及诠释 作者之所以要提出这个简单明白的工作目标 是因为当代中国哲学理论工作者对于中国哲学的理论研究方式仍有着多方的分歧 传统意理内涵的解读固然仍是重点 但是在面对西方哲学强势的论证形态之挑战下 建立中国哲学价值命题的论证系统才是当前更重要的工作 并且在建立论证系统的过程中也才有传统意理内涵被更清晰理解的可能 以下集针对此一目标进行说明 哲学是一种追求智慧的活动 智慧则是对准宇宙人生真相的探求 探求的结果则以真理的姿态言说 而哲学作品则是为着这样的真理言说进行理论的反省 从而以理论建构的形式来表达 针对理论的建构则又发展出关于理论建构的方法的反省 然而关于理论建构的方法反省又常与真相的探求会为一世 就当代中国哲学工作而言 反省传统哲学思想的真意之成立以及 诠释传统思想的一理之工作将成为同一件事 这就是对于中国哲学诠释体系的建构的方法论工作 它一方面必须揪名中国传统哲学所已揪名之宇宙人生之真相 它另一方面必须为此一真相之成立建立证明的言说系统 言说系统的采纳决定于真相的形态 中国哲学是一种论说宇宙人生真相的思想 借由主体的实践而追求人生理想 从而成就理想完美人格的理性活动 面对这样多层次意涵的理性活动的哲理作品之理解与诠释 首先必须对于一切作品的言说进入以及问题意识进行厘清 这一个厘清的理论工程最终将落实在建立一套 可被共同使用的且具普遍解释性的诠释架构上 以及找出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诠释体系上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创造与发展 与其说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传统中国哲学的价值主张 无宁说问题的关键更在于理清价值主张背后的问题意识及思维脉络 唯有问题意识及思维脉络之书解得已清晰 才有价值主张之成立于否之可以探究的可能 这也就是我们一再强调基本哲学问题研究的重要性之所在 可探究性是理论活动是否为哲学活动的重要判准 而还原价值命题与基本哲学问题意识背景下的思考过程则是可探究性的落实点 中国哲学传统价值观怀之理解与诠释的根本目的 仍在证说其为宇宙人生之真相 并依偎世人所具以言行的标的 这个证说其为真相的理论工程 即必须提出证说的方式 从而可以被校学者减证并重新探究 甚而付诸实践 说清楚所有价值命题的问题意识 思维脉络 及最后观点主张的论说系统 这是目前主要在学院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工作者群应有的努力焦点 就传统哲学作品之研究工作而言 传统哲学的意理展现是表现在文字作品中的 因此一切当代的哲学活动也必须求得在文字表现上的成果 文字展现其意理内涵 展现的形式中 顿出了体系化的架构 唯有经过体系化论证的解析 才有意理的真正铺陈 因此我们永远必须在学院的哲学活动形式上任 认清文字表现的哲学活动形式是其标准形式 此一形式中必然需要体系化 从而经由这一个标准形式的体系化架构来发展出各种理解观点下的理论形态 当我们认清了学院的哲学活动必须是透过文字的表现之时 我们便更加认清了建构理论是哲学活动的定然形式 在这个定然形式中我们奋力勿求的是理解的深化与表达的清晰 理解的深化与表达的清晰 最终即表现在各个权势体系的建构中 权势体系的建构又即显现为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长度 我及最终的哲学判断观点 而从个别的哲学作品所展现的思考进程来看时 后者更是决定了前者 我们从当代几位重要中国哲学理论工作者的思想性文字作品的诠释观点中 可以看到他们各自的诠释体系 四、从他们各自的诠释体系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 从他们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出发 则进入了当代中国哲学方法论的思考层次 从当代中国哲学方法论的思考中 我们势必又要直接回到传统哲学原点所展现的理论观点 从各家各派的理论观点 又让我们意识到其观点背后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之理论系统 就在此处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哲学各个理论工作者独到的理解判断之特色与诠释体系之差别 在这些特色与差异的表面冲突中 亦正是我们对于中国哲学意理解析工作的关键下首处 这就是要对中国哲学基本哲学问题意识做检讨 经由原点解读的体系铺陈以及当代诠释的术语整理 我们可以不断地追寻这个决定 中国哲学理解与诠释的哲学工作的根本要害问题 就在这个哲学活动的追问中 我们是必须要重新发展一套专属当代中国哲学理论工作者 可以清晰使用的基本哲学问题分析架构 当然 这个基本哲学问题分析架构的建立与使用 本身又是一个繁复的哲学问题 三 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问题定位 基本哲学问题指的是一切哲学活动最终探求的根本问题 并且以基本哲学问题的形式显现为意普遍共通的哲学问题 在所有哲学作品中 无论任何的名项使用 命题主张 及体系建立 最终必须寻求出发生在各个专家各个学派的终极问题的共通格式 这是一套普遍共通的问题 一套抽象度最高的基本共通问题形式 它本身仅仅是一个问题意识 而不携带任何主观的判对观点 当然 基本哲学问题本身也是一个哲学问题 它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是站在当代研究的方法论课题下而成为的哲学问题 这也是本文正在探究的哲学问题 但是方法论是为诠释传统哲学典籍而使用的理论体系 如果传统理论所关切的哲学问题是第一序的哲学问题 那么方法论所关切的哲学问题则是第二序的哲学问题 于是就第一序的哲学问题所要追问的观点而言 第二序的作为方法论意义的基本哲学问题便将不表现出任何的哲学观点 它将仅仅作为第一序的哲学观点借以表达的路径 它只是一个题目 在这个题目下传统点集中的所有理论观点各自表述 于是我们便在一个诠释传统点集中的理论观点的工作需求下 要求给予一个普遍共通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 使得一切理解与诠释的工作得以方便而且准确的进行 4. 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哲学判断 基本哲学问题作为一切传统点及理论观点所阐述而出的路径 它本身当然在哲学理解的层次上也是一个哲学问题 这就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是一个明确的发生在学院中进行当代哲学活动的理论建构需求下的方法论理论问题 它因此本身成为了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 这个哲学问题的哲学判断的对象 基本哲学问题的功能在于对所有传统的哲学观点进行理论的解析与诠释的建构 因此对于传统哲学问题的终极理解本身成为了对于基本哲学问题理解的关键问题 也就在此处显现了所有当代哲学工作者的个别差异 表现出各个诠释体系的各种形态 显现了当代哲学工作者的根本理解 这个根本理解就是要去进行对于中国哲学各大传统的终极主张 究竟在主张关于什么问题的理论观点 究竟他们经过了什么样的理论思考与实践 而提出了什么样的特殊理解下的真知灼见 这个根本的判断的困难度的关键 当然在于中国哲学的一理特质的掌握上 这个一理特质的掌握又决定于个别哲学工作者 个人的人格特质与思想习性 这当然是和中国哲学基本上都是人生哲学的形态有关 个别哲学研究者当然是站在自己相信 并接受的价值观念的基础上来进行中国哲学 终极一理真相的理论判断 于是要去进行这个判断的终极 根据正式研究者自己的深度信念 但是哲学的活动中就必须是理论性的 是理论性的也就是一种理性的客观 理性的客观就必须有理论的架构来证说这个客观的真理 虽然理论的起点来自于主观的信念 但是理论的完成却必须是基于普遍命题的严整建构 这个普遍命题的严整建构当然又是一个中国哲学权势体系的建立的问题 这就是一个针对整体中国哲学普遍命题之建构的哲学判断 这个权势体系的寻找就决定于作为普遍命题证说根据的基本哲学问题的权势架构 5.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体系性需求 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显现必须是体系性的显现的 因为我们要建立的是一套权势的架构 藉由一套权势的架构已收射所有的哲学问题 因此必须追索出一个有体系性的权势架构 一个符合在基本哲学问题意识下的权势架构 必须在所有哲学问题意识中发展出互为权解的架构关系 建立一个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关系网络 从而作为一切答案的分输排比的定位空间 当然这一个体系一致性的需求是一个理论上的需求 也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哲学的形上学体系建构的理论需求 是一个对准形上学思维的需求 形上学这个哲学词汇在中国哲学研究者的使用中 已经成为了对于整体存在界的研究的学问 对于整体存在界的研究有几个基本面向的切入 这些基本面向在中国哲学理论关怀中显现为宇宙本体功夫 进界四个面向 这是作者的意见 也是本文要阐述的目标 这几个面向的共构才形成完整的体系 才是中国哲学理论关怀的哲学建构应该顾及的总面向 在各个学派的哲学史传承中 这几个基本哲学问题的求所不断的出现 不断的透过这几个面向的基本哲学问题的理论建构 而共同维护该学派的价值命题 这个体系性架构对于分析中国哲学史上的个别理论对象是极有意义的 但是它通常并不是以整体的面貌表现在哲学史上的所有个别理论作品中 哲学史上的理论性作品是以哲学家自己的生命历程与思维脉络而建构的理论 故而将有着在这个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总体架构上的或偏或全的展现之差异 哲学家各以他自身所关切的基本哲学问题为理论建构的切入角度而发表论点 各自在功夫境界宇宙本体 几个问题上的多重层面的不同层次来思考问题并提出观点 因此展现出理论内涵的多重差异 各境盛场 事故其同意高下之间难以判断 此时唯有借由一套方法论的诠释架构方能进行这种判断的活动 当然这一套方法论的判断架构必须是一个适合于中国哲学共同问题意识的普遍分析架构 尤其抽象层面的广泛笼罩 而得以将中国哲学史上各家各派的哲学观点式与分析平息 进而提供整体理解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基础 例如在王阳明哲学的讨论中 如果我们聚焦于功夫理论的建构 则阳明学清晰可解 又如传统儒学在孔孟雍义的发展也似乎展现魏伦语中的境界哲学 孟子中的功夫哲学 中庸理的本体论哲学 及异传中的宇宙论哲学的不同重点 在同一学派立场内 后者预设了前者的成果 但把重点方在自己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建构中 五 六 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之寻找 当代几位重要的中国哲学家都明确指出 中国哲学面对的是终极真相 以及人生意义的哲学问题 六 强调中国哲学的活动最终在找出人生努力的方向 以及运用修养的方法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 关于终极真相在哲学问题上 即是一个形上学的哲学问题 形上学语义分歧 我们且以整体存在界的总原理说之 此意义混沦 在细说之 即有在宇宙论脉络下的知识建构 以及本体论脉络下的观念建构之两路 而关于人生的努力即有功夫哲学的建构 以及境界哲学的说明 这就建立了一个宇宙 本体 功夫 境界 四方架构的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 诠释架构 这也是中国哲学的形上学的一个方法论体系 我们即以之为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的初步架构 七 就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作品的理论研究而言 这是一套关于中国哲学的题目之学 而不是答案之学 在这个意义下 它是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哲学 一 本体论与宇宙论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 首先 本体论及宇宙论这一对基本哲学问题的概念意涵 是取它在中国哲学里的一般使用意义 即本体者哪一中极意义之学 宇宙者哪一时间空间之学 本体论哲学是就着整体存在 借在于主体的整体性观照下的意义摄取之观念内涵 在细究之 本体论哲学思考著作为整体存在原理的道体本身的各种形状 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道体的抽象性真 这一个意义的本体论哲学思考著作为总原理的道体自身的各种形状 当道体只是一个原理时 它是道体的原理意的抽象性真 当道体也具备了宇宙论的存在始源的身份意义时 它是道体的存在特征 这个特征其实仍然是抽象的 因为在这个意义上的始源意的道体都仍然不具备具体存在的形象 因此只能在抽象的意义上讨论这个存在始源的特征 这是本体论哲学在道体对象上的第一种思路 在这个思路下展开了关于性真知学的多种观点的铺陈 本体论哲学的第二种思路是思考著经由人质而确断的道体的终极意义 我们给它一个名词叫做道体的实存性体 以有别于道体的抽象性真 这一个意义下的道体问题是思考着主体所确断的价值意义性问题 是就整体存在界的存在意义及价值关怀进行发言 就方法论的反省而言 它当然是主体自身的主观赋予 但就理论建构的目的而言 它是提供功夫修养哲学的价值目标的理论根据 因此将在现实人身上兴起直接利己的价值影响 我们称之为实存知意者及此意 言其实存于存有者的价值生活中 这一个思路的性体知学也是如是道三学的不可融通之关键处 及其价值关怀的各自有别之处 这个价值上的确断可以说是三学心灵的根本立场 是一种独断的判断 当然 在长远的哲学史发展中 它也进行了理论的铺陈 以展现此价值要求的必然性 只是这样的理论建构是否可以成立就需要方法论的简证 至于是怎样的方法论才可以作为简证的判准呢 这就又是方法论本身的问题了 例如穆宗三先生的道德行上学的方法论建构就是在这一套方法论的判准下 而论断儒家的德性本位的行上学是行上理论的终极形态 我们如果使用穆先生的方法论就会得到和他一样的结论 我们如果不同意他的结论就必须另外建立方法论以为判准 我们所建立的基本哲学问题的方法论分析架构 就是另外的一套方法论 不过这一套方法论建立的目的并不再透过它可以获得如是道中的 哪一家的价值目的可以成为系统推理下的终极真理 而在于透过它可以更清晰的建出各家学派的一理推理进程 从而建构各家理论的明确形态 而使得当代中国哲学的学术成果可以提供给广大的知识界各种形态的价值体系 并将之交由知识分子自作价值选择 选择的依据乃可回归于个人自己的信念与与实践的愿望 因为如是道各家的功夫修养哲学都是可实践的哲学 实践者的主观意愿才是实践可以成功的真实动力来源 成圣成仙成佛各一齐取 就宇宙论而言 整个宇宙论的知识建构 则在建立一个经验现象意的世界观的知识系统 以及人存有者的人体学的精气神型的存在实况之解说体系 它包括了对于经验现象世界的始源 发展历程 存在结构 以及它在世界的知识肩架 以及整体存在界的结构图示 并在此中建立存有者类别之学 以及人存有者的人体学 中国哲学中的宇宙论知识系统在中国哲学的价值推理中是特别的重要的 如果我们仅在儒家哲学系统内论究价值 那么宇宙论的知识系统是不太重要的 因为儒学的世界观主要是眼见所及的家国天下 至于异传中所论的鬼神参与知识在宋儒中即未被强调 而懂众书的论语 天者百神之大君的神学天说法亦被宋儒排斥 八 时至今日 劳斯光先生亦谨守孔梦的心性论中心 儒学以道德意识的功夫修养为其权益 而穆宗三先生论于儒家的形上学时 亦不取有他在世界的形上天之意 其道德形上学者乃论说此一世界之时有极德性本位之本体论哲学者 即便在宋儒也谈阴阳五行的气化世界观的理论时 其作用的原理人是德性的本体论原理 而非宇宙论的客观规律性知识 这就是我们说宇宙论知识系统在儒学价值命题中是不太重要的理论之意义 但是在中国哲学中的道教哲学及佛教哲学的哲学知识世界中 宇宙论的知识建构却是体系中与本体论的价值意义问题同等重要的基本哲学问题 除非我们直接排除道教的修炼功夫与佛教的轮回世界观也是中国哲学的领域中是 否则我们就必须对于这些知识命题在宇宙论知识体系中的理论建构问题有所交代 这就是要清楚地赋予宇宙论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的核心地位的需求 我们说宇宙论是一种知识性的哲学 而本体论是一种观念性的哲学的意思是说 宇宙论哲学是要清楚交代现象世界的生命变化的知识以及人体结构的知识 藉由这些知识的陈述从而提供人存有者追求理想境界的知识性根据 因此他的知识性性格是一个明显的要求 在宇宙论的基础上所展开的功夫活动就有了明确的历程皆次 而本体论哲学所论说的意义、目的、关系、原理等 含带着主观价值判断或抽象意义厘清的概念者 却是经由人质的赋予而有之观念 观念是携带着态度的看法、态度形成特定的思维模式 观念中在思维主体的主观态度中运作 知识却具有普遍的客观性 依据本体论而得的观念需要主体的态度的配合才有成为现实的可能 依据宇宙论而来的知识却更具有对于所有人都有效的知识的客观性 如果要操作宇宙论的知识就必须有明确的步骤 而要推行本体论的观念则取决于主体心性的意愿及事 这样的分辨是对于在功夫哲学中的理论根据的分辨 功夫哲学在如世道中有着许多差异 其理论根据即在本体论及宇宙论中 不同体系的功夫的差异可以在其自身的所依据的宇宙论及本体论的差异中见出 此意愿论功夫实系说 二、功夫论与境界论的基本哲学问题亦是 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在中国哲学的理论建构中其实是作为理论建构的最终目标 中国哲学的如世道三学既然以解明人生的真相以提供理想的去向为目的 当然就要将如何实践及追求什么说清楚 如何实践及功夫 如家的格志成正圣读等事道家的无畏心斋者是道教的炼器炼神者是佛教的禅定持戒者是 追求什么即境界 境界即理想人格 恐梦的圣人 老子的圣人 庄子的真人 道教的神仙 佛教的菩萨与佛者 即是各体系中最终要追求的理想的人格境界 功夫与境界既然是中国哲学理论建构的真正目的 那么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当然要在中国哲学的形上学思考中有一明确的理论地位 这就是我们要提出中国哲学的形上学思考应该将宇宙本体功夫境界四方架构连成仪器的原因 连成仪器即是将此四方架构的推理进程形成一套关系网络 而由其中任何一个基本哲学问题的进入做研说时 则皆可以研说至其他三个基本哲学问题中 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功夫是一个人性主体的活动 境界是人性存有者的存在状态 一种功夫达到一种境界 一种境界是一组本体论与宇宙论共构的知识兼价在人身上的落实 最高境界是最理想的人格形态 它是交由形上学的终极原理来说明 以及交由本体论及宇宙论的知识兼价来说明 唯有先两分宇宙论与本体论的知识兼价方才能将中国哲学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说清楚 因为不只境界的说明要区分从本体论说及宇宙论说 功夫的说明也要区分从本体论说及从宇宙论说的脉络差异 3. 本体论的实存性体与抽象性真和功夫境界哲学的互动关系 首先,就本体论的进路来说明其与功夫境界哲学的互动关系 这个说明的脉络要先分本体论的实存性体及抽象性真两路 理论上说,我们可以以这个道体的抽象性真及落实为最高境界存有者的存有形状 后者是前者的人性未格化 而道体的实存性体则是功夫其向的直透道体的一贯原理 因此也是最高境界者的实证内涵 这一个理论上的分析其实正是从传统哲学理论作品的解读中建出的 中国哲学理论建构的一般格式即此 即以道体的实存性体意作为实践者的功夫入手 例如中庸讲道体是成者天之道 功夫即成之者人之道 而实践者的最终境界的内涵即是道体的抽象性真意的人性未格化 如老字讲道体 迎之不见其手随之不见其后 则古之善未道者唯妙玄通生不可实 迎之不见其手随之不见其后 即讲道体的抽象性真 唯妙玄通生不可实 即讲圣人的境界 道体既然不可捉摸 圣人亦不可捉摸 此即本体论的两路思维与功夫境界哲学的互动关系 实存性体是一个智的直觉的独断 独断的判断整体存在界的终极意义 或是道德或是无畏或是自然无目的或是逍遥无呆或是苦或是空 这个终极意只确定之后即作为功夫活动的奇象 奇象只是一个入手 有入手就要有进展 有进展就要有说明的架构 在功夫中进展的意义都需要借由宇宙论的知识尖价来说明 由宇宙论配合本体论来展现一个有阶次的成长的境界来说明 境界之说明则落在一套宇宙论肩架之基础上 而展开为对于本体的形态解析的抽象性真中 终极境界等同于道体的抽象性真 亦是最理想人格形状的存有境界 本体作为任意哲学体系的最高概念范畴 它的抽象性真意是不作为功夫的入手的 但是它是人存有者的最高境界的同意描写 因此它是功夫的结果 全守于功夫的结果 即是全守于境界 如果人以之为功夫 则是境界进入的功夫说 这就通常是最高智慧者的作为 是顿悟者的功夫境界 是顿悟者直接将境界展现而正说功夫与本体的进入 4.宇宙论与功夫境界则学的互动关系 本体论提供功夫入手及究极最高境界 而宇宙论则说明存在结构 也说明人存有着在功夫提升历程中的存在形状之变化 如宋如张载要讲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 讲变化气质 这就是在以道德意识的实存性体作为本体功夫的同时 要借由人存有者的宇宙论知识定位来说明这个功夫进程的意义 谈功夫的进程即是在宇宙论的知识脉络中讲境界的调生 在佛教哲学系统中 佛性即成佛者之体性 但佛性也是佛教本体论哲学之中级道体 所以成佛者之境界与中级道体为一 佛性即是主体之境亦是道体之境 是本体也是境界 本体与境界合一 这一种理论格式之所以可以出现 主要是因为佛教哲学中的宇宙论知识提出了 佛人存有者在多生历程中的生命调生之说 佛教的生命观既可在轮回中堕落 亦可在轮回中提升 在轮回中不断提升的结果 则使生命进入最纯粹的境界中 即成佛者境界 这是佛教哲学中的宇宙论知识所提供的理论模式 这种知识形态即是其宗教性的理论部分 但是哲学研究是不论其是否是宗教性知识 而只论其作为哲学知识的理论建构是否可以成立 其成立与否之讨论即需降之 纳入基本哲学问题的知识兼价中 这一个佛教哲学的成佛者境界之 本体论一含之可以成立的论理 关键即在他特殊的宇宙论形态中 那是一个有着多重世界及轮回生命的世界观 也因此而发展了佛教修行哲学的特殊形态 如六度者 九 相较之下 儒家则显现了明显的人间性 儒家的君子总有理想与现实的两难的凯探 慕宗三先生在《原善论》中的关于命线的讨论者及此时 关键即在儒家指论与本体论的意义性问题 而不论宇宙论的知识性问题 于是价值的追求只能满足在主观的内心心态中 却不能必然有效地完成在客观的外在现实中 儒学史上的例外者及一传之学 一传透过相属的运作是可以掌握外在现实世界的 但是这一条思路在宋儒及当代新儒家中并没有被好好继承 这是一个借由宇宙论知识体系的明确掌握 从而准确地实现了本体论的价值关怀的思路 即是使实践者与道体的密切的活动更为完整 换言之 实践者要达到道体的境界是需要宇宙论的知识的开发的 否则不能达到道体的境界 如果道体的抽象性真与成圣打位两层 这是宇宙论的知识兼价中对于人存有者的存在地位的知识的限制所致 若欲提升与合一 就要交由儒学系统中的宇宙论知识对于实践者的存在能力来界定了 这却是儒家哲学必须要开发的理论方向 对道体作性真的思辨直接可以是境界的语言 但是却不能作为功夫的下手处 但是它却是功夫的成就之结果的描述 功夫的结果即以境界说之 功夫的下手处必须是在一个不成熟不理想不完美的主体情况下的进行 并非主体的最高级状态 功夫的下手是以性体的内容其向未入路 至于对于功夫成就的增长的讨论 则必须有一个宇宙论的根据 在宇宙论的知识的根据下而言说 功夫在进展中的状态 最高境界的形状自身可以是道体的性真 这是中国哲学的论理格式 但是这一种进入的境界与本体的描述却与功夫的进程无设 故而禅宗不论皆次 而直接以境界的展现说之 此一基本哲学问题的解析进入 一集是禅学史上顿见之真的厘清关键 十一 功夫指在道体的实存性体上能有下手处 因此实存性体是一种带着主体性的观念活动的概念 而抽象性真则自始至终都是思辨的活动 于是合应这个性真的主体境界就直接以这个思辨作为其内涵 于是这个境界只是一个思辨的主体的思维状态 每一个性真都在一个时空系统架构下进行 这是一个必然的预设 唯有借由宇宙论脉络中的知识 才可将在入手处的主体的功夫活动与在终极处的境界形状予以联系 这个联系包括了本体论的抽象性真之建构 得以境界的意义作为实践主体的终极意境 更包括了在实践主体界由实存性体作为功夫入路时 经由在宇宙论脉络下所言说的进展历程 而逐步上升达至最高境界 即本体论的道体的抽象性真 此时宇宙论脉络下的知识说明 是对于功夫主体的身心状态的描写 描写其改变历程中的各阶次上升之存在变化的意义 此一道教后其信宗命宗的两路意理命题之得以理清之关键 十二 五 律则的宇宙论脉络与本体论脉络 哲学是建构普遍原理之学 普遍原理中有一种形态即是律则 律则是规范着现实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 在关于哲学体系中的有关律则问题的理解上 有些律则是以对于经验现象的活动作为分析解释的对象的 这些律则即是一种宇宙论问题意识下的律则规范 有些律则是以主体心灵对于事物变化运行的一种主观判断 这种形态的律则思维则是一种本体论进入的律则思维 前者已关于阴阳五行在气象力法及身体结构上的知识架构的建立者 或是佛教哲学中的十二因缘观之对于生命发展历程之言说者 它本身是经验的描述 它没有改变经验的能力 它有的只是描述系统的精确度的问题而已 但是它的形成却可以成为经验知识的依据 它也是功夫操作的知识系统 后者可以老子的 有无相生 反者道之动 知识存率则为代表 十三 基本上是思维主体自己的主观断语 因为换一种断语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这种断语就是一个观察的视野 决定于观察者心境的摆设定位 对于这种律则的思维则可以造成一种创造性的作用 这是本体论思维模式下的律则 它是有着改变现象的可能性 指其可能性的程度大小之别而已 它就是实存性体中的以律则为体制本体论哲学的形态 这一个区分的工作 仍是为了宇宙论知识系统中常常出现的律则原理的认识的厘清 厘清律则的宇宙论脉络及本体论脉络 宇宙论脉络的律则确实是将发展为客观知识的依据 但是本体论脉络的律则则仍然是一种主观的判断 它在现实上的错误是可能的 因为它本来就是主观的意愿 这个意愿是要去创造及改变这世界的 而宇宙论脉络的律则知识则只是要我们顺着它的规律而好好的生活而已 它在现实上如果错误 它的实践就不可能完成 因此它在实践上的要求就是要更精确的发展它的知识性细节 但是本体论脉络的律则之实践需求却是建立方法论判准而强化这种主观思维的理论效力 主观意愿的强化即是其在现实上创造结果的动力来源 我们从以上本来应该是客观的律则的本体论与宇宙论两路的厘清与区分中可以建出本体论原理是如何以主观价值心态的形式而产生创造与改变世界的结果 至于宇宙论的知识性命题就从来只是站在辅助性的角色述说着世界与个人的生命的变化历程 6.实存性体的创生作用意知理论检讨 实存率则具备着改变世界的可能性 这是由于实存率则作为功夫发动的心灵奇象 其目的极为追求一个与本体合一的生命境界 这也正是本体论的道体的实存性体的一般功能 这也是当代儒学家穆宗三先生所言的儒家的道体的创生性能 只是穆先生认为道佛两家之道体不具备这样的创生性能 故而仅是成就了一个境界形态的形上学 以及仅是成就了一个对于整体存在界的存在性的宝珠而已 而并不及创造之 14.我们以为实存性体及一人存有者的主观判断 判断之计而成为实践的信念 而实践之 实践之而即实现之 当其实现之时即为一创造 此一创造 乃皆同时含具本体论意与宇宙论意 乃及穆先生所谓之本体宇宙论者 15.即在主体的修养活动中贯通道体 而外化于整个存在界 而产生外在世界的各种变化 穆先生以为道佛的不具创生性 并是因为穆先生乃以儒家的道德意 是为宇宙创生之唯一可能 此为穆先生在于经验现象世界之为 使有的儒学心灵下的哲学独断 关键即在对于世界存在的看法所致 穆先生所思考的道家哲学 是王必学进入的老字学 王必谈道体的抽象性真 是一个存在意上的无形无名 又谈道体的实存性体 是一个无畏的胸怀 故而其转出功夫作用时 即是一个无畏意的作用的无 穆先生以此二意皆不论创生 穆先生所谈的佛是一个般若空会的佛性 虽有在后期的天台学建立的无名法性同体相及之意 故而的有缘教之及三千世界而成佛之功而保住存在之法 但终究不是存在的创生而只为保住 十六 故而在穆先生的解释系统中道佛两家皆无创生之意 而我们所说的创造意却是通如道佛之本体论之时 存性体者皆有之者 王必老学论于道体的抽象性真 却未论于宇宙论的创生原理 十七 故而在王必老学中却无创生之论说 然而针对存在界的创生问题 在整个道家哲学史上的宇宙观中却触目皆是 怀男子之作极为显力 王必老学虽未论之 却不得未道家系统无之 穆先生有论于本体论 却无事于宇宙论 故有此一道家没有创生性之说 实则道家论于世界存在 乃一道体之本体论 一之原理与宇宙论一之始源二义 其宇宙论一之始源一即有义宇宙 乃由无形而至有形的创生历程 指其道体非以一道德意志而为创生者 是为一自然无目的之发生历程者 既以由无至有即为创造 至于是否保证 这不是一个宇宙论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 而是一个本体论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 依据道家自然观之无目的性言说 世界有即有之 不论保证 保证是目的性问题意识下的课题 目的因中断 存在即不保 但道家自然观本就不以目的造化天地 天地是事实上已经造化 既已造化 则只有律则和道之事之可论 天地已存 修养者在天地范围之内进行社会活动的顺其律则而行之事 至于佛教世界观中的世界存在问题 在实存性体的实践作用中 它展现在存有者的境界提升中 实践之即开显之 即创造之 即对世界有疑创生的作用 佛教宇宙观也因此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只在开放系统中人必须保持一个宇宙发生的历程 尖架 此即其缘起法中的十二因缘及沉住坏空之历劫之诸说者 由事观之 佛教的创造的作用是一个身心一体主刻意其内外一致 人生小宇宙与世界大宇宙同其创生的无限历程 而沐先生的创生 则是一个面对当前经验现象世界的有限的历程 圣人已修其至平参赞化欲 于此一一存永存的宇宙之中 宇宙本身是沐先生的德性本体的所对 且一存永存 沐先生之是系统中对于佛教世界观中的宇宙的沉住坏空之是并无处理 而儒家圣人的创造范育则是在天下之内 这个创造是使世界成为一个道德世界的创造 道家老子的创造是借着无畏的功夫 使社会成为一个有成就的社会 功臣嗜碎 孵为道善待且成 道家庄子的创造则是借由逍遥无怠的功夫 使得境界超生而聊天一 道教神仙学则借由性命功夫 而使人存有者静至神仙之静 虽未改变世界大宇宙 却然改变了人存有者的生命小宇宙 这也是一个实存性体的创造作用 佛教大臣学皆以般若功夫提升存有者境界 使人我天地同时开显而入于缘起法界的大宇宙历程中 这依然是创造 由此观之 实存性体的本体论观念正是人存有者开显自己的功夫进程 其实践之极创造之 如是道皆然 穆先生言道 佛没有创造之说 是对于经验现象世界的实存性过于坚持所致 其所论之创造 亦是对经验现象世界的实存永存有所言说之理论建构者 此意却非道佛之世界观之所需 依佛教世界观言 世界是一无穷的心实变现的结构 人存有者的经验世界本就不是永恒不灭的世界 世界在一个缘起的历程中沉住坏灭着 而实践主体则在一个修行的历程中创造世界 主体的创造 亦创造了客观世界 秦汉之际道家宇宙发生论的建构 关注的是言说世界从无至有的生发历程 世界是意已存在的事实 从理论上论证其存在的道德目的性 乃非其本体论哲学所含设之问题 亦是 穆先生所言之儒家道德意识的创造 是以道体的创生议论于存在界的背后动力因 而如者在现实世界的创造 则仍然是社会活动意的创造 是使社会活动显现道体创生意的意义的创造 使现实世界成意理乐世界的社会创造 道家是世界为自然存在 既已存在 即不论背后动力因 老子之道体在圣人之修养中 亦只为社会活动意之创造 庄子逍遥无怠精神 是成就自我生命自由无怠的非社会性创造 即为仅提升其自己的生命境界的创造 道教神仙学是成就自我生命长生不死的自然意之创造 其背后有他在世界观 但此一他在世界一人一自然无目的性的世界 故而仍存有者之活动意不复创造 他在世界之存在之则 唯有佛教世界观中的道体的活动 是贯穿到体与主体为一者 世界及主体的活动所造 以一般若空性之在于宇宙论意之境界等差 而有着诸多世界的存在之显现 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中的功夫修养与创造世界的一理格式 以上对于实存性体的创生意的检讨是就着整个哲学对象的哲学体系的四方架构做一整体的检讨 这个检讨的成果是基于这四方架构的基本哲学问题分析架构而做成的 这个分析架构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的权势工作还有极大的理论开发空间 以上就穆宗三先生所开发的当代中国哲学权势观点中的若干检讨 此一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的使用案例 站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一理开发的进程上 作者深信此一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的使用是适当的 此一集本文之暂行结论 结语 本文之作乃作者近年来关于中国哲学方法论研究的一个简要的小节 这一个基本哲学问题的方法论分析架构仍有着许多可在发展的空间 作者的工作方式及是借由方法论架构分析传统哲学作品 由传统哲学作品中所出现的理论问题在发展这个方法论的分析架构 在传统哲学作品的研究进程中 作者并没有把自己限定为哪一家哪一派的专门研究者 而是在方法论的分析架构下讨论这个哲学对象的核心理论命题之成立可能及其限制 在这样的工作进入上作者乃得以逐步解明如是道三学一理形态的重要差异 亦得以借由方法论分析架构而将个别哲学体系的理论要点梳理清楚 这样的工作进程当然是随着分析对象的增加而可有更多的方法论架构体系的收获 方法论架构必须是一个活的研说系统 必须在更多的哲学对象中进行分析 必须具备更多的分析经验才能进一步的充实他自己的分析效力 当代中国哲学工作者群中提出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研究观点者重 但是其研究方法形成有效的分析案例的情况者少 关键极在方法论必须与对象实战接触 越有接触则方法论自身极越具备解释效力 亦越有机会修正极发展他自己 本文之作并未所定任一家的传统哲学作品进行理论分析 而是仅就分析架构进行方法论讨论 更多的实战经验将在他文中进行 世卫结语 1.关于理想人格的理论问题 作者曾以小于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理想人格理论大于为题 发表于中华青年交流协会所举办的 两岸青年学者论坛人文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中 参见小于传统中国价值观的 《现代意义》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理想人格理论大于 两岸青年学者论坛人文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 中华青年交流协会主办台北建坛 1998年12月 2.作者曾以小于《现代中国哲学在台湾的创造与发展大于为题》 发表于《第七届海峡两岸关系研讨会》中 初步检讨了台湾及大陆地区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现况 结论则提出应以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探究为方法论研究的关键重点 参见哲学杂志 第25期 页094 underscore underscore 115 1998年8月台北 3.作者曾以小于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大于为题发表于《纪念冯友兰诞成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中 4.作者对这些当代重要哲学解释体系的简要阐述 请参见著二中之文章 5.参见捉住一传中的基本哲学问题 发表于山东周易研究 1999年第四期 山东大学中国周易学会主办 即1999年8月 第四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 台北国立师范大学 中华易经学会主办 6.参见方东美 中国人生哲学 台北黎明 1985年2月6版 唐军义 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台北正中 1979年 慕宗三 中国哲学的特质 台北学生 1980年6版 7.以上这些观点 作者都已经在过去的诸多学术论文中发表出来了 8.参见桌著 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北京华文 1999年8月第一版 8.参见桌著 《小于董仲书宇宙宇宙论论》进入的儒学建构 大于1999年9月 国际孔子学术研讨会 台北 俄胡杂志 设 主办 9.关于佛教哲学的功夫理论的建构 作者在以下文章中有较完整的讨论 参见卓著 小于照论中的班若思维大于1999年7月 第十一届国际佛教教育文化研讨会 台北华泛大学 华泛大学举办 及小于大臣起信论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大于2000年5月27日至28日 第四次如佛会通学术研讨会 华泛大学哲学系主办 台北华泛园地 十 作者以为这一部分的陈述可能是 墓学理论建构中最无法自圆其说的部分 参见卓著 小于是论墓宗三 中国哲学权势体系的如佛会通大于1998年12月 第三次如佛会通学术研讨会 台北华泛园地 华泛大学哲学系主办 令建 香港人文论坛 二千年3月第75期香港人文哲学会出版 十一 参见卓著小于禅学方法论 中国禅学思想史的方法论平息大于 小于中国禅宗通史的方法论平息大于 二文接登录于作者网站 杜宝瑞的中国哲学教室 HTTP冒号双斜线HFU.EDU.TW斜线取代符号BORUI 十二 参见中华链丹术小于宋元时期的内丹学说大于和宗望着 台北文经出版社 1995年11月一刷 令参见 金元全真道内担心性论研究 张广宝哲 台北文经出版社 1993年出版 十三 参见卓著 反折道之洞 上篇 台北红泰 北京华文出版社 十四 参见卓著小于室论 穆宗三中国哲学权势体系的儒佛会通大于华泛大学主办 第三次儒佛会通学术研讨会 台北华泛园地 1998年12月 十五 参见 四应说演讲录 第三讲 穆宗三主讲 卢雪坤整理 台北俄湖出版社 1997年9月再版 十六 参见穆宗三先生者 原善论 台北学生书局 十七 参见卓著小于王毕哲学的方法论探究大于中华民国艺经学会主办 第十四届 第十四届国际艺学大会 台北公企中心 1998年12月 二三十二 二三十二一七十二 二十八 F一万八千七百二十七 C两百五十二 B五十一 A一千八百一十三 C六十六 A三千两百五 九九五 三四二 OK Text斜线HTML 二十九 Friday 二十六 November 二千零一十五 五十分 三十九 秒 GMT 二十八 二千零三十四 Boldface-184C 一-495 E4D 五十四 C9C 0003 Heights 五千九百 九十五 三十四 台大哲学系 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 度保锐资料 教学课程 学术论文 专书著作 学术资源 当代老学道论研究的基本哲学问题解析 首页 向上 功夫境界世界观世易 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现代中国哲学在台湾的创造与发展 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反省 当代老学道论研究的基本哲学问题解析 当代新儒家哲学在台湾的影响与理论反省 对梁树明东西文化与哲学比较观点之反省 对傅伟勋谈中国哲学工作方法及方法论观点之平息 冯友兰对中国形上学论变的方法论解析 冯友兰心理学建构的理论反省 冯友兰此在世界道德精神重建儒学的理论建构 冯友兰 《真原六书》中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冯友兰 《真原六书》对中国人生哲学精神的比较观点 对木宗三谈宋明儒学之所以为心儒学意见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谈宋明儒学之课题与分析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诠释周连希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谈张载道体性体心体意的方法论反省 是论木宗三哲学的儒佛会通 从木宗三哲学谈如佛会通的方法论探究 对木宗三宋明儒学诠释体系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批评诸希与成怡之大学诠释的刚领性意见之反省 对木宗三诠释诸希以 大学为规模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诠释诸子中和说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诠释诸子人说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诸希诠释的方法论反省 当代宋明儒学研究与中国形上学问题一世 中国哲学的真理观问题 The question of the view of truth in Chinese philosophy 对劳斯光先生宋明儒学诠释体系的方法论反省 对劳斯光先生道佛诠释的方法论反省 对方东美论中国形上学的方法论反省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Buddhist study of Thong H. Fenn 方东美对中国大乘佛教义宗教义哲学的基本立场 方东美对大乘佛学中国化的诠释立场 对唐军义高举儒学的方法论反省 当代老学道论研究的基本哲学问题解析 档案下载 台大哲学系杜宝瑞 摘要 本文借由当代学者元宝新先生 及吴辱军先生的当代道家权势体系研究之专著作讨论 文中讨论了元宝新先生对于 陈康、胡适之、冯有兰、徐富冠、劳斯光、方东美、唐军义、穆宗三等人的老字道论研究意见 并及元宝新先生自己的意见 以及吴辱军先生对于 唐军义先生及穆宗三先生讨论老字道论的全解意见 逼者直出 讨论老字道论的进入 应该侧重老字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 从基本哲学问题意识 理解老字道概念的多重使用意义 如此将可厘清学界对于老字论道究竟贺益的真意 实际上老字以道概念讨论了存有论问题 以及价值意识的本体论问题 此两路数的命题主张是不能互为推演的 而价值意的本体论问题则能语论功夫 论境界问题和构为一整套互为推演的系统 同样的 老子的无概念意被安置 在这两套不同的哲学问题中表述 这点吴辱军先生时已见出 存有论意的道论以及价值进入的 本体论意的道论的解析架构 将不仅有助于解析老子的哲学系统 同样的将在整个中国哲学史上 各家冲突之解消中发挥 极有效益的澄清功能 这也正是本文一同时是一方法论讨论之作之意 关键词 老子 道 存有论 本体论 无 穆宗三 唐军义 元宝星 无辱军 一 前言 老子研究在当代的成果是极为丰硕的 他带领了中国哲学问题的现代化诠释进程 突破了许多意理解释的新模式 解读老学正式创造中国哲学当代视野的最佳领域 包括徐副官 方东美 唐军义 穆宗三 劳思光 冯友兰朱先生都在此一领域中发挥中国哲学现代化解读的创作性意见 然亦因此 老子哲学之形象反背之离 因为众家解读极不统一 且有多处互相抵触之意见 如何在解消当代老学权势的意志 正是本文写作指趣 这个问题有当代学人袁宝欣先生与吴汝君先生的深入处理 袁先生讨论众家成果 皆有所批评 并就众家之中特取穆先生意志为权势老学的最重要标准 但仍然对穆先生之说有意见 吴先生则个别肯定唐穆二先生论老的成功之处 但也提出个人的讨论意见 且有重要的方法论上的新架构的提出 而两位先生的成果都是更推进了老学研究的哲学深度 但其实也带出了理解上的重大问题 必须有意解消 本文之作 以及是在两人的工作基础上 在未筛减诠释老学的方法 二、老字哲学议题研究的主要意义 老字哲学的研究价值从哲学史上说 它是道家哲学的鼻祖 与儒家在传统中国哲学领域中正位对立较近的两派 占据了哲学史研究价值的制高点 从哲学概念说 老子创造了道论的思考 将道论研究提高到寒阔所有哲学问题的高度 似乎是研究到概念也就是研究了整体中国哲学 从哲学问题说 老子的道论始终被争议着韩聚和种哲学问题 一指 是行上学 宇宙论 是价值论 是道德论 是人生论 是实践进路 是关节进路 是实有形态 是境界形态 是修养 是境界论 是直观的是分解的 种种哲学问题交逼而来 考验着所有老学解读者的哲学能力 这个现象的发生 并不仅仅是因为老子五千言言简易概 意涵丰富 而更重要的是所有当代学者的研究方法问题 问题有两种 一种是道概念研究进路所产生的问题 另一种是对于老子哲学的或制方法与研究老子哲学的方法论的混淆问题 道概念研究 道概念研究进路的问题在于过度的以道概念研究为研究老学主张的轴心 然而 问题不在老子的道论有什么哲学意涵 或是主张了什么哲学意见 而是老子使用道概念处理什么哲学问题而提出什么主张的问题 也就是说 问题是老子处理了什么问题的问题 而不是老子的道是什么的问题 老子使用道概念所处理的问题也就是中国哲学处理的问题 中国哲学处理了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才是解消老子论道的种种意志冲突或交融的关键问题 逼者认为 哲学史的进行主要并不是针对哪一个概念主张了什么意见而发展出来的 而是针对哪一个问题主张了什么意见而发展出来的 这其中涉及到使用了某些概念 并且特殊的定位着这些概念的使用意义以发表哲学问题的主张 概念的意义本身甚至不是这个哲学家的哲学主张 他只是这样使用这个概念去主张他的哲学问题的意见 至于就这个概念的使用 哲学家甚至在同一著作中也会有不同意义的使用 因为哲学家不是在研究一个概念 而是在研究一个问题 他只是使用了概念去讲问题 提主张 因此一切哲学理论的研究应该重返问题本身 然后在问题中再分辨哲学家如何使用概念以表述意见 如果不能将研究一直定位在哲学问题中 而是一直在概念定义及概念主张中打转 那就不容易得出有效的研究成果 哲学家的问题当然是众多分歧的 劳斯光先生以机缘问题 以概念定位哲学家自己在进行的哲学问题 三要从机缘问题才能见出这个系统的论述的思辨意义 这就是个人有个人的机缘问题 哲学史上的各家理论系统的机缘问题是无从统一的 也不需要统一 统一了就没有哲学理论的创造了 所以要理解个别哲学系统的创造性贡献 就是要进入这个系统的特定的机缘问题中 从此处推演而见全貌 然而 如果要做整个中国哲学各家系统的解释架构的研究 那就需要将分其各三的机缘问题式与统会 将个别机缘问题编制入几项哲学基本哲学问题中 而形成基本哲学问题之间的整体的解释架构 哲学基本问题就是任何哲学问题最终统规的基本问题 是以一个涵盖面广的哲学基本问题而来包设涵盖面窄的个别机缘问题 前述当代学人诸多争议中所论及的宇宙论 形上学等问题及是此处所说的基本问题 基本问题项目亦是繁多的 依比者余见 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当以本体论 宇宙论 功夫论 境界论为四大区块 当然 通常使用中还有修养论 伦理学 存有论 形上学世界观 等议题概念 但此中使有涵盖面交叠的问题 与之重整之后再做区分以使领域有别则即为上述四大区块 研究老子的道论有谈到哪种哲学意见 不如研究老子的道论是在谈哪种哲学基本问题 老子固然唱说了道 但是老子不是为唱说道而谈哲学主张 而是为解决他的机缘问题而提出主张 这个主张可以安置在某种哲学基本问题脉络中认识 这个主张特定的使用了像道概念这样的核心概念 因此需要进行道概念使用意义的确定之后才能了解 但是 终极的说 老子不是为研究道而主张哲学意见的 他只是使用道概念来谈他的哲学问题的意见主张 因此我们应该直接揭露老子哲学中有哪些哲学问题被关照到了 然后才来定位道概念被表述在哪些哲学基本问题中 以及 以道概念在个别哲学问题中所主张的观点是什么 研究老子的主张是一回事 这件事是要回到老子的问题而推敲他的思维脉络 以及概念定义 以及意见主张而研究的 研究老子如何得到他的主张是另一回事 这是当代学者的哲学推敲的工作 是当代学者自己的哲学问题 而老子的哲学主张中也确实是有些地方 对于他的哲学意见的获得是如何得到的有所说明 但是那却是就着他的哲学主张中的特定哲学问题上才有这种对于如何获得的问题的说明 而并不是对于老子哲学中的所有的问题他都有获得方式的说明 这其中老子并未有自我言说的部分就是当代学者可以静言的地方 至于老子已有自我言说的部分 亦可以是当代学者研究静言之处 只不过当代学者未必察觉老子已经自己言说了 此外 对于当代学者所研究的老子哲学获得的方式的观点 这就不是老子哲学的主张了 这就不能混入老子的主张中来说这是老子之学 但是却仍有若干当代学者对老子的哲学主张如何获得的意见 也将知识为老子哲学的主张 哲学基本问题是所有中国哲学共同的问题 研究老子应从此处入手 不是老子不可逃于中国哲学基本问题 而是老子就是中国哲学基本问题的重要开创者 老子开创这些问题 使用了概念 进行了思维 提出了主张 从而形成了中国哲学基本哲学问题的论理形态 这就是老子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 具有核心重要地位的缘故 因为它的思辨是如此的具哲学性 它的第一次提出的思维模式 其实也就是后来的中国哲学家的共同的思维模式 也就是笔者所说的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的思维模式 先对中国哲学基本问题有异基础性了解 然后研究老子哲学中究竟处理到了哪些哲学基本问题 再研究老子在这些基本哲学问题中如何特定地使用了哪些概念 以及提出哪些意见主张 这才是当代老学研究应该走的道路 这样的做法就是本文在此将要尝试解消当代老学学者诸多老学研究成果意志冲突的方法 当代老学研究成果丰硕 并且各家皆有极有价值的所得 但成果往往表面汉格 这就互相抵消了传统哲学在当代的影响力量 笔者企图借由哲学基本问题的分析 重新界定老子哲学的机缘问题及基本问题 以此说明当代各家所重的是老子哲学中的哪些问题 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在什么意义下是合理的 什么意义下是不合理的 从而企图是老子哲学的当代面貌 可以取得一个从更多角度来说都能融贯的形象 三本文研究方法及讨论方式 本文之作将以当代各家老学诠释意见位在讨论对象 而非直接讨论老学之作 当然,笔者亦须预设一套老学研究观点 那即是以卓作、反者道之洞 一书中的观点为主体 四、旁极宇宙论、本体论、功夫论、境界论 四方架构的中国哲学解释体系为方法论 这一个老学解读的工具系统 当在实作中显现,因此此处仅先简术大茂 他的完整意涵呆各研究对象皆讨论完之后再未呈显 首先,老子确实主张有意识存天道本体的存在 并且对之进行存在特征的描述 这其中就包括道论的宇宙议涵 以及道论的存有论意涵诸说 其次,此一实存的天道本体 它在运作上的特征形成它的价值意识的命题 那就是无畏概念所代表的 这就是道论的价值意识的本体论意涵 再者,老子谈功夫论 功夫永恒地是以价值意识的本体以为作用的奇象 因此无畏又同时是功夫论的主张 老子以无畏为宗旨的功夫论主张是极为众多的 同时老子也谈圣人境界 圣人境界就是无畏功夫操作 纯熟之后的主体意境展现的状态 它当然还是以无畏概念做标目 如何得到无畏的境界? 那就是做无畏的功夫 至于老子如何得到以无或无畏为忠心的本体论 功夫论、境界论的众多观念呢? 这就只能诉诸于老子的智的直觉了 这当中当然是一个哲学家心灵的创造活动所致 因其为创造故说未直觉 说直觉而得是说这整套的理论系统是哲学家的自己悬思而得 说直觉而得并不因此使得这一套理论系统所主张的观点不具客观性 客观不客观是就理论与经验的福音而说的 直觉不直觉是就理论的抽象性在于主体的觉察中的高难度而说 为直觉、直觉所得的玄制所承说的内容正在主张着最具客观性的知识原理 所以,理论在哲学家心中或智的途径是与理论的内容不相同的事件 它不是不相干,但是不相同 至于老子道论中的宇宙论及存有论的意涵 比者即认为这是老子的思辨而得 思辨那个价值意识的本体作为一个实有的存在实应有的特征 为何?这样的观点的或智觉 不是在经验中观察或智慧中体悟而可得者 那就是纯粹思辨活动中所致的 所以价值意识相关的本体论功夫论境界论是观察是直觉而得 而宇宙论或道体特征的存有论问题是思辨而得 本文讨论之进行将以元宝星及吴汝君两位教授的成果为基础 包括对胡适之、徐复官、陈康、冯有兰、方东美、唐君毅、穆宗三、劳斯光等当代大家的诠释意见的在反省 论述书十集以元宝星及吴汝君两位先生对上述各家的讨论意见未畏主轴 四、元宝星先生的当代老学处理之基本哲学问题解析 元宝星先生的《老字哲学之诠释与重建》一书已经是十五年前的就做了五 不过其中讨论到的各家老学诠释意见却全都极有代表性 可以说在这十几年来学界对于这些问题并没有太积极的创新 这是因为元宝星教授所处理的问题正是所谓的中国哲学方法论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除非是如唐木等大家 一般学者很难有更具超越性的意见以超越之 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的深入与否以及困难解决了没有的问题 笔者认为 原教授在当代各家老学诠释意见的讨论中 全部都是触及如何定位中国哲学理解形态的方法论问题 并且有倾向木宗三主观境界形态的立场在 至于对其他各家之意志 也颇有一些定位上的出入 笔者企图借此重新讨论而与定位之 这同时也是一项借由老字哲学的解释体系的讨论 而讨论中国哲学的方法论问题 1. 陈康先生 陈康先生提出 《存有原理》 《与》《应然原理》的二分 并指出老字混淆此两者 原宝心及从这个立场作为全书讨论的起点 6. 并且始终承认这个混淆 以至认为木宗三先生的主观境界形态的形上学 已说老字哲学之作是能解决各冲突的 这个二分作为当代中国哲学方法论的讨论是绝对有意义的 它也可以说是知识论上存有原理与应然原理如何够合的问题 比者以为 就中国哲学的特色而言 自然是在存有上说价值 说存有的理论如宇宙论及形上原理本就是比比皆是 但是说价值又确实是这一切说存有的说法的目的 因此问题是如何评价两者的结合 但是评价两者如何结合是一回事 这是当代议题 研究传统哲学家本来是怎么说的是另一个问题 这是理解传统的问题 传统思维中够合两者的思考模式比比皆是 老字更是其中开封器之先的创作者 理解老字说了什么 是不同于评价老字其实只是说到了什么的 老字事实上同时说到了存有原理及应然原理 因此当代讨论中认为老字是把应然原理上推到存有原理是确实的 然而这个问题是否根本上不可解消呢? 逼者以为老字之说的目的是要提出一套应然原理的意见 这就是他以直觉知智物而提出的价值意识的本体主张 及其所观设的功夫论及境界论的意见诸说者 此说之在于社会人文中有一定的普遍性及约束性 但不是全然绝对的 没有这样的功夫实践者就不能契入这样的普遍原理系统的 但是这个普遍原理作为普遍原理的存在特征 确实是应该具备绝对约束性及必然性的 这就是老字对于道概念的存有论的诸种说法者 抽象地说这个具绝对性普遍原理是 泛应一切万事万物而有约束性的思考 是思辨的存有论哲学的议题及主张 至于这个普遍原理是以何种律则? 何种目的? 何种意义? 何种价值而主导? 主宰则是另一个问题 这就进入了价值意识的本体论范畴 这一部分是老子的独断性质物智慧直觉而得 是须有与老子同等的智慧操作者才能真有契入 使有体正而同意的 这个问题比者暂提于此 后文再继续讨论 2. 胡适之与冯友兰 原宝星先生书中是将胡适之先生与冯友兰先生一起讨论的 指出胡适之先生 虽然提出老子是由政治观察才提出行上学原理 但是却也同意老子哲学的命题仍然是由行上原理推出人生观点的 因此有表面矛盾 而冯友兰先生则已发生程序与逻辑程序之差异解消了胡适之先生的问题 因此逻辑程序仍是合法的 而发生程序与逻辑程序的不同就不是问题了 但是原宝仙教授却又担心这种由行上原理推出人生政治观点的逻辑程序的推理做法 是不能决定老子思想的结构的 7.原教授所反省的问题有两种 一个是发生程序与逻辑程序的问题 一个是逻辑程序的内部推演的合法性问题 B者以为 一逻辑结构 一传统哲学家自己的理论建构模型 以及依中国哲学基本问题的推演架构 老子确实是建立了由行上原理推出人生智慧的推理结构 这就是老子哲学充满了行上学意味的创造性地位之所在 至于行上原理推不出应然价值的思考 则是一个当代哲学的认识论或方法论的讨论 是这个逻辑程序的正程问题 这个讨论还可以继续进行下去 但是理解传统哲学的思考模式是一回事 评价这个思考的正程可能是另一回事 原教授关心的就是老子之学 应该只能是由实践进入而正程的问题 老子哲学以至一切传统中国哲学的理论思考模式 都仍然是进行在这种由天道推人道的结构中 当代学术研究应将传统架构 与当代平息这两个层次分开来处理 另一个问题是老子道论的或质的问题 原宝新先生指出 胡适之与冯友兰对于老子的天道诸说 是可以透过观察 把握的说法有问题 认为老子明言 视之不见 听之不闻 团之不得 因此常道是不可以 观察 得得 吧 对于这个批评 笔者愿为胡逢二先生澄清 胡逢二先生说的是老子得到 他的形上原理的心理学意义的思维途径 常道率则当然是观察所得 至于看不到 听不到 摸不到 则是老子对于常道作为整体存在界的 总原理的存有论特征而说的 这就是与朱熹所说的 理是无形无相的 是同一个思路 老子主张道不可见 因为它是抽象的原理存在 老子主张常道的律则是 反者道之洞 是 有无相生 这个作为普遍原理的道是 看不见 听不到 摸不着的 但是可以经由观察现象世界的事物变化而得出这个原理 这个原理作为一个形上学普遍原理的存有论抽象特征 这并不是说老子自己无法借由观察现象而得到这个理解 三 徐富观 原宝新先生指出徐富观先生重视老子哲学的宇宙论意味 并以宇宙论是人生论、政治论的理论基础 但是徐富观先生自己又说老子的宇宇宇宙论是依人生要求逐步上推的结果 所以宇宙论是人生论的副产物 原宝新先生认为徐富观一方面说宇宙论为人生论的理论基础 又说宇宙论是人生论的副产物 因此有矛盾 其实应该将老子的宇宙论转译为形上原理命题 此外 老子讲 为学日益未到日损 因此老子是不重 思辨 得 因此不应说老子哲学有 推求 可得之意 9 比者人愿为徐富观先生平意 老子哲学中却有明显宇宙论文句 但是论述铺成不完备 反而是形上学意味的普遍原理的语句十分充足 徐先生或将之皆以宇宙论概念套解之 如此而已 直接研究老子 形上学者多以之为普遍原理而非 宇宙知识者重 笔者也是这样的主张 但也没有必要反对老子有宇宙论主张 因为老子确实说了一些标准宇宙论形式的话语 这当然就提供了到家哲学史上的老学诠释系统去再做文章 再造到家宇宙论系统 如何上工 严均凭者然 此时说老子上不具备明确的宇宙论理论建构的话就合理了 老子哲学体系中是游行上原理 含宇宙论意在逻辑上推论出人生智慧 这本来就是理论思维的固定模式 也不需反对 这就是老子之说的内部系统 至于判断老子的形上学说法 含宇宙论意其实是由人生关节而推求出来的 这就是徐副官先生对老子之道的获智方式的意见 这不就正是元宝新先生所最为关切的老子哲学的根本定位问题的主张吗 也就是说宇宙论的知识内容是发生于人生哲学的要求判断中的 徐副官先生所说的 推求就是就获得途径上说宇宙论意的形上学命题来自人生智慧的关节结果 这就是他的推求的使用意义 至于老子不主张用智思辨之说是老子对于人生智慧的建议 并不是老子没有思辨 更不是老子不使用思辨能力 而是老子主张人生事物不应用思心 思智 小聪明而应努力去除己思 未到日损 就是在去除己思之意 不是不做思辨之意 当代认识论或方法论问题是一个问题 老子自己的理论推演系统是另一个问题 老子哲学系统是如何获制的又是另一个问题 老子哲学系统是宇宙论推理出人生论的说 老子的说法是怎么获得的是人生论推求出宇宙论的 4. 劳斯光 原宝新教授对于劳斯光先生的老子权势意指教为分歧 涉及到若干劳斯光先生系部老学权势意见的讨论 此处不多处理 就关键的老子哲学形态定位问题而言 原宝新先生也认为劳斯光先生是取消了老子的宇宙论意味 而采取形上原理的常道律则意 这是较为近乎冯友兰的意见 而与徐副官先生不同 此外 原宝新先生对于劳斯光先生所说老子之道的或致是 官复之常认为此说优于前述逢友兰 胡适之的观察 以及徐副官的推求 所得之意 十一 又 原宝新先生以劳斯光先生的官辩私常之老子机缘问题研究观点 却不能把握老子学的价值意 是对老子学的贬义 十二 笔者认为 根本上 形上学 词汇及 宇宙论 存有论 词汇在当代学者的使用中 是充满了奇异的 可是当代学界不可能为此进行中国哲学的形上学词汇的重新讨论 并议定的会议 以确定使用意涵 就律则作为一种原理而言 其实是有自然世界的律则的宇宙论意以及人文社会律则的本体论意的差别的 老子却有若干宇宙论意的律则的使用 但是老子更多更重要的是人文社会活动的本体论律则意的使用 说老子的宇宙论律则其实只能是人文社会律则的过度使用正是笔者本人的意见 但这是从当代研究的方法论角度进行的老学评价 但这也不能就因此说老子没有宇宙论意的律则的表述 只是笔者完全同意从社会人文进入来谈老子的律则才是最准确的进入 因此将老子说宇宙论的话语转译为形上学原理来理解是合理的 总之如不能刊定各位当代学人的形上学宇宙论词汇之使用意义 则强调属与属同属与属意是难有确议的 原宝新先生说劳斯光先生认为老子之学是的至于官复 知常以至于优于逢有兰 胡适之说老子哲学的或知识观察推求而得 这是因为原宝新先生有认定老子之学是意识建意者而实践的 笔者已经陈述过对于胡逢先生之说法的可取之意 此不多数 至于劳斯光先生认为老子之学的或知性意见当然也是可取的 重点在于讨论老子之学所或知的方式是要对准老子所或知的观念的项目来谈 才有意义简单的说老子有常道的意见 因此是观察推求而得 此说无误 深入的说老子的常道率则是一价值原理 因此是在一定的实践功夫中的官复知常中或知 此说更加 但是也无需就不许以观察推求说老子的常道的或知 当代学者各自讨论着不同层面的问题 因此其实也说不上劳斯光先生之说在这个问题上有高于胡逢二先生之说的意义 5.方东美 元宝新教授对于方东美先生的老子诠释 最看重的是针对陈康先生存有论与价值论两绝的冲突问题 可以在此解消 方东美先生提出 价值中心的存有论 存有论就是价值论的说法 元宝新先生认为方东美先生从根解决了这个问题 13.并且胡适之极逢有兰二先生尚且只是主张 价值原理以存有原理为基础的意见 并未能解消这个问题 逼着以为 方先生主张 价值论中心的存有论 并没有解决存有论与价值论的构合问题 他只是说清楚了中国道家哲学的存有论 以价值为中心 存有论中说的就是价值论 因此它有着既是存有论的理论性格 又是价值论的理论性格 这确实是中国哲学的思维模型 方先生说清楚了这个模型的根本形态 这样的说法与胡适之极逢有兰所说的 价值原理以存有原理为基础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老子哲学的内涵是价值论 它的理论形态有存有论的形式 因此说老子的哲学 存有论以价值为中心 当然是可以的 但这还是一种存有论的主张 这套哲学体系中的价值议是就其普遍原理的理论 根据而研究是存有论 方先生说的是老子哲学的特色 胡逢二先生说的是这套理论内部的推演 因此方先生之说并没有在方法论问题意识上 多于高于胡逢二先生多少 至于方先生之段说 更没有解决陈康先生所提出的 存有论与价值论的两决冲突的方法论问题 方先生说了老子哲学的思维形态 这个形态当然确实是有陈康先生所说的问题 其实如是道三教都有同样的问题 都有存有论与价值论和说 以至于有方法论上的可能性的两决问题 方先生并没有提出方法论的检讨而解决了这个问题 现实的道家哲学理论实况的说出并不等于理论上解消了方法论的质疑 解消这个质疑还需另做努力 方先生说老子道论哲学是价值中心的本体论 这是事实 老子当然提倡价值 价值以 无谓 定宗旨 谈论 无谓 价值是本体论中价值意识问题的老子主张 但是老子的本体论思考中上有抽象特征问题 这一部分就和价值无关 这并不是老子不管价值问题的哲学证据 而是有价值问题的老子主张 也有非价值问题的老子主张 一切都是什么问题的问题 而老子确实是有很多种问题 老子不是只讲一种问题的哲学家 老子是讲了很多种问题的哲学家 至于就价值问题的正理而言 确实是要在实践中未知 这有两层问题 其一价值命题的形而上根据 已经扎根于存有论命题的建构中 但这有两绝的困难 其二价值命题的确证必须完成在实践之中 但这涉及个人正良的考验 但问题的推究也就只能到此了 理论内部的推演 宿诸于存有论已推出价值论 理论在经验上的正理 宿诸于实践功夫已为轻正 从方法论说这件事情就说到此 不过 原宝新先生却指出 方先生素诸于形上学 进入以解消正理冲突问题 却因而未能正式实践功夫的理论问题 十四 原先生这样的质疑反而是有问题的 方先生说的道体的体相用真中 就是说到了功夫实践 方先生还谈了老自由超本体论 超本体论意指不明 其实就是境界哲学 就是落实在理想人物的人格境界上的话语 这还是功夫实践之后才有的境界 由此可见境界哲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哲学问题的重要性 它本来就是传统哲学家理论主张的要旨 只是方先生以超本体论这种极不清楚的语言说出了 因此方先生根本没有忽视实践功夫在老学中的意志 原宝新先生这个说法的提出 是因为原先生的思路中把正立形上命题的方法论问题 当作定位形上学理论形态的体系特征问题 强调实践以正成普遍命题是方法论问题 亦是是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 并不是传统哲学体系的问题 传统哲学体系根本就是家家户户都是要讲实践的 讲实践要讲的就是价值的实践 但却引发当代学者质疑的讲价值与讲存有有正立上的困境 以致提出必须在实践中才有真正的正立的意见 主张在实践中才有真正的正立是方法论问题的结论 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但是理论体系中既讲存有 也讲价值 还讲功夫实践 还讲理想境界是一个理论系统的内部推演的问题 有些可以互相推演 有些不可以互相推演 有些命题的正立要在实践中 有些命题的正立都仍然只是思辨推演内部的事件 并不能由实践而正成什么 说价值的本体与说实践的功夫及正成的境界是可以内部推演的 而整个价值洞见是 官复 知常 直觉 知结果 说存有就是另一个问题 是思辨推求的结果 它确实与价值洞见的整套系统没有彼此推演的可能 因为问题根本不同 也无需推演 并且 它也不是实践可以正成的 说价值中心的存有论 的话 以及说价值原理以存有原理为基础 就是在定位整套理论的形态 就是在指出这套存有论处理的是价值问题 并不涉及整套普遍命题的正立的方法论问题 价值部分的正立在实践中落实 存有部分的正立只有思辨的推求仪式可谓 穆宗三先生特能重视实践中正立这个问题 但是并不表示其他学者谈论到的老字哲学的理论内部推演的特征之说有错误 虽然或也有所不足 6.唐君毅 元宝新先生以唐君毅先生为老字形上学说 客观实有形 的代表 15.这也确实是唐先生的意见 但是元宝新先生对唐君毅先生的说法有几点严重的质疑 首先,说唐先生以老字之道的或质是 1.直觉 而得者 然此种直觉应不足以保证意理的必然性或质 16. 其次 元先生也对唐先生的客观实有的道体说 对于个别人物的主体状态的不必然一致性提出质疑 认为既是必然性的普遍原理 则人类行为必然不可逃脱 甚至不会有失道的现象 因此难以说明人物与道不一的冲突问题 17.因此不宜以普遍律则的客观实有意说辞道 而应以之为价值觉则之体物原理 元宝新先生的质疑都显示元宝先先生关切的是道体意指的正立可能问题 故而关切主体自由意的实践正立问题 以下一一讨论之 逼者认为元宝新先生所提出的唐先生说 直觉之意指 依唐先生原文之意 其实就是功夫实践之意 18.功夫实践之后之主体有此深刻体物而之所有形上命题 这就是唐先生所说的直觉之意 元宝新先生认定说客观实有的形上道体即是思辨所得 因此不可能是直觉 但是唐先生的直觉就是功夫实践之体物 实践体物价值意是知本体 此本体以思辨思之而得客观实有之道体意 因此说老字是直觉或是观察或是推求而得其命题 其实都不是论说老字哲学命题的性格意义的重点 重点应在当代学人正在讨论老字哲学的哪一种思路问题 思路厘清则或致知方式极的清楚 老字有实践 有体振 有观察 有推求 目的在观辨思常 这是各家当代学者所说的药木 都是可取的 并没有谁的说法 有严重的汉格 与谁的说法的冲突性在 重点是我们正在询问一个老字哲学的什么问题的问题 我们自己的问题澄清了 老字哲学的意志便有明确面貌 元宝新先生以客观实有形态的老学诠释 将造成必然性原理与主体个别差异状态的冲突 这是类似于劳斯光先生对于宋明如学家在陈珠本体论 本性论形态的建构中对于必然性形上学命题 与个别人物状态的现实差距的冲突问题 十九 这个冲突是要从理论内部来解消的 而不是诉诸于客观实有的形上系统者 即必然面对且无法解消 实际上 中国哲学体系中名讲 正讲 只讲客观实有的形上体系者 岂不比比皆是 所有的儒学系统岂不各套都是 能执疑于唐君毅老学词意指着 岂不已有劳斯光先生执疑于 北宋儒学诸家体系意 因此笔者以为这不是唐君毅先生解脑的特殊缺点 而是中国哲学方法论问题中对于 已存有说价值的思考方式的根本定位的问题 笔者认为 中国各家体系就内部完成一圆满之教育系统 则是一回事 就此整套内部教育系统的正立问题是另一回事 已存有说价值是内部思考方式的推演 所说之价值在实践中正成是外部的正立 正立指就实践说 完成就内部推演说 内部推演的系统各家自行陆立为之 外部正立问题就是实践的问题 这个问题并不因内部理论的推演严密度 而有谁比谁更多地可以正立或更少地可以正立的问题 直言之三教面对的方法论 这种困境是一样的 都是有说价值 有说存有 有有存有说价值 有有实践正价值的形态 说客观实有是说理论内部有没有一客观实有的 是穆宗三先生最立说的 只是穆先生以为只有儒家主张实有而道佛 未有此意可辩 佛家一说佛性实有 老子说有物混成 庄子说夫道有情有性 三教都有此意识有道体的存有论意 至于三教以直觉 以观察 以推求 以观辩思常而得知 诸说都是可说的 重点在怎么说 说出了什么 而不是被界定位使用了什么心理学意义的思维活动而说 细思老子之常道律则 指的是天下事物运行变化的原理 以反者道之动 即有无相生 根本定位此一律则 这是事物变化律则 不是人性固定情态 所以并不根本限制人性 是人的活动中在人际之间的关系变化原理 所以有价值觉醒之智慧之道之自由空间在 这是老子及儒学言说智慧价值功夫之哲学系统中必有之理论形态 儒学之本性论之与自由意志之理论冲突问题 其实在朱熙的气质之性及天地之性之二分中已有说明 天地之性是本性 但有气质限制 但是主体是自由的 可依气质之虚之过度而为恶 也可依一致之之纯化而收射复反扩充而为善 总之 元宝新先生此处对于唐君毅先生说老子学的质疑 正是儒学更需面对的理论问题 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7. 穆宗三 元宝新先生十分肯定穆宗三先生的主观境界形态的老子 行上学全是体系 但是元宝新先生亦有对此一形态的质疑意见 20. 而最后提出自己的看法 元宝新先生的老子行上性格定位有极重要的意见 就是来自对穆先生思路的接引 对于穆先生之说 笔者以为 穆宗三先生以主观境界形态说老子 是因为认为老子没有主张世界的实有 所以不是一个实有形态的行上学 而是一个实践境路下的境界形态 穆先生说的境界形态是指道的作用方式 是不生之生而以主观的胸怀看似天地万物而使其生 并不创生之而为使其自生之 故而不是实有形态的行上学 行上学这个词汇涵盖的问题太多 以宇宙论及本体论界定之 则是为形上学中的两类问题 本体论还涉及价值意识的本体 以及存有原理的存有两种问题 也可以说有价值意的本体论 即思辨意的存有论及时空意的宇宙论三行 以此看待穆先生称之为境界形态的形上学老学主张之内涵 却其实是一说圣人的境界 二说天道的玄德作用 以及其实正好都不是宇宙论意或存有论意的形上学定位 说客观时有事在宇宙论意及存有论意脉络上说道体的意识的 穆先生说的不深之深诸说是价值意识的本体论 转出的功夫论及境界论的话 所以在这里说境界是可说的 但是必欲取消其实有意却是不可以的 因为时有是旧道体时有说 不深之深是旧道体作用方式说 两种问题层次根本不同 因此道体时有一人是需要保存的 对于那个作为宇宙始源的天道本体的实存问题 老子则是实言时指了其真实存在并实有作用 如有物混成可以为天下母道生以等说 当然依据老子的思路而言 老子其实是从人道的体贴说天道的意志 这是老学的思维路径 这是当代的研究成果 但是老学的主张却是另一回事 老学主张中有天道也有人道的 老学有天道主张 就是宇宙论及本体论和存有论的发言 当然其中宇宙论的实言较少 老子有人道论的发言 就是其中功夫论及境界论的发言 这部分就多不胜举 甚至可谓老子哲学主张即是以此为目的 但是老子之所以在哲学史上如此重要 在中西哲学比较上如此重要 在中国形上学的方法论议题上如此重要 就是因为它的天道论的发言 是确实有根本性创造地位 一方面识说了有此一根本天道 一方面明确辨析此一根本天道在作用上的特征 此一特征又有两个面向 其一位价值意识的面向 其二位存在特征的面向 然而不论是价值意识的面向 还是存在特征的面向 其实都是人道思维的结果 这是就当代学者辨析老子哲学的认识 进入而言说的 但是老子明说天道 明说宇宙论及本体论存有论的形象 学主张却是事实 当然老子更明说了人道论中的功夫论及境界论 因此说老子之说是人的境界是确实可以说的 但是穆先生的境界形态的形上学的定位 却不是此意 穆先生是就老子的形上学主张中 并没有主张实有性及创生意 而说老子的形上学不是实有形 不是实有形就是形上学问题中 针对整体存在界的存在现实性问题不主张其为实有 这是穆先生的确断 这个确断印是不正确的 这个被穆先生说为作用中的姿态 在意的境界形态形上学的意志者 其实是老子的这个天道实体的对待天地万物的作用主张 而穆先生认为老子与此并未主张实有创生 而只作用上的让其自身 故而只是具备了姿态的境界 并不具备一创生实体在体系中 逼者认为只要说是老子的天道作用的主张 就等于已经预设了老子有一个天道实体的观念了 至于老子没有直接主张天道实有地创生万物之说 那也并不是老子不做此一主张 而是这并不是老子的问题 老子的问题是这一种创生实体在作用时的作用特征 那是不精不生不赛的 玄德 这是价值意识的本体论中所得的智慧 至于这个天道在实存并创生万物 此说根本就是老子已经说了 并且是老子许多其他说法的根本预设 这就是唐君毅先生的研究所得 因此穆先生是拿老子说人道作用及天道作用的特征的话 来定位老子的形上学形态 从而否定了老子形上道体的实有性格 说的粗糙些 是以境界论来否定宇宙本体论 说的精确些 是基本哲学问题的混淆措置 说的严厉些 是高举儒家的意识形态造成对道家哲学意理的曲解 穆先生的境界形态 穆先生的境界形态说正是所有当代说老子哲学理论 形态中的最曲折扭曲的意识 这是因为高举儒学创生时有道体性格中必欲使道家 行上意理不能具备时有创生意而来的扭曲式的解读 8. 元宝心 元宝心先生讨论了各家之后觉得还是穆先生所说最为入理 但是元宝心先生也指出 穆先生这样的说法又遗漏了老学的客观意直面 因此他自己提出老子形上学的定位 但是他并没有为他自己的定位给出一个确定的概念 简言之是一个将存在借点化为价值世界的形上学形态 是以圣人的修养境界为其理论的极致完成 此道且不得为西方哲学中的第一因 无限实体 即自然律则易 21. 元宝心 元宝心先生结论的重点为何 实言之 1. 排除最高实体意的西方形上学思维形态 2. 是以追求圣人境界最中意的世界观思维 3. 存在世界整体是各价值世界的理论 元宝心先生上述诸说中的第二因及第三因 3. 都是笔者可以认同的 4. 这也是中国哲学三交的共同特征 4. 这也是笔者企图以宇宙论 4. 本体论 4. 功夫论 4. 境界论 4. 四方架构 4. 说中国哲学思维模型的理由所在 5. 以此解读老子 5. 老子有宇宙论发言 6. 老子有本体论发言 6. 但是其中有两种哲学问题在 6. 价值意识的本体以及抽象思维的存有两行 6. 一直以来说的存有论与价值论冲突的意见 6. 就是来自这本体论中的两行的交涉问题 6. 老子有功夫论 6. 理据在价值意识的本体论 6. 老子有境界哲学 7. 则是由本体功夫完成后之圣人境界 7. 本体论中的两行之意 7. 知价值意识的本体论 7. 即其言于 8. 反者道之动 8. 有无相生 8. 以智 8. 无畏 8. 诸说者 9. 另一行为抽象思辨的存有论问题 9. 即其论于 9. 有物混成独立不改周行不带 9. 可以为先下母 9. 向帝之先 10. 视之不见听之不闻 9. 团之不得 9. 诸说者 9. 这就是和西方哲学的第一因 9. 自然律 10. 实体意之同行思维 9. 这一个思维整套的 9. 与价值意识的 9. 无畏 9. 诸说不相干涉 9. 价值意识的 9. 无畏 9. 诸说既是本体也是功夫 9. 更也是境界 9. 这就是穆先生说的 9. 以无畏 9. 诸说说道体时 9. 道体是一作用之姿态 9. 而非创生之意者 9. 此时之 9. 无畏 9. 可说本体 9. 可说功夫 9. 可说境界 9. 无畏 9. 之智慧的取得 9. 是直觉 9. 是观察 9. 是推求 9. 是观辩思常 9. 至于实体意 9. 第一因的 9. 道体诸说 9. 就是纯粹思辨的产物 9. 笔者根本主张 9. 这两行之间 9. 彼此没有推求 9. 关系 9. 但是当作为 9. 本体及功夫 9. 及境界的 9. 无畏的价值 9. 意之道体 9. 被老字抽象 9. 思辨的 9. 当作一个 9. 实体意的 9. 第一因对象 9. 而思辨之 9. 而言说之 9. 而乘数之之时 9. 这就是他们 9. 可以说的 9. 关系了 9. 因此 9. 原宝星先生 9. 所取消的 9. 西方哲学的 9. 第一因 9. 意的道体 9. 应与保留 9. 而老字道 9. 论内部 9. 以致性 9. 推演的 9. 诸说 9. 是就价值 9. 意的 9. 无畏 9. 本体 9. 及功夫 9. 意的 9. 无畏 9. 功夫 9. 及境界 9. 意的 9. 无畏 9. 境界 9. 这整套 9. 事与内部 1. 相互 9. 推演的 9. 完整 系统 9. 至于 9. 宇宙论 9. 老子 9. 是说 9. 道了 9. 但是 9. 说的 9. 不多 9. 不深入 9. 不系统 9. 不成 9. 不成 1. 一套 9. 整体 性的 9. 理论 9. 但是 9. 老子 9. 的 9. 宇宙论 9. 事的 9. 发言 9. 被老学 9. 学者 大力 9. 在创作 9. 而发挥 9. 而形成 9. 到 9. 家义 的 9. 宇宙 9. 发声 9. 论 系统 9. 这是 9. 后人 的 9. 贡献 9. 至于 9. 老子 的 9. 准 9. 西方 存 9. 有 9. 论 思维 9. 的 10. 实体 1. 的 10. 道 10. 诸 10. 说 10. 确实 10. 老子 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首出创作,2000年来困扰着如是道三教进行一礼辩证时的哲学家思维,因为此一之道体实言之是通三教为共法的,历来说如为老,说佛为老者多为如学及佛学内部一出现这样的思维主张的话语,就点化现实世界为价值的。 实现实世界的实践功夫进入的哲学体系而言,亦可能意识到这个最高点化原理作为一个真实实有的存有的存在特征为何的问题,这时就是离开价值直觉及功夫实践而仅仅为一抽象思辨的认识活动及的运私而得知者。 以上笔者以四方架架构及本体论的两行架构解消 解消元宝新先生与当代老学种种权式系统的痛意之变的理论差异问题,解消存有论与价值论的分立问题,解消西方形上学与东方形上学特质的差异问题,希望能取得有价值的理论等轻效果。 5. 吴汝君先生的当代老学处理之基本哲学问题 解析 当代老学研究中,处理了唐、穆尔先生之及其他当代学者的老学意见并提出自己老学诠释意见的,上有吴汝君先生的研究成果。 5. 吴汝君先生的老庄哲学的现代西论,22,大约是各单篇论文的合集,其中所述各项观点,其实已经与笔者的研究十分接近,稍作转语,即能厘清许多分歧的解释系统。 5. 首先,吴汝君教授的小于老子的道的行而上学与功夫论大于一文,明智老子既有行上学也有功夫论, 5. 吴汝君先生使用了功夫论一词,其实就可以厘清实践哲学,实践进路,直觉,道用等等含混不清的描述老学道论的概念,至于强调行上学侧面,更是确定老子行上思维的明确性格。 23. 而吴汝君先生在谈到功夫论之后又谈到,理想人格,这其实就是境界论的老学诠释。 24. 其次在小于老子哲学的吴的概念之探究大于一文中,吴汝君先生以,吴,概念研究老子的道论, 认为以吴说道包括了说客观时有的道,以及功夫修行的道以及主观实践境界的道。 25. 可以说以与本文分析老子道概念的基本哲学问题亦是极为相近,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26. 由此一显示本文所提出的解释架构是仪式和处理中国哲学基本问题的架构。 26. 在此文中,吴汝君先生已经对于穆宗三先生的境界形态的形上学之说予以界定清楚。 26. 她认为,说魔是一种客观时有,是从存有论上说,以及从本体方面说,无极本体也。 26. 而说魔是一主观实践上的境界,则是从心的功夫上说,是心的作用的一种结果也。 26. 吴先生此说, 26. 其实已经定位清楚穆宗三先生及言之境界形态的形上学说法的意义, 26. 穆先生必欲使老子之学没有时有意,故而不是客观实体,不是时有的存有论哲学。 26. 这是穆先生如学本位的意识形态对道家老学的的曲解。 26. 穆先生爱护如学的正说时有的性格,而不许老子有说时有之意指。 26. 因此把作用层也就是功夫实践层及境界展现层的老子道论诸说题为第一意。 26. 而依据吴辱军先生之说法,等于就是限定住了穆先生的说法只能是说到功夫境界层,而不能同时是对老子形上原理的道论的客观实有意的限制,因为老子却有此意。 26. 不过,侮辱军先生同书中的另一篇讨论穆先生的文章中,却没有如此明晰的表述,可能论说穆先生一指之该文写作于前,而此文写作于后。 26. 此外,侮辱军先生也讨论了唐军义先生的老学研究, 26. 侮辱军先生以唐军义先生言道六义与四层道观两说中的说道众心有从实有形态到主观实践形态的转移, 27. 也就是一个实体主义的唐学权势形与非实体主义的木学权势形的奇异。 27. 其实,这不是唐先生有对于老子知道的理解的转移, 27. 而是唐先生对于老子言道的问题亦是有从本体宇宙论的讨论转向功夫境界论的讨论, 27. 而这两行的老学其实皆是老学千真万确的本意, 27. 因此不是唐先生有转移,也不是老学有转移, 27. 而是老学本就富含本体宇宙论面向以及功夫境界论面向。 27. 问题只是出在,何必要有实体主义以及非实体主义的老学权势形态的差异的对举之说, 27. 套句侮辱军先生自己的话,实体主义是就存有论上说, 27. 非实体主义是就功夫上说,所以根本是不相同的问题。 27. 至于非实体主义中的无的本体意,则才是此中所可说的即本体即功夫的脉络。 27. 而实体主义中的道的抽象特征的种种明显的形而上理据甚至是宇宙发生论的发言, 27. 则正是另一型的形上学问题。 27. 这个问题观设到吴辱军先生讨论百拉图理行论与老字道论的同意辩真问题。 27. 吴辱军先生另有一文小于道与理行,老字与百拉图形上学之比较研究大于吴先生言。 27. 理行与道同是形而上的真实,都是本来自由的,不被生成的。 27. 对于这两种形而上的真实,我们如何认识它们和体现它们呢? 27. 这是一功夫实践的问题。 27. 理行说是西方的形而上学学说,字也有西方形而上学学说的特征,那便是偏重概念与理论,而不重功夫实践。 27. 因此在这方面,百拉图没有一套完整的功夫论。 27. 老子的情况则不同,他是东方的形而上学,注重功夫实践,对于体现和认识道有一套功夫论。 28. 吴辱军先生这样的分辨是有必要在做讨论的。 28. 百拉图哲学的理行论当然并不是不能蕴含功夫论的,因为理行论中仍以善未最高范畴,因此模仿理行的人物存在只要有向善意志并即追求之而欲实现之之时即是其功夫论说法。 28. 当然,百拉图可以不做此一讨论,因为它的重点还是在理行与万物的关系,这就是纯粹的存有论的形上学讨论。 28. 至于老子哲学中正式也有这种纯粹的存有论式的形上学讨论,一直以来以为老子的存有论和价值论两绝的忧虑诸说者即是依此而说,此依忧虑可以解消。 28. 价值议的本体论的形上学学说即是说无知诸说,即是侮辱君先生小于老子哲学的无知概念之探究大于译文中所讨论的撤上撤下是无的意志之诸说者。 28. 此中有本体论即是无畏,此中有功夫论意是无畏,此中有境界论仍是无畏。 28. 至于说道体的存有论特征的说无知说,道是与此价值议之说无知说是不相干的。 价值议的本体才可以做功夫,以及说境界。 28. 纯粹存有论意的思辨进入的说无知说可以与价值议是不相干,此间可以没有思辨推求之关系。 28. 真要说有关系,那只能就说整体存在界即是佛生变在的华言宗哲学才能有此一说,主体即是整体存在界,因而说整体存在界的存有原理即是说主体的境界。 28. 老学也好,如学也好,都不至于说道这样的存有论,因此说主体的功夫与境界之诸说只能与说本体的价值意是未同一格式, 28. 纯粹说道体的存有论特征的种种说法可以另开意思路而互不相干,恰好意能以无知意含说之之时是因为是以,无形,说此一道体的存有论特征,而不是,无畏,此一道体是意原理意的形上理据,即是原理即是存在上无形的。 28. 因此,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团之不得,迎之不见其手随之不见其后,这就是说得道体的无形意。 28. 至于价值意的道体的本体论形上学与特征意的道体的存有论形上学的关系是什么呢? 28. 价值意的道体被当作一对象而赋予客观时有意时,它的纯粹存有论意的特征就可以借由思辨之方式而不断言说而出了。 28. 至于价值意的本体的无,或无畏,或反者道之动,或有无相生,或玄德,玄童诸意当然是意观察,观辨思常,以及直觉而说出的。 28. 这就是它们的各自的不同的获得进入以及相互的关系了。 6. 小节 本文之所论,虽然是就元宝新先生及吴汝君先生所讨论的当代老学意见座在讨论,其实已经是很完整的整体老学诠释意见的方法论探究之座了,仅以此就教于当代学者。 6. 仅以元宝新先生的处理意,老字哲学之权式与重建,一书为代表,台北文经出版社,1991年出版。 6. 吴汝君先生的处理意,老庄哲学的现代西论,一书为代表,台北文经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 3. 参见,劳斯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台北三名书局。 1981年出版,1991年增定6版。 4. 杜宝瑞,反哲道之洞,台北红太出版社,1995年07月。 5. 元宝新,老字哲学的权式与重建,台北文经版社,1991年9月出版。 6. 陈康先生认为老子的道时具有双重性格,一是作为存有原理,另一是应然原理,前者具有必然性,无一物可以脱离约束,后者则是规范性的法则,可以遵守,也可以违背。 6. 问题是,两者性质明显属于不同层次,却在老子的思想中共同隶属在道义概念之下, 6. 这是否意味老子在思想上混淆了存有与应然之间的区分? 7. 元宝新,老字哲学的权式与重建,页28. 7. 胡先生倾向于发生程序的理解方式? 顺这种理解方式,本应导出类似徐傅官先生的看法,强调老字实践的关怀决定其行上主张,可是胡先生却依然认为老字政治人生的见解来自于行上主张, 8. 亦如逢有蓝先生逻辑程序的叙述方式,以行上之道未守出,忽略了老字思想的终极关怀与其行上主张之间的微妙关系。 8. 因此胡先生对发生程序的强调,并未穷尽思想时的反省功能。 8. 元宝新,夜65. 8. 胡先生与逢先生均倾向于将常道理解为天地自然界的变化通则,认为透过观察即可把握,可是植诸经典,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团之不得,的说法,我们无法接受胡逢两位先生如此简单之主张。 8. 因此两位先生对形上知道如何建立的问题,并未提出令人满意的解说。 8. 元宝新,夜64. 9. 徐先生认为老子的宇宙论是由人生的要求,逐步向上满推球,可是,所谓推球是指什么? 9. 道德经四十八章,为学日益未到日损,显然老子不鼓励思辨之事的增议,因此徐先生认为老子的宇宙论建立在推球之上,并不是令人满意的解释。 9. 由有尽者,徐先生一方面指出,老学的动机与目的,并不在宇宙论的建立。 9. 道家的宇宙论可以说是他的人生哲学的副产品。 10. 另一方面又表示,由行上学的宇宙论以建立他的人生论,这种模棱态度说明了徐先生并未清楚地意识到行上之道与实践的价值之道之间的分级。 10. 元宝星,页六十七。 10. 劳先生取消了徐傅观先生所持宇宙论的看法,将到的先天的身所暗示的时间意,与经验关系中的发生意,与以过滤,转化为存有学的意义,页四十。 11. 劳斯光先生颇能针对,道如何见知的这个认识论要求,提出须尽心的,官复,知常,以确立行上之道的意涵。 比较凭有兰先生观察之说与徐傅观先生推求之说,是一项进步。 页六十八。 12. 劳先生似乎认为老子的行上立场排除任何价值规范,页四十一。 如果观辨思常果真是老子之学的机缘问题,则价值问题应是老子之学的终极关怀。 可是劳先生却因为固执其主体性的观念,认定老子所肯定的境界只是情义我,纯为观赏之自我,价值于焉失落。 页六十九。 十三,将老子的行上学是同位价值论,而道之作为万物的根源,以及至高无上的绝对价值。 换言之,陈康先生所分析的道的意志性,在芳先生的理解中,是可以取消的。 页四十二。 唯有方东美先生一人,对于这个问题有比较明确的主张,他站在价值中心的存有论的立场,将陈康先生所分析的纠结从根取消。 页四十三。 十四,在旧诠释方法而言,方先生是采取行上学的进路,从超越行上学的观点来理解老子,而老子思想中实践功夫与行上体正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只能单向地由道体以言道真。 换言之,其实践功夫的理论无法得到应有的正式,也七十年七月一。 十五。 有鉴于唐先生坚持行上道体的优先性,并且认为行上道道体乃无人直觉所对的客观时有, 岁江唐先生对老子行上意理所全构的理解系统,明知为客观时有形态的行上学,已有别于穆宗三先生所提出的另一项诠释系统,主观境界形态的行上学,也四十七。 十六,对于唐先生以直觉来答复行上道体如何建立的问题,对于一个现代心灵而言,是很难接受的。 唐先生忽略了一点,如果行上道体,超离一切经验的宇宙生成之第一因,根本就是一个思辨概念,则诉诸实践之名并不将它化为实践心境观照的真实对象。 换言之,唐先生的苦心经营,并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页七十一 underscore七十二 十七,唐先生并不认为普遍必然的行上原理与实践生活法则有任何抵触。 页四十七,宇宙自然率一级支配万物生成变化的根本原理,在其必然性的拘束之下,没有一个事物可以例外, 因此也没有一个事物可以自作主宰。 如果唐先生肯定人在自然率之下可以自作主宰,则人自作主宰的行动领域,势必成为宇宙自然率无拘束力的所在,并且在此领域中,一切规范将只有人自身才能给予。 否则,人还是无真正的自由,既无自由,则行动后果亦不能由人负责,老子一切人身价值的规劝,也终究成为戏论。 因此在老子思想中,如果人的确可以拥有自作主宰的生活,则价值之道的建立,只能来自于主体的自由,而不能外溯于支配存在界的客观自然率。 唐先生所谓顺自然率之了解而建立,其实是一项容易误导的陈述,因为自然率是不可能为人身价值规范提供基础, 最多只能说人可以选择自然率为其行动的典范,可是,当自然率一惊人的选择,以价值的身份纳入主体对行动的抉择判断中,则其森然冰冷的必然性格也早已丧失。 夜七十二 十八 元宝新先生引唐先生原文,老子之所以能直觉此道体之存在,则必源于老子自己之心境与人格状态之如何,而此心境与人格状态之如何,则当依于老子之修养功夫。 此功夫,无意为其要在老子所言之至须守静等。 夜四十五 十九,参见劳斯光先生对陈珠阶段的形上学本性论珠批评意见。 新编中国哲学史,三名。 二十,可是,如果因为强调老子的实践性格,将老子形上概念完全限定在观念发生过程中来了解,收在主观清正之下,以主观心境观道,而不能以道观道,则未必是老子的本意。 老子哲学的诠释与重建 夜七四 道无有等型上概念,虽有思想时的外缘背景及实践体证的性格,却不宜将其意义居限在观念的发生程序与认识的主观条件,实践体证,之上,甚至将其客观性与本来就值得争议的实体性,一概视为姿态。 老子哲学的评认识 老子哲学的评认识与重建,夜七六 二十一,老子基于价值的关怀,在对存在界所呈显之价值里蓄有了根源性的把握之后,所展开的一套有关宇宙人生的价值意义之说明。 换言之,我们认为老子行上思想的核心概念underscore道,既不宜是做无限实体,第一因,也不宜是做自然律则,而应该理解做规范者存在界中一切人物的地位与关系的行上基础,或价值根源。 老子哲学之评认识与重建,夜一零九 老子的哲学识来自于一段真诚的实践功夫,而且其全服智慧的开展必须以圣人的修养境界为其至极的完成, 此不仅为理解老子行上思想的关键,意味进入一切东方行上智慧的途径。 老子哲学之诠释与重建,夜一零零 二十二,侮辱君者,老庄哲学的现代西论,台北文经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六月出版。 二十三,参见侮辱君言,对于道生天地万物的解说,此中可有二进路可说。 其一是形而上的理据的进路,另一则是宇宙论的深沉的进路。 老庄哲学的现代西论,夜八 二十四,参见其言,若能回归于道,便能成就老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这即是圣人。 老庄哲学的现代西论,夜十三 二十五,参见其言,老子的无有以下多面的意思,他指本体的道,是本体的道的待遇,他也指道的虚无畏用,也含有功夫修行及处事方法或态度的意思,另外,他也指一种主观的实践境界。 老庄哲学的现代西论,夜十九 二十六,老庄哲学的现代西论,夜四十九 二十七,实体主义与非实体主义的互转,可以说是本体论与功夫论的互转。 唐先生对老子的道的理解,有本体与功夫相及之意,由此带来实体主义与非实体主义的互转。 这是唐先生对老子的道的理解所带来的启发性。 老庄哲学的现代西论,夜三百零二 二十八,老庄哲学的现代西论,夜两百四十一 第十七,远四,字体主书理 第十七,大零五百老子的理解 第十七,小半卦。 大零三十五,小半卦。 第十七,老庄哲学的现代西论,地理解。 《淀大零来。》 第十七,老庄哲学的现代西论,夜三百零六十五百年就无法出发性。 The study of the theory of Tao in the Lao-Xu through the reflection of the opinions suggested by Prof. Yuan Deo-Xin and Wu Roshichun. Both of them had discussed the other modern scholars' opinions about the Lao-Xu theory of Tao, among them are including Mao Zong-Xin, Tan Zhui, Feng Dong-Mei, Lao Si-Kuang, Feng Yu-Lan, Su Fu-Kuang, Hu Shi, Chen Kang. The main problem comes about is focused on what on purpose the concept of Tao was suggested by Lao . Following this problem are some interpretational conflicts such as the way Lao-Xu get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Tao and the contents in the theory of Tao are not able to deduce to each other. The author will in this article propose an interpretational system to resolve these problem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basic philosophical problem by telling that all the conflicts were based on confuse of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problems. There are actually two kinds of philosophical problems going on in the way of thinking inside the Lao-Xu theory of Tao. First, through the intellectual ability of speculative Lao-Xu discussed the theory of being via the concept of Tao telling the ultimate principle of value and the way to cultivate oneself and a perfect personality. These two kinds of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re independently proceed they cannot deduce to each other, but among themselves the theoretical connection is tightly. Accordingly, in the reflection of the methodology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in the modern study of the Lao-Xu philosophy and the other Chinese philosophy the philosophical problem of the ontology should be separated into two parts, one is the theory of being the other is the theory of value. Then, many interpretational conflicts will be cancelled reasonably. Keywords Lao-Xu, Tao, theory of being, theory of value, Mao-Song-San, Tang-Zhu-Yi, Yuan-Bei-O-Xin, Wu-Rashun. 二千三百二十八AA193146CCDBBCDCCE二千一百三十六D零F6612F6B326116-3302OK9Text-HTML 第五十八AA193-3302-29Friday-26November-2015.50分39秒GMT282034C6年1月C66A-495E14D54C9C0003Heitz6116-330,台大哲学系,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杜宝瑞资料,教学课程,学术论文,专书著作,学术资源。 对梁树名东西文化与哲学比较观点之反省。 首页,向上,功夫境界世界观示意,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现代中国哲学在台湾的创造与发展,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反省。 当代老学道论研究的基本哲学问题解析。 当代新儒家哲学在台湾的影响与理论反省。 对梁树名东西文化与哲学比较观点之反省。 对傅伟伟训谈中国哲学工作方法及方法论观点之平息。 冯友兰对中国形上学论变的方法论解析。 冯友兰心理学建构的理论反省。 冯友兰此在世界道德精神重建如学的理论建构。 冯友兰,真元六书,中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冯友兰,真元六书,对中国人生哲学精神的比较观点。 对木宗三谈宋明儒学之所以为心儒学意见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谈宋明儒学之课题与分析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周连希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谈章载道体性体心体。 中文学的方法论反省。 是论木宗三哲学的如佛会通。 从木宗三哲学谈如佛会通的方法论探究。 对木宗三宋明儒学权势体系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批评诸希与诚移之大学权势的刚领性意见之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朱希与。 大学,为规模的方法论反省,对穆宗三权势诸子中和说的方法论反省,对穆宗三权势诸子人说的方法论反省,对穆宗三珠希权势的方法论反省 当代宋明儒学研究与中国形上学问题一世,中国哲学的真理观问题,The Question of the View of Truth in Chinese Philosophy,对劳斯光先生宋明儒学诠释体系的方法论反省,对劳斯光先生道佛诠释的方法论反省, 对方东美论中国形上学的方法论反省,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Buddhist Study of Thome H. Fenn,方东美对中国大臣佛教义宗教义哲学的基本立场,方东美对大臣佛学中国化的诠释立场,对唐军义高举儒学的方法论反省 档案下载 对梁树明东西文化与哲学比较观点之反省 杜宝瑞 台大哲学系副教授 一、前言 梁树明 梁树明东西文化与哲学家路向的价值方向,并反对中国走印度的佛教文化的路向。 从理论 从理论的构作上,梁树明提出了一套既是历史哲学也是文化哲学的思想系统,对东西方文化与哲学有益从历史发展进路上的评价以及文化形态的定位。 对于这一部著作中的观点,无论 从东西方哲学概念比较研究的角度,或是从中国哲学当代学术研究的角度,对任一个中国哲学研究的当代学者而言都应该有所认识,并提出若干讨论意见,以为当代中国哲学一个特殊形态理论体系的定位。 本文之作,即是企图从纯粹思辨推演,概念使用定义,命题建立脉络来讨论梁树明的历史及文化哲学观点,以求理解其思想的意涵,认识其理论的效用,从而指出处理对待的方向。 然而,对于梁树明先生著作的讨论,是有一定的困难度的,梁先生讨论东西哲学,讨论东西宗教,讨论东西形上学观点,表面上似乎是一种系统性哲学的讨论,其实并非如此。 梁先生一往直前的以评论的形式进行他的讨论以及意见的提出,并不深入哪一方、哪一派、哪一家的系统内部做理论成立的哲学探究,而是站在比较的层面,依据他的理论基点,进行对各方各家的形态定位的讨论。 因此,要研究梁树明的哲学,不能单单看他的东西文化哲学比较的结论性观点,而是要深入他分析问题的思路,才能找到理解与诠释并讨论及辩证的重点。 梁树明先生的这些思路并不是单就一家系统的体系性构作的讨论思路,而是遍及在文化哲学问题,历史哲学问题, 形上学体系问题的种种思路脉络所共成的一套东西文化与哲学的比较观点,找出这套思想脉络所共构的架构,才能真正深入理解。 本文定位梁树明的东西文化与哲学的观点,是在意文化哲学及历史哲学的脉络下的思想系统,此一须做说明。 说他是文化哲学是说梁先生对于哲学理论及文化形态的建构在东西方的差异是归因于文化创造意识的文化哲学。 说他是历史哲学是说梁先生的东西文化与哲学的研究目的是在找出中国的文化录像, 而这个出路的寻找,是基于东西方三种文化与哲学形态在历史发展中有一个理想的固定的进度, 因着这个进度而有着当前中西文化现象的强弱优劣的差异, 就着这个强弱优劣的差异而指出中国当前的录像, 这样的思路即是一个历史哲学的进路。 梁树明先生被定位为当代新儒家的成员之一, 而,从时间的角度来说,甚至可以说是当代新儒家的第一位大将, 但是他作为新儒家的第一位大将的形态却与其他几位新儒家大将有些不同。 首先,他是具体进行了以儒家思想带领乡村社会改造运动的实际实践者, 而不仅只是一位言说如学理论典范性优惠性的理论家。 其次,在作为理论家的角色方面, 梁树明先生固然有相当的哲学素养, 却是在文化哲学及历史哲学方面有重要意见的思想家, 而不是在系统性哲学建构的问题上表现杰出者, 因此他的新儒家身份是在历史哲学的选择上而不是系统哲学的优位上的高举儒家。 二,本文讨论的材料说明。 梁树明先生著作甚多, 从早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出版后上有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2, 《乡村建设理论》1936, 《中国文化要义》1949, 《人心与人生》1984,等。 但说到梁树明先生的这一套历史文化哲学的观点,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极已定案, 在他的后期的著作中并没有改变基本立场, 只是对于其中的儒学的毅力有着若干名词使用界定上的更正, 整个论述主轴依然是他终身的意见。 在1929年的八版自序中他说, 这书的思想差不多是归宗儒家, 所以其中关于儒家的说明字数重要, 而后来别有心语, 自毁前叉的, 亦都是在此一方面未多。 总说起来, 大概不外两个根本点, 一是当时所根据已解释儒家思想的心理学见解错误, 一是当时解释儒家的话没有方法或云方法错误。 大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必有他所具为基础的一种心理学。 所有他在伦理学上的思想主张无非从他对于人类心理报如是见解而来。 而我在此书中谈到儒家思想, 尤其使用现在心理学的话未知解释。 自今看去, 却大半都错了。 三, 文中可见, 梁树明先生论于此书中的重大立场皆未有改变, 只是对于自己讨论儒家学说的说法不能满意, 而本文是以梁树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书中的比较观点未讨论对象, 因此此书人是本文讨论之主要材料, 至于系统性哲学理论分析中的儒家部分的缺失, 梁树明先生则是企图在日后的著作中逐步修正之。 同一篇续文中又言, 而由近年心思所结成的《中国民族之前途》, 一书却将次写定出版。 是书观察中国民族之前途以中国人与西洋人之不同为主演, 而所谓中西之不同, 全本乎这本书人生态度不同之说, 所以两书可算相衔接的。 四、文中可见, 在日后的专著中仍然持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的东西比较观点, 特别是从文化创造方向所选择的生活态度一试, 这便是梁树明分析问题的根本立场。 至于对于儒学分析的错误为何? 他在《人心与人生》自序中说, 从前那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原是讨论人生问题, 而归结到孔子之人生态度的。 自然关于孔子思想的解说为其间一大重要部分, 而自今看去, 其间错误乃最多。 根本错误约有两点。 其一,便是没有把孔子的心理学认清, 而懒以时下圣坛本能一派的心理学为依据, 去解释孔学上的观念和道理, 因此就通盘皆错。 其二,便是讲孔学的方法不善, 未曾根本改掉前人以社负态度来讲古书的毛病。 5. 笔者认为, 梁树明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一书中是以历史哲学及文化哲学的思路, 至于系统性哲学的讨论并非他的专长, 因此此处所说的对于孔学讨论的缺点当然确实存在, 然而,这项缺点即便在他的后期的著作中依然没有全面的理想的进展, 他在《人心与人生》的小鱼书成字迹大鱼中说道, 1921年于既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稿发表, 其中即称杨孔孟思想, 1923年英幼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开讲儒家哲学一课。 在讲儒家伦理思想中, 则从我自己对人类心理的理解而为之铲说。 此种铲说先既用之于,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其中使有重大措施, 此番乃加以改正。 其改正要点全在辨认人类生命、 人类心理与动物生命、动物心理一同之间。 此一辨认愈来愈深入与繁密, 遂有志于《人心与人生》专书之作。 六 梁先生一直以来规划中要写作《孔学一纸》的专书, 但始终未及写出, 但由前文观之《人心与人生》, 即是改正、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专书中的《论与孔学之错误》之重要著作, 然其方向却仍是一心理学研究的方向, 仍非系统性哲学建构的方向, 因此以逼者之见, 仍非深入如学整个学派内部作体系建构的形态定位之研究作品, 因此固然梁先生自己对他在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如学义里的说明并不满意, 但是他的其他著作的讨论方向却皆已非此一方向, 而此一方向的论点又是他后来所关注的其他问题的文化观点的基础, 因此本文集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作中的历史文化哲学的观点以为讨论的主要材料。 三、谈东西比较要以文化方向为主旨。 梁树明先生要谈东西比较, 谈东西的比较要谈文化, 之所以要谈文化也是经过一个中国现代史的反省之后的决定, 过去以西洋船间炮力位优于中国, 结果中国有了北洋舰队依然不如日本, 此时以为应该走政治改革之路, 却始终不能得到民主政治的精髓, 于是梁树明与其他谈东西比较的学者有了一致的意见, 认为东西的差异以及中国必须迎头赶上的问题 重点却是在文化心灵的精神价值方面, 因此转入从文化精神角度先定位中西差异的关键, 然后再寻求中国应有的走向。 也可以说, 梁树明先生是以为中国寻找国家出路 而企图从文化改革入手而研究文化差异的。 这样的工作态度, 当然是与其他当代心儒家有同友谊, 相同的地方在于他一样高举儒学作为当前中国问题的价值意识指导性思想, 但是这只是理论使用的历史哲学的选择, 而不是理论优劣的三教辩证意义下的系统性哲学理论的高下对错的选择, 因为当他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去说中吸引三家文化差异形态时, 三家之间是没有系统性问题的高下差异的, 有的只是历史哲学的先后次第使用问题上的高下差异。 当梁树明先生进入了以文化精神为分析中吸差异的时候, 他提出的分析方式是就文化原始发展时期的发展心灵方向以作为分析其后来发展命运的架构, 他说文化是生活的样态,生活是抑郁的发扬, 因此,抑郁发扬的方向便决定了文化发展的方向。 其言 我以为我们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有个方法。 你且看文化是什么东西呢? 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 生活又是什么呢? 生活就是没尽的抑郁, 此所谓的抑郁与舒本华所谓的抑郁略相近, 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 通是各民族通是各生活, 和以他那表现出来的生活样法成了两亿的彩色。 不过是他那为生活样法最初本应的抑郁分出两亿的方向, 所以发挥出来的便两样罢了。 然则你要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 你只要去看文化的根源的抑郁, 这家的方向如何与他家的不同? 你要去寻这方向怎样不同, 你只要他已知的特意彩色推他那原出发点, 不难一目了然。 七, 梁树明的分析即是对准抑郁以说生活, 而抑郁即是对生活世界的抑郁, 对生活世界的抑郁即是一奋斗, 此一奋斗有其所对之项目之可成不可成的差异, 此一差异即决定了其努力奋斗之后 所发展出来的文化实况, 即此可作为东西文化现况差异的分析架构。 然而, 梁树明先生的这种思考形态, 却是十分的取近于佛教为实学的思考模式的, 他自己说, 我研究知识所用的方法就是根据于为实学。 8. 不过他稍作谦虚地表示这是他所理解的佛学为实学, 其言。 照我的意思, 我为慎重起见, 还不愿意说就是佛家或为实家的意思, 只说是我所得到的佛家的意思, 去说生活是什么。 生活就是相续, 为实吧。 有情, 就是现在所谓生物, 叫做相续。 Underscore, Underscore, 生物或生活时不止以它的根深, 震报, 为范围, 应同包它的根深器械, 震报, 依报, 为一整个宇宙, 为时尚所谓争议首果, 而没有范围的。 这一个宇宙就是它的宇宙。 盖各有各自的宇宙, 我宇宙与它宇宙非一。 亦此宇宙即是它, 它与宇宙非二。 照我们的意思, 尽宇宙是一生活, 只是生活, 初无宇宙。 由生活相续, 故而宇宙似乎横在, 其实宇宙是多的相续, 不似一的晚在。 9. 依据为时学的理论, 生活就是有情众生的相续活动, 世界就是有情众生的为时世界的本身, 宇宙就是自己的宇宙, 自己与自己的宇宙都是自己, 在自己的宇宙中亦相续不断地活动, 由自己的抑郁发为奋斗的奇象而成就不断更新的自我宇宙世界。 如其言, 这个差不多成定局的宇宙, 真一首果, 是由我们前此的自己而成功这样的, 这个东西可以叫做前此的我或已成的我, 而现在的抑郁就是现在的我。 所以我们所说小范围生活的解释即是现在的我对于前此的我之一种奋斗努力。 Underscore underscore 所谓生活就是用现在的我对于前此的我之奋斗, 那么, 什么叫做奋斗呢? 因为凡是现在的我要求向前活动, 都有前此的我为我当前的爱。 Underscore underscore 这种努力去改变前此的我的局面而结果有所取得, 就是所谓奋斗。 所以分析东西文化就是分析东西文化的创始心灵中的奋斗意义, 这个奋斗意义就是抑郁对于生活世界的开创, 生活世界有种种不同层次的问题, 因着对于不同层次的问题的用力方向而决定了文化的走向以及当前的命运。 4. 东西文化差异的分析架构 梁树明先生谈东西文化与哲学的比较, 谈出了思考文化现象的根本因素在于创造的态度的观点, 创造的态度是东西文化开创者的天才式思维, 初无理由可讲, 只是一种选择所成的形态。 西方的态度是意欲向外向前施展, 以克服外在世界的种种困境为录像。 中国的态度是意欲向内自我修饰, 以自我心理的修养掉式而解决困境。 印度的态度是意欲的企图解消, 以没有生活的意欲为努力的方向。 而这种以意欲对外在现象的处理态度 以为中西印文化哲学形态差异的分析架构, 是基于梁先生所认识的 维时学说的现象分析以为架构的。 那就是维时学说说根深, 说气界, 说他心, 根深是主体自我, 气界是一切现象世界的存在包括自我的身体, 他人的身体以及整个山河大地, 主体对气界的态度决定了中西印三系文化与哲学发展的录像, 对气界一往直前的克服者是西方的态度, 与他心进行和谐相处者是中国的录像, 整个取消主体的根深气界的是印度的录像。 维时学说在梁先生的心中其实是作为他分析文化录像的基础架构的知识背景。 梁树明先生虽然在中国的录像上坚持主张中国当前不应走佛教的路, 但并不表示梁先生对佛教哲学的理论系统一持否定态度, 相反的,它是根本上以佛教哲学的世界观眼光来看待人类文明发展的知识意义。 佛教哲学中的维时学才是梁树明思想系统中的根本知识架构。 梁树明先生的意思是说, 在奋斗的活动中有生活世界的为爱的对象, 这对象就是其一为物质世界, 也就是这个奋斗主体的器械, 其二为他人的心灵世界, 也就是他心, 其三为宇宙间的因果法则。 其言 一、为爱的不单是物质世界, 已成的我, 就是, 不仅是我自己的争议手果。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其他的友情。 underscoreunderscore, 因为其他友情的根深实在就是我的器械, 已成的我, 所以这十为爱的并非另外的友情人是我自己的争议手果。 真正为爱的是在其他友情的他心而不在其根深。 underscoreunderscore, 这十为爱的即是他心, 这才是真正的其他友情并非我的已成的我, 而是笔之现在的我。 underscoreunderscore, 二、为爱的不仅物质世界与他心, 还有一种比较很身影为人所不留意, 而却亦时常遇见的, 就是宇宙间一定的因果法则。 十一 奋斗就是对为爱的对象的克服, 但是克服不同的对象的困难度是不同的, 也就因此克服者的心理状态是不同的, 也就是这个不同的心理状况决定了不同的文化路向。 梁树明先生以为实学对生活及生活世界的区分, 认为主体的奋斗活动之可否满足有下列三种情况。 一、可满足者此极对此物质世界已成的我之奋斗。 二、满足与否不可定者, 如我抑郁向前要求十位爱的再友情的他心。 三、绝对不能满足者, 此极必须遵循的因果必至之事, 是完全无法可想的。 十二、以上述这段文字的分析, 对象的可克服性质本身决定了主体的抑郁之可否成功, 因此如果是在这里决定的中西印三家文化差异的话, 那么关键就在所欲面对的问题的特质本身, 而不是所采取的态度的本身, 但是下面这段文字却指向了史所采取的态度本身决定着文化走向的差异。 要晓得文明的不同就是成绩品的不同, 而成绩品之不同则由其用力之所在不同, 换言之就是某一民族对于某方面成功的多少不同, 至于文化的不同纯忽视抽象样法的, 进一步说就是生活中解决问题方法之不同。 一、本来的录像, 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 设法满足它的要求, 换一句话说就是奋斗的态度。 遇到问题都是对于前面去下手, 这种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 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 这是生活本来的路向。 二、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 改造局面, 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 他并不想奋斗的改造局面, 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 他所持应付问题的方法, 只是自己抑郁的调和罢了。 三、遇到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 这时他既不向第一条路的改造局面, 也不向第二条路向的变更自己的意思。 只想根本上将此问题取消。 这也是应付困难的一个方法, 但是最违背生活本性。 因为生活的本性是向前要求的。 凡对于种种欲望都持境欲态度的都归于这条路。 所有人类的生活大约不出这三个路径样法。 一、向前要求。 二、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 调和持终。 三、转身向后去要求。 这是三个不同的路向。 生活的根本在意欲而文化不过是生活之样法, 那么,文化之所以不同由于意欲之所向不同是很明的。 要求这个根本的方向, 你只要从这一家文化的特异彩色, 推求它的原出发点, 自可一目了然。 十三、 梁树明先生在这段文字中以面对问题的态度来说文化走向的差异, 但是在他的基于维时学说的生活世界的分析中, 其实已经指出问题本身可以被分类为可以解决, 不一定能解决, 以及根本不可能解决三种形态。 面对这三种可解决程度不同的问题其实就是必须采取不同的处置态度而有这段文字中所说的三种态度, 以及向前要求, 调和持终, 转身向后三种。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三种文化成果的差异是决定于三种文化方向所选择的关键问题的差异本身, 问题不同, 处置的态度倾向及不同, 从而发展出来的文化成绩品自然不同, 成绩品是针对要解决的问题而有的, 要解决的问题有可解决性的难易的差别, 因此才转出处置态度的差异, 不同的处置态度都是适合于要处置的问题的恰当态度, 因此不同的成绩品则其实都是合理的, 只是这个合理性是合理在一家文化自卫发展的历史轨迹里, 然而, 问题是发生了一方以科技文明打开了世界的通路之后, 中西印三大文明在同一时间碰到了一块, 就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因着大家成绩品的不同, 而有了表面的高下之判, 甚至亦整个民族前途的危机问题。 五, 以宗教与哲学位讨论文化思想的主题。 在进行讨论梁树明先生对东西文化高下的历史定位之前, 我们必须先界定梁先生在文化议题上所要评价的事物为何, 以及是梁先生是借由文化活动的什么意义的面向在说明东西文明差异的, 显然, 思想是他分析的对象, 而思想即是以哲学及宗教两项为标的, 而哲学中又盖分为形而上学之部, 知识论之部, 及人生哲学之部三部分。 参见其言。 思想就是知识的进一步 underscore underscore就是从已有的知识, 发生添出来的意思。 所以思想的范围很广, 诸如哲学宗教等等都包括在内, 所谓哲学就是有系统的思想, 首尾贤贯成一家言的 underscore underscore至于哲学所包一圣广, 如形而上学, 认识论, 人生哲学皆属之。 十四, 梁树明分析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就是以哲学思想及宗教思想为分析的对象, 并且是以中西印三系文化的传统哲学及今日哲学以及传统宗教及今日宗教的实况来做东西文化差异的比较项目的。 对于宗教, 梁树明先生是有他特定严格的定义的。 所谓宗教, 可以说就是思想之具一种特别态度的。 什么态度? 超越现实世界的信仰。 思想而不含一种信仰的态度的不能算,信仰而不是超越现实世界的也不能算。 十五, 宗教就是对超越现实之世界的信仰, 因着这个信仰而对超现实世界有着行为的实施, 又因着必须是对超现实世界的信仰才叫做宗教, 因此在三大文明的三种文化处置态度中就产生了对宗教的不同发展实况。 此呆下节说明。 就哲学之不而言,梁树明先生以形而上学, 知识论,人生问题为哲学的三大快,此说亦无误, 而说哲学是思想之首尾一贯自成一家之言之说法更是言之准确。 但是因着文化处置态度的三大文明的本身差异, 其结果即是命运不同。 梁先生即指出,以西方的文化态度, 哲学就一定会有朝向科学发展的倾向。 其言。 所谓哲学可以说就是思想之首尾贤贯自成一家言的。 杜威先生在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演说说, 西方哲学家总要想把哲学做到科学的哲学。 怎样才是科学的哲学自不易说, 若宽泛者讲,现在西方无论哪一家哲学简直都是的。 16. 既然文化以思想为定位, 而思想以宗教及哲学为定位, 下节即展开梁树明先生结合文化处置心态的不同。 就着宗教与哲学在中西印三家的传统上的实况分析。 6. 东西文化比较视野下的传统与现况。 在梁先生的这个文化哲学及历史哲学的思路中, 他因此说出了东西文化录像的比较性观点,指出西方文化以向前解决问题为文明创造的态度。 迄今在科学与民主上达到前所未有的成就,是人类面对外在世界的困境与挑战问题的彻底解决,代表这一条路像的完成,但是对于人心的问题却尚未能真正认识而印向东方的中国学习。 但西方所走的路像却是人类应走的第一路像,所以西方文明的成就是现代化的首要指标。 至于中国的文化却在尚未彻底解决第一个问题时就早熟的跳入第二个人类应该面对的问题, 固然在人际和谐问题上取得了最高的成就, 却在今日面对来自西方现代化的冲击上几致无路可走。 至于印度文化则是比中国文化更为先进地走上了人类文明的第三条路, 此即在第一第二问题皆已解决了之后静置地取消生命存在的第三条路像, 但其实印度文明并未真正解决第一第二问题, 因此今日处境是无所适从。 梁先生所说的东西文化与哲学, 其实是就这三个特定对象来做理想形态的分析, 首先,整个西方文化现象是一个形态, 其次,中国的形态以孔家的儒学作为理想形, 再者东方的印度是另一个形态, 但却是以佛教哲学为分析的对象, 并且,说到佛教哲学的深度思维时, 却又是以他所认识的为实学理论为对象。 以梁先生的人生历程的自我计数, 其实就是他的人生三阶段的所感所知, 早期崇尚西方学思, 随后立志学佛几乎出家, 随后决定以孔家哲学为终身执志并作为中国前途的路向。 十七,梁先生的个人生命历程可以无关乎他的理论成立与否的问题, 但是梁先生的个人生命历程确实成为他思考东西文化与哲学问题的资量。 并且不是很符合比例原则的就是以维时学的佛学说印度的文化与哲学, 以孔孟的儒学说中国的文化与哲学, 而以整个西方历史种种现象说西方的文化与哲学。 在东方文化的中印思想部分的佛学与儒学其实就是中国的儒式二家。 对于西方文化的传统与现况,参见其言。 如何是西方化? 西方化是以抑郁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或说,西方化是由抑郁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塞恩斯与德摩克拉西两大异彩的文化。 十八 梁树明认为的第一种处置文化的态度即是西方文化所采取的态度, 以向前要求而为录像、中置产生科学与民主两大成就。 但也因着这样的向前要求的科学与民主的成果, 其宗教与哲学却有着特定的命运, 即是宗教因科学理性的发达, 导致对于超越世界的不信任, 以致失去信仰, 以致西方今日的宗教不弱以往的发达了。 而哲学之不择亦因科学理性的发达, 以致哲学中的行而上学的思考不再受到青睐, 理由下节再述, 总之时至今日知识论的讨论才是符合西方向前追求的科学精神, 因此今日知西方哲学是以知识论独胜而行上学衰落不已。 参见其言 对于西洋方面所开裂者, 其宗教起初于思想甚有势力, 后遭批评诗事, 自身逐渐变化已硬时虚, 行而上学起初很甚, 后遭批评, 己智路觉, 经由在诗事密录中, 知识论则甚甚, 有掩盖一切知识, 为哲学之中心问题。 十九 梁树明先生这样的观察就西方哲学的宗教与哲学的现况而论, 亦无甚大失误, 论者当可做不完全赞成的评价, 但其大方向也确实符合实情, 特别是以中西印三方文化区块做比较时, 这样的观察事也并无言重不当。 重要的是, 梁树明先生却是以西方对于行而上学的科学精神下的评价态度作为评价东方行上学的标准, 参见其言。 精神生活方面, 东方人的宗教虽然中国与印度不同是很甚的, 而西方人的宗教则大受批评打击, 东方的哲学还是古代的行而上学, 而西洋人对于行而上学差不多弃去不讲, 即不然, 而前途却是很危险的。 此种现象的确是西洋人比我们多进了一步的结果。 西洋人对于宗教和行而上学的批评, 我们实在不能否认, 中国人比较起来, 明明还在未尽状态的。 二十, 梁树明先生认为中国与印度对待宗教和哲学中的行而上学的态度自古迄今没有基本变化, 并且认为这是落后未进化的表现, 是否如此? 学界当可再提出讨论, 本文后三节即将正式讨论梁树明先生的这个评价意见。 以上是西方文化的录像说明以及成就说明以及对宗教及行而上学的现况分析, 至于中国的情况呢? 梁树明先生即是明确地指出中国就是走了第二条录像的奇言。 我可以断言假使西方文化不同我们接触, 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 就是在走三百年, 五百年, 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轮船, 火车, 飞行艇, 科学方法, 和德摩克拉西一些精神产生出来。 这句话就是说, 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 Underscore underscore 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 知足, 寡欲, 设身, 而绝没有提倡要求物质享乐的, 却亦没有印度的境遇思想, 和尚道士的不取妻, 尚苦行是印度文化的模仿, 非中国原有的。 不论境遇如何它都可以满足安寿, 并不定要求改造一个局面, 像我们第二章里所续东西人士所观察, 东方文化无征服自然态度而未与自然融洽游乐的, 实在不差。 这就是什么? 即所谓人类生活的第二条路向态度视野。 21 走第二条路的中国自有中国的文化成绩品, 但却不是在科学科技物质建设的一路, 因此若非与西方接触, 因着文化态度的持定, 中国是不会自己想要去发明现代科技产品的, 这不是能力的问题, 而是心态的问题, 中国的心态是长于第二条路, 也就是去处理不一定能成功的事物, 也就是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的事物, 以及是梁树明先生以为实学知识架构所说的生活中为爱的他心的事物。 处理他心自然需与他心妥协, 而不是自己要求如何及必要如何, 那是处理物质世界的态度, 是第一条路向的处置态度, 而中国是第二条路向的态度, 是改变自己已与对象妥协的态度, 这个态度用于人伦问题是恰当的, 但是中国人也是以这种态度去用于其他事物的, 因此对于物质的要求亦是采取安于满足的态度。 论者当然也可以做出反驳而举出众多实力以正其说为非, 然而在非官生死存亡的历史情境中时, 在诉诸中国本土的如道两家思想形态分析时, 在面对中西印作文化基本形态比较时, 梁树明先生这样的分析却也无甚大谬。 中国是第二条路的形态, 而印度则是第三条路的形态, 其言。 印度文化UnderscoreUnderscore其物质文明之无成就, 与社会生活之不进化, 不但不及西方, 且直不如中国。 它的文化终具无甚可说, 唯一独胜的只有宗教之一物。 UnderscoreUnderscore世界民族概位有可热于宗教 如印度人者, 世界宗教之其甚与最近不未有过于印度之土者。 UnderscoreUnderscore原来印度人既不像西方人的要求幸福, 也不像中国人的安喻之族, 他是努力于解脱这个生活的, 既非向前, 又非持终, 乃是翻转向后, 即我们所谓的第三条路向。 二十二 说印度翻转向后面对问题, 其实是决定于印度与宗教方面独胜的兴趣的, 印度人独独关切宗教事物, 要去超越现实的世界中求取永恒的价值安置, 本来就不是面对物质世界的需求, 也不是去面对人类世界人际关系的冲突问题, 而是要探究生命现象的来去忠实问题, 这个问题正是碰到了宇宙因果的大灾问问题, 所以至深解消问题的文化处置态度。 然而, 印度人亦有其大力成功的地方, 其为何? 中国人也有他大力成功的地方, 其为何? 西方人也有其成功的特殊形态, 其为何? 以下三节即将基于以上论理脉络的铺陈, 实际进入梁树明星中所知所论的中西印三大文明成绩品的系统性哲学问题之分析, 已有对变于从文化哲学及历史哲学进入讨论问题的观点。 7. 西方文化的传统与现况 在以上数三种态度创造文化的发展脉络下, 梁先生指出, 西方形上学的发展因着意欲向前推展的态度致使行上学理论变成无法成立的系统, 关键即是科学理性的发达导致行而上学的命题建立的可能性被否定, 于是知识论部分特别发达。 而西方的宗教意识受到否定, 理由意识相同, 因为超越世界的知识并不能通过科学理性的减证。 至于中国的形上学则与伦理学一起并进而有着良好的发展以弃于今。 而印度的形上学则与宗教结合而为即宗教即形上学的二合一系统。 梁先生这样的观察论点, 是符合于当前中西印形上学知识的实况与命运的, 但是这个观点是就历史发展的结果而说的, 梁先生以西方形上学不能谈, 而中印形上学仍可以谈, 而指出中印形上学仍是一可成立的系统, 因为中印的形上学超课了西方形上学不能谈的困境。 似乎形上学不能谈是既定的结论, 但中印却又免于此命运, 关键在于, 印度的谈以为实学位分析对象, 结果是谈而为谈故而谈得好, 中国儒家的形上学是谈而不值亦于一意的谈, 故而亦免于不能谈的困境而谈得好。 梁先生这样的分析其实预设了两种个人强势认定的立场。 其一, 西方形上学走到今日确实是不多谈形上学而是谈知识论, 但是那也是站在当代哲学的立场与标准时才得说西方形上学不能谈, 但是整个西方哲学史的传统却是充满了各家的形上学体系, 若不站在历史发展的脉络而就形上学理论各自作为诸多个别的系统性哲学来看时, 又如何说的形上学不能谈呢? 而当中硬形上学依然在谈形而上学的事实存在时, 形上学如何可以被认定为不能谈的知识呢? 这是梁先生论于形上学的第一个个人性的立场。 其二,梁先生在定位形上学不能谈的西方知识论思路的基础上谈如佛两家的形上学时, 却是以普遍原理不能建立的立场说中硬形上学, 谈而不建立,故人的谈知, 此一,谈而不建立,的中硬形上学认识模式 却是以佛教为识学说的模式以为模式, 为识学说为识也即是说空, 说为识而空亦故而是谈而未谈, 但却谈了,故谈得好。 说如学却以孔家亦于一切不指定而为亦和谐圆容的系统, 此即是将孔家的形上学说成了为识的形上学, 或说是以为识学的形态来认识孔家的形态, 这是梁先生论于行上学的第二个个人性的立场。 以上两个强势的个人立场都来自于梁树明先生明定了行, 而上学不能谈的认定, 下结论于中硬形上学时将再处理此一问题, 以下先陈述梁先生论于西洋哲学命运的分析观点。 希腊的哲学家把推理看成万能的了。 Underscore Underscore 于是他们来研究形而上学的问题人就是那一套法子, 什么宇宙的实体本源如何如何, 是有,是一,是二,是多,是物质的,是精神的,是真,是善,是美,是很久, 是圆满无限,是迥异呼现象,乃至种种奇怪的事情, 他们都以为能知道。 在中世纪以宗教的权威无从托此刻就。 而道竟是来几个大哲, 如是才所说迪卡尔诸人, 因为他们都是接续希腊研究术理的大数学家, 所以还是一个脾胃, 讲这一套形而上学的话。 他们是所谓大陆的理性派, underscoreunderscore我们都叫他独断论。 那时阴导对于知识方法有归纳法的贡献, 成了所谓经验派, underscoreunderscore道康德初来解经验理性两派之真, 认识论遂或大臣, 竟是哲学对于往昔唯一的新形式才算是确定如酒顶, 而独断论于是绝肌。 underscoreunderscore孔德简直正式的加以否认了, 即所谓他的人类知识分三时代说。 他说是神学, 行而上学都数过来的东西, 以后人的知识全是属于实证的, 即科学的, 哲学也是科学。 神学行而上学虽不同, 总要去讲绝对, 想象一个整个的宇宙去讲它, 这是无从讲的, 无可讲的。 underscoreunderscore 至是行而上学即负, 行而上学的唯物思想以后亦不会富有, 此我们看西方的哲学形式故必为唯物论的倾向, 然而唯物的思想为西洋产生之, 亦为西洋催破之, 在东方唯物论故不见慎, 却亦无能铲除之者。 二十三 从此处梁树明先生所谓的西方形上学研究走到了行而上学不能谈的结论上来, 其意见大约是以西方形上学事意寻找实在, 实体甚至是唯物论立场的哲学构作, 这样的理论构作方向已为当代西方主流哲学界所扬弃, 因此行而上学的谈论即是不可能的事件。 对这样的意见, 笔者以为, 行而上学事意哲学基本问题, 这一个问题集成了一门学科, 这一门学科有种种理论主张存在。 有学派主张形上实体观念不能成立, 这是一种立场, 传统西洋哲学史上的行上学体系都在探究这个实体这是另一种立场。 可不可能有这个实体是一个问题, 有没有这门学科和这个问题是另一个问题。 主张形而上学不能谈的说法中有主张形而上学问题不能存在的, 也有主张形而上的实体不能存在的。 主张形而上的实体不能存在的是对于这个问题的主张是答案的部分, 至于主张形而上的问题不能存在的是对于这个问题本身的主张是关于题目的。 答案中的某种立场可以否定, 题目的本身却是难以取消的。 一学派取消了形上学问题并不表示形上学问题就不能成立了。 一级笔者认为梁树明先生可以以西方哲学界对于主张形上实体立场的学派的否定性意见以为与东方形上学系统的意见交流辩证之针定, 但不可以就落下了形而上学不能谈的立场。 形而上学既不能谈, 又如何能跑出来东方形上学避免了西方形上学不能谈的困境而又就可以谈了呢? 梁树明先生对于西方形上学的现况以及东方形上学如何超课这个现况的问题是很当真的, 参见 前表中所列宗教及形而上学, 受批评失事和知识的研究为哲学中心问题, 大抵如上。 今后的宗教苟不得其在知识方面之基础, 形而上学苟不得其研究途径, 即不必求生存发展于人类未来之文化中。 于是我们就此机会来看东方的宗教和形而上学是如何情况呢? 它是不是同西方宗教, 古代形而上学现于一样的谬误? 它能不能解免大家的批评? Underscore underscore东方文化, 印度是以其宗教为中心, 中国是以形而上学为中心的, 所以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吃紧, 倘然是求不出一条路来时, 东方文化简直随着宗教, 形而上学成了文化的化石了。 24- 笔者说梁树明先生始终是文化哲学及历史哲学进入的哲学思考方式, 即以上文件之, 梁先生其实已全面地接受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当代意见了, 这就是站在一个文化及历史的脉络讨论哲学问题的思路, 而不是系统哲学的思路。 笔者以为, 即便是当代西方学界艺人有谈论形上学的传承, 艺人有对于形上实体能否存在并被认识被探究的争辩在进行, 对于形上学能不能谈的问题的重点是西方形上学问题意识中所追问的形上实体能不能建立的问题, 而不是形上学的问题能不能存在的问题。 想取消形上学这种问题的永远是特定学派的立场, 而不能当成是各家共同的结论。 至于讨论到东方形上学问题时, 问题重点固然在讨论的方法, 却更在于询问的问题, 梁树明先生及以中国形上学问题根本不同于西方形上学问题, 并且方法也不同, 而能超课西方形上学的困境说之。 因此我们可以说, 在西方形上学传统下追问实体问题的形上学问题研究史上, 西方当代系统中多有主张此一问题不能研究之说法, 因此形成传统与当代的辩论, 但这是在西方形上学问题意识辩证的脉络上说的, 至于转入东方形上学讨论时, 情况就不是如此了。 以下先就梁树明先生说印度形上学的情况论知。 8. 印度文化的传统与现况 讨论梁树明先生对于印度文化走向的实况与命运问题, 还是先从梁先生对于印度文化走向的定位说起, 梁先生认为印度文化就是走上人类文化路向的第三条路上的文化传统。 第三条路是要去面对人类知能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以及宇宙存在的因果律则的问题, 简单说是生命的存在之生老病死的现象问题, 当一切要求与免此困境的努力都尝试过后便知其唯一根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他对于这样生活世界唯一的要求就是脱离。 25. 这就是宗教问题在面对的, 面对之而终了物只有舍离意图以为解决, 其言。 26. 就是说人类陷于非生死感不可之地步, 引入无可解决之问题以自困也。 26. 所以无人对此只有承认其唯一脱离之要求不能拒绝。 26. 宗教自始至终皆为谋现前局面之超脱, 26. 然前此皆假超脱, 26. 至此乃不能不为真超脱真出事已。 26. 宗教之真于是乃见, 26. 盖以宗教之必要至此而后不拔骨也。 26. 一切可解决的问题都以可解决的方式以解决之, 26. 但是人类还是要去追问更难解决的问题, 26. 问题不能被解消, 26. 解决问题的答案可以被否定, 26. 而再度去追求更好的可以解决的方法以为原来的问题的新答案。 26. 只是当所问的问题是根本不在人类知能可解决的范畴时, 26. 则甚至身为人类这件事情就变成了要被解决的问题了。 26. 这就是印度文化走上宗教之徒以超越现实世界的方式去面对问题而走出的文化成绩品。 26. 所以梁树铭先生认为印度是在宗教问题上达到了人类的最高成就, 26. 其言,宗教时与文化俱进,而出世倾向意义义者,此不可言者也。 26. 我们当奔走近时的时节,问不到很高的问题, 26. 必要低的问题,生活问题,都解决了,高的问题才到了我们眼前。 26. 到那时候人类文化算是发达得很高了,则其反面的出世倾向也就走到它的高处。 26. 人类生活有可满足的,不定的满足的,绝对不能满足的,三次第问题。 26. 人类是先从对自然界要求物质生活之低的容易的问题起,慢慢解决移入次一问题,越问越高,问到绝对不能解决的第三问题为止。 26. 我们是看印度人,尤其是原来的佛教人,所问的问题,不就是第三问题吗? 26. 他要求生活而不要看见老病死,这是绝对做不到的,别的问题有可往前奋斗,此则如何? 26. 他从极强的要求碰到这极硬的钉子上,撞到一堵石墙上,就一下翻转过来走入不要生活的意图,以自己取消问题为问题之解决。 26. 此非它,即我们前面所列人生第三路向是。 26. 第三路向是违背生活本性的,平常生活中用不着,凡没有这问题而用它,都是无病呻吟,自谓错谬。 26. 为第三问题要用第三路向,为第二问题要用第二路向,为第一问题要用第一路向。 27. 西洋人盖走第一路向而于第一问题大有成就者,而印度人则走第三路向而于第三问题大有成就者,underscore,underscore,成就了宗教核心而上学。 27. 梁树明先生于此处以印度文化关怀是以解决人类高级问题为路向来说。 27. 梁树明先生说这第三条路的说法,并不是说文化路向的选择有高下之别,而是说人类问题有高下之别,并且面对任一个问题有特定的面对方法,但是选择所要解决的问题却应该有一次地性。 27. 西方人面对第一种问题而确实解决了,因此现在要来面对第二种问题。 27. 中国人以为第一种问题解决了,因此转向面对第二种问题。 27. 印度人以为第一种第二种问题也都解决了,因此面对第三种问题。 27. 如果文明之间不相互交流则大家都是在自己选择的问题上做到圆满的境地的。 27. 因此文化路向的选择无高下之别,只是当文明相遇的时候有冲击之下的不同命运而已。 27. 因此就印度文化所选择面对的问题,则非采取第三种文化处置态度不可,那就是面对不可解决的问题时只有解决自己的存在了,解决自己的存在已越入超越现实的宗教世界中而为其解决之道。 27. 梁树明并未继续深入说明印度文化的解决第三问题的终极完成的详细意义,它其实就是以佛教的宗教学说与宗教实践为印度文化解决第三问题的理想典型。 27. 至于这个理想典型的细节它并未详细陈述,它的思考的重心却释放在以佛教为印度典范的形而上学如何超课西方形而上学的困境之说法中。 27. 奇言 我们说印度其实是指佛教,因为唯佛教是把印度那条路走到好处的,其他都不对,极毙佛教的路才是印度的路。 28. 梁树明先生对印度文化的这个判断,所据为何? 28. 梁树明先生也并没有对佛教哲学在整个中国发展中的毅力发挥有更多的数益,他所据有的较扎实的佛教素养即是维时学的。 28. 如要追究他的推论,那大约就是面对第三条路向的第三种态度是佛教的涅槃境界才能解决的。 28. 而梁树明先生用力于伸说的是,佛教为实学在第三条路向的成就是如何能免于西方形而上学及宗教论的困境。 28. 其言 28. 佛教故却忽不限于古形而上学之错误者也。 28. 是分序余下,一,小乘佛教是绝口不弹形而上学的,二,大乘佛教是弹形而上学而开辟得法的。 29. 文中说小乘佛教是绝口不弹形而上学的。 31. 此说可以讨论。 31. 原始佛教的四圣地的主张即是意含具形而上学问题意识的主张,其中苦地及价值意识本体论的主张,即地即行上学宇宙论的主张,至于一般发生于西方哲学中的实体观念的讨论。 31. 原始佛教并没有力持有意中及实体之观点,甚至有无我说之主张,将之视为不主张有意实体之论。 31. 原始佛教并没有力持有意中及实体之观点,甚至有无我说之主张,将之视为不主张有意实体之论。 31. 原始佛教并没有力持有意中及实体,但是不主张一中及实体的意见可以视为是他们的立场。 31. 奇言。 31. 奇言。 小成佛教不谈形而上学,underscore underscore要晓得小成的说话实在不是在那里答对什么宇宙本体的问题,它只是将宇宙万有分门别类来看,至于万有归总一个的概念,它并没有。 31. 我们从种种方面看小成的经论,非不反驳经为,但是绝口不谈形而上学的。 31. 这在小成自己,固然可以免于批评,并且可以帮助大成佛教,证明佛教于无论东西古时所不免之错误而尽无知。 31. 三十。 31. 本文集是持以主张有异实体之行上学观念是错误的立场,这当然是明显的由梁树明先生所得于西方形上学近现代观点的立场。 31. 梁先生主张小成佛教不谈宇宙本体,不谈万有总体,即是不主张有异实体。 31. 梁先生此说意味有深入辨析,我们亦无需再深入追问,因为梁先生的讨论焦点其实是放在大成为实学说中的。 31. 其言。 31. 在大成则凡有所说西名空义,且此空义盖从确实方法而得。 31. 空义,佛教之所读也,自佛而外,无论硬度乃至他方,无不持有见者,则其所见,西不能安立。 31. 行而上学时应空一切见。此空一切见,在西方人亦稍稍见即之。 31. 为实说一切为实所辨,班若说一切西空,班若所说应为一切现象事物之意意味不必止以意意故空,若与为实学说结合则应为既然一切现象是物之意意味不必止以意意故空, 31. 全切皆始所构作变化而出,因此意意乃源自意事之自我构作,因而意意时无时意而说未空。 31. 为实学与班若学时可会通意指。 31. 为实学与般若学时可会通意指。 我的宇宙是我所现 此时最可注意的 内外巨是一阿赖耶时而竟被我们打成两截 中间加了种种隔膜 这就是说在我们生活中 underscore underscore 向前要求中 underscore underscore 分成物我两世 而七时指我又自现影像则内里一众格阻 前六时摄物又自现影像则外向一众格阻 所以整个的宇宙 所谓绝对 自为我们感觉念律所不能得到 当这些工具活动的时候 早已分成对立形式 而且格阻重重了 你要揭开种目 执认唯一绝对本体 必须解放二执 则望求自习 众目自落 一体之意 才可实证 这就是唯实家所贡献于行而上学的方法 三十二 唯实学说 以阿赖耶十位一托子 一切于八十内里自我构作 主体解放自我构作之种种之父 即的真实 真实为何 梁树明先生又没有再深入解说了 此说中之 一体之意 中是否又有所谓的实体观念呢 梁树明先生也没有深论了 他就是以为实学说解放我法 二执的功夫理论 以为为实学说已得免于西方哲学论 于实体制不可能的困境 因为为实学说进入的解放二执的功夫论中 并未有执意实体意义的态度 诱言 概念判断只用在相对而不能施于绝对 绝对不是一个念 习人所问行而上学的问题都要取消 他在根本至后的至终所得 而告诉于我们的也没有别的 就是不可说不可念 例如 本体心物一多的问题 那么就是非心非物 非意非多 乃至非有非无 乃至本体这句话就不对 凡有所说句是细论 若说也不妨 不过说了就不算 所以佛菩萨在大乘经论长篇 天大套谈他的行而上学 只是你不要当话听罢了 真正的行而上学如是如是 于是忽为实家的大翻案文章是翻而不翻 翻过来之意与未翻圆案还是相符顺的 三十三 此说时是为实学说与般若学说二合一构作的大臣教义之简 说 不可说不可念 知意即是佛教之般若空义即对于一切事项事物之意 一支执定皆为不得如此执定之主张 不执定就能免于西方行上学的困境吗 行上学一定要去主张实体而发现不能如此主张而进入困境吗 逼者以为佛教为实说及般若说是整套佛教哲学的问题意识及世界观下的行上学说 本就不与西方行上学有共同问题及共同世界观基础 因此此处空一支确立只能说是佛教学说的理论构作 无需视为解消西方行上学困境的成就 一切只是在佛教为实学进入的世界观下的知识系统内的理论观点 其言 你如果不止息要求 还是拿六个工具去探问什么宇宙本体 无论怎样探求总是自己工具上的回报影像 没有法子得到本体 必得要向印度人厌弃生活来洗纸生活 术乎渴望摸着洗纸生活的翘 Underscore Underscore解放 二指Underscore Underscore 而实证本体 此则为实家所以成功于印度也 Underscore Underscore 顾虑为佛教一家得知 假若此事不为人类的一种成功则以 苟的为一种成功则不可不知其为走第三条路之结果 而印度文明之所在也 三十四 西方形上学并没有为实学说的知识立场 为实学说主张以前六十座意识构作之种 总见识皆是不真之说 不必是为是超越形上实体说之困境之作 因为八十世界观的为实学说只有佛教一家之识之说 即与此说中梁树明先生还是说印度佛教之为实学说才真能因着解放二指而真 实证本体 即说实证本体则是否又是有了本体了呢 当然此本体是佛教哲学系统内的本体 此本体以主体之不值而中正即之 不值并非是主张无有意实体或本体 所以梁树明先生对于西方形上学说没有实体的立场在此改变了 还是有意本体或实体 只是西方形上学的方法不对而不能见即说即正即 必由为实学说之主体解放二指而后才得说即 然而此说已预设为实学说之世界观本体论是一中西印三教印为共有之知识理论立场 此一立场却非能为大家所供持 因此为实学说之超刻意不能真为超刻意 梁树明先生坚定地认为佛教为实学说是走第三条路之最终圆满的 完成的系统 亦是印度文化之最重要有贡献于人类文化的成就 却是以人类文化都必须共持为实学说的世界观 以为此一有贡献的依据 然而此事并无可能 此事若未可能 即必须佛教世界观即为人类世界观之共一方可 当然 为实世界观确实是梁树明先生的世界观 则梁树明先生或未自觉或未不自觉地走上此说之心理背景 如果分析中西印之文化哲学的世界观理论即是以佛教世界观为基底的话 则梁先生之说即是可成立的 9.中国文化的传统与现况及其未来 梁树明先生分析中国文化的走向是以第二条路走上圆满地步的形态 但这却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 至于儒家文化在现实历史上却是命运惨谈的其言 未尽弃南北朝都可以说是孔子思想不但不实现 并且将其形式冲破了的时代 到唐诗佛家圣圣 禅宗遍天下 以佛家态度与孔子如比其意 而不见身一种抵抗 可见孔家思想 见灭待绝 35.中国虽以孔家思想为最终真有所成之理想典型 但是孔家理想在中国历史上却不是一直站上圣场的 佛教思想就曾主导中国 不过这也只是历史的一段历程 要说中国文化的成就还是在第二条路上 而这一条路走成功的还就是儒家孔子的路 其言 孔子的人生继未实现 于是我们要看中国人生大概是怎样呢 大概言之 却都还是我们所谓人生第二路上 36.数千年中国人的生活 除孔家外都没有走到其恰好的线上 所谓第二路上故事不向前不向后 然并非没有自己积极的精神 而只为容忍于敷衍者 中国人代不免于容忍敷衍而已 为孔子的态度全然不是什么容忍敷衍 他是无辱不自得 为其自得而后第二条路乃有其积极的面目 意为此自得是第二条的唯一的恰好路线 37.虽然历史上的中国文明不能尽如人意 但是孔家的精神却是在第二条路上积极雄建的形态 甚至梁树明先生对于孔家的成就是自豪的不得了的 以致说话有点过了头 中国之文化全出于古初的几个非常天才之创造 中国从前所谓古圣人 都只是那时的非常天才 文化的创造没有不是由于天才之创造 但我总觉得中国古时的天才比西洋古时的天才天分高些 即此便是中国文化所有产生的缘故 我总觉得墨子太笨 我总觉得西洋人太笨 而中国自皇帝至周公几个人太聪明 38.梁树明先生的这段聪明愚笨的话语是与他的其他意见难以一致的 我们可以姑且忽略之 但是他对孔家的认同却是在这段话中悦然指上 又见其言 世界上只有两个先觉 佛是走逆的路去解脱本能的先觉 孔子是走顺着条理本能路的先觉 39.如果只有两个先觉 则希腊文明向前追求的精神所代表的西方先者就不是先觉了吗 此说亦不带多变 为东方的中国与印度的如佛两家文化的形态之同意如何 这倒是个重要关键问题 梁先生却是有所表示的 孔子的人生哲学出于这种形而上学之初一步 就是以生活为对 为好的态度 这种形而上学本来就是讲宇宙之声的 所以说声声之谓意 Underscore underscore孔家没有别的 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 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 他以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 万物欲生 既任其生 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 使全宇宙充满了生意春气 于是我们可以断言孔家与佛家是不同 而且整整相反对的了 Underscore underscore 我心目中代表儒家道理的是身 代表佛家道理的是无身 40 儒家所奉为道体的 正是佛家所排斥不要的 大家不可以不注意 41 说儒家与佛家完全对反 这又是一个重要且强势的立场 比者并不反对之 但这是一个行上学主张的立场之差异 并且在这种讨论中 行上学在中印两家中便是都在讲着的了 因此行上学不能谈的立场在此又消失了 所以比者一直强调问题不在行上学这个问题 而是在行上学问题的主张中 西方行上学问题亦是之主张受到西方传统的批判是一回事 东方行上学问题亦是在东方的讨论是另一回事 东方行上学并不因为西方行上学的问题的东方答案而免于西方行上学困境 而是东方行上学自有他们自己的问题以及他们的答案而无关乎西方行上学问题的困境的 至于这个如佛主张的差异之意义 深、说意义、无深、说的立场亦需辨析 如家已经营现实世界的家国天下之社会体制以为价值追求的标的 当然在存在的世界上必须坚定之为真实且深深不已的本体论立场 佛教以超越现实世界的涅槃境界的追求以为终极标的 当然会以现象之身灭位亦根本无深的本体立场 故而梁先生之如佛对立的陈述却的其实 那么儒家的已现实未真实且深深的立场 又如何回应那西方实体论的困境呢? 这还是梁先生重要关切的思路、其言 中国文化UnderscoreUnderscore在他文化里边顶重要的似乎是他那么所不适用的玄学UnderscoreUnderscore型而上学 UnderscoreUnderscore中国的型而上学是否与他方古代型而上学一样陷于西洋所批评的错误 UnderscoreUnderscoreUnderscore中国并没有限于西洋和印度古代型而上学的错误 亦与佛家方法各不相舍 UnderscoreUnderscore他们一家一家UnderscoreUnderscore西洋、印度、中国UnderscoreUnderscore都各自为一新奇的 影异的东西初步能相比 三方各走一路 代步相舍 中国既没有走西洋或印度那样的路 就绝对不会产生像西洋或印度的那样东西 UnderscoreUnderscore中国的型而上学与西洋和印度的根本不同 可分两点去说 以问题不同 UnderscoreUnderscore你可曾听见中国哲学家一方主一元一方主二元或多元一方主为心一方主为物的辩论吗 像这种呆板的净体的问题 中国人并不讨论 中国自己古的时候传下来的形而上学 做一切大小高低学术之根本思想的是一套完全讲变化的UnderscoreUnderscore绝非净体的 UnderscoreUnderscore二方法不同 中国形而上学所讲 即未变化的问题 则其所用之方法 也当然与西洋印度不同 因此讲具体的问题所用的都是一些净的呆板的概念 在讲变化时绝对不能适用 他所用的名词只是抽象的虚的意味 UnderscoreUnderscore所以竟是批评形而上学可讲不可讲与方法适用不适用的问题 都与中国的形而上学完全不相设 四十二 就在梁树明先生讨论中国儒家形上学的时候 他自己明确指出中国形上学与西方形上学既是问题不同又是方法不同 其实问题不同时就已经注定了方法的不同 不过词相不同在梁树明先生的意志里是需要在位检讨的 梁树明先生说西方形上学是静态的 儒家是动态的 此说不准确 西方形上学是讨论现象存在物的存在意义的 儒家形上学是讨论整体存在界的人伦活动的价值意义的 西方即讨讨讨讨论现象存在之对象意讨讨论不在现象的存在物者 整体而言就是对一切的存有的存在性的讨论 这个讨论中设定了本体与现象的对阳关系结构 这个本体因之引发了始一世二世新事物的主张之别意 这些主张其实也都是抽象的 因为是在思辨中的讨论 这就是存有论的讨论 存有论的讨论要用思辨理性为之 其非观价值因此也非观实践 中国儒家讨讨论整体存在界也讨论所有的人的人伦活动 用心在天地人的存在意义的设定之上 而且特别是价值性的意义 面对这种问题的思考充满了实存的感受 因此可以说所使用的是关乎实践的理性在思考的 思考存有的时候是设定一明确对象 思辨的解析它的特质 以至有意有二有心有物之种种意见 此时对象是不活动的 梁树明已尽的哲学说之原因在此 思考实践问题的时候是界定它的价值意义 进而使自己影响它 从而建立整个生活世界的秩序 因此是在主体的活动中谈 同时也要谈整体存在界的活动 从整体存在界的活动中界定它的价值意义 梁树明先生已变得以动的哲学 说中国儒家的原因在此 至于谈变得动的哲学的语言就一定是抽象的吗 其实这是说不上来的 因为哲学语言几乎没有不是抽象的 前说谈进的西方哲学的思辨进路的存有论哲学的一二 心悟依然是抽象性的概念的 总之 至此梁树明先生便极明确的说音者问题的不同 及方法的不同 所以竟是批评行而上学可讲不可讲 与方法适用不适用的问题 都与中国的行而上学完全不相设 这个意见比者是完全赞成的 只是这个相同不相同的差异性必须重新界定 其中西方已谈存有论为主流哲学问题 用的是思辨的方法 中国已谈实践哲学为主流问题 用的是实践的理性 但中国也有存有论问题 此时也需要用到思辨的方法 当然 在谈整体存在界的价值意义 以及人存有者的理想人生问题时 当是无所谓免于西方哲学实体论困境的问题 不过 笔者另外也要强调一点 佛教为实学一样是与西方形上学问题不同 方法不同 所以也无所谓避免其困境的问题 既然中国形上学已无需观设西方形上学问题 梁树铭先生对儒家的讨论就可以测重于其特殊成就上进行 在以整体存在界的人伦活动为问题意识的中国儒家哲学的讨论中 梁树铭先生选取了一个无表示 不认定的意志来作为提纲窃领的代表性意见 其言 孔子从那形而上学一定先得到无表示的道理 underscoreunderscore 所以孔子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就是一切不认定 四十三 这形而上学之所以为形而上学的 有一个根本的地方就是无表示 四十四 讲形上学的存有论问题就是要讲一个确定性的存在特质的意见 因此没有所谓的可以无表示的意见空间在 但是讲人生态度的中国哲学就会有无表示的态度 不过这不是形上学的问题中的主张 这是价值表示的主体功夫境界问题上的态度 形上学讨论宇宙论及存有论 宇宙论是具体的知识 知识是要有所表示的 存有论讲存在特质 一二心物多寡有无皆是要有表示的 甚至是价值意的本体论 儒家的价值讲人意成善 从来都是明确表示的 价值上没有表示的就只有佛家的空意 空意是价值意本体论的佛教观点 以不认定没表示说如加孔学的意指着实为意以佛说如的转化 如果要自如学系统内找不认定无表示的主张者就只能到境界哲学中找 价值观念的内涵是会明确表示的 但是操作主体修养追求价值的活动中的主体状态是可以有不表示的状态的 那就是主体在有修养状态中的境界 这时说的不是宇宙论意 存有论意 本体论意的任何一种的形上学问题 这时说的是主体修养后的境界状态的话语 如学只能于此处可以不认定 无表示 如学论于价值就是仁义理智 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否定如学有仁义价值的主张的 仁义就是仁伦关系中的爱护他人的价值 他同时也是不止为己思己力 因着这个特性梁树明先生也说 我们来讲孔子的唯一重要的态度 就是不计较厉害 45 这自然流行日用不知的法则就是天理 完全听凭直觉 活动自如 他自能不失规矩 就为之和天理 于这个之外自己要打量计算 就通通为之私心私语 46 以上这个态度就是人的价值的实施之下的态度 实施人的语不计较厉害 以及不为自己打量计算 是同一件事 当梁树明先生以人的价值说 中国儒学形上学系统的特质说清楚了之后 他认为 孔子那求人的学问将为大家所讲究 中国的宝藏将于是宣漏 47 也就是说 历史上中国儒学所曾努力开发的人伦人的原理 是人类在面对第二条路的问题时所曾提出的最好的答案 因此将在现在以及未来成为主导思想 因为第一条路已为西方人在现实上实现了 虽然中国人印度人尚未实现 但即是必须以之为标的而追求实现之也 一旦在第一条路确定落实了之后 人类的未来集中吸引三个传统的共同未来 就是走中国儒学所提供的在第二条路上的最好的解决方案 这就是说要追求人与人之间的良好的社会关系 并共同建立礼乐教化的社会理想 其言 人类文化有三步骤 人类两眼视线所及而至其研究者也有三层次 先着眼研究者在外界物质 其所用的是理智 次着眼研究者在内界生命 其所用的是直觉 再其次则着眼研究者将在无声本体 其所用的是限量 初指古代的西洋及在近代的复兴 次指古代的中国及其将在最近未来之复兴 再次指古代的印度及其将在较远之未来之复兴 而此刻正是从近世转入最近未来的一过渡时代也 现在的哲学色彩不但是东方的直结了当就是中国的 Underscore Underscore 现今西方思想界以张明的要求改变他们从来人生态度 而且他们要求趋向之所指就是中国的路 孔家的路 48 这里所说的孔家的路 并不是说中国已经将孔家的路走得很好了 而是说中国孔家的路是和西方文化解决了第一条路之后 人类全体应共同走第二条路的时候的最佳选择方案 人类此时应面对的是不一定能解决的问题 这是指的他心的问题 也就是人伦之间的问题 处置这种问题的方法就是要与对方妥协才有可能 而中国儒家哲学中的人意理智的价值哲学系统 整个的就是处理这种问题的思考 因此它变成了当前世界应该共同寻求的路向 其言 未来文化只可明确的为一个态度 而从现在形势推去 一时将明确的换过一个态度 所换过的又却呼偏味从前中国人的那一个态度 此成无论什么人所想不到的 49 直而言之 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 50 这正是梁树明高举儒学为中国的录像 以及世界的录像的儒家立场 说梁树明先生是当代新儒家的一员的意义 在此这个意义确实是高举儒学 但这并不是系统性哲学理论本身的典范性优位 问题下的儒学优位意的高举 而是历史发展下的策略选择意下的儒学高举 儒学并不在理论完备性上高于西方哲学以及印度佛学 儒学只是在人类文化走到了必须妥善处理第二路向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第一问题的时候是属于这种问题里面的所有解答系统中的第一优良的系统 儒学第一是第一在人伦哲学问题上 是第一在当前国际社群的哲学方向选择上 若论于未来 则佛教尚且才是第一的奇言 印度文化也是所谓人类文化的早熟 它是不带第一路第二路走完而禁止拐到第三路上去的 它的行径过于奇怪 所以其文化之价值始终不能为世人所认识 underscore underscore一种文化都没有价值 除非到了它的必要时 极有价值也不为人所认识 除非晓得了它所以必要的问题 underscore underscore 所以中国文化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文化复兴 于是古文明知希腊 中国印度三派竟于三期间次第重现一遭 51 佛教会在未来复兴而为全体人类共同的理想 是因为人类未来也将走到第二个问题 亦完全解决的地步 那就于是乎要面对第三个问题了 是在所有的人都在第一第二问题获得真圆满 解决了以后的选择 所以梁树明先生心目中的中西印文化之差异 不是什么系统性哲学本身的高下问题 而是体系所面对的问题在时间前后的差异问题 而文明的命运人不是决定于其思想体系本身 圆满于否的高下问题 而是体系所面对的时代 在眼镜知识不适合的问题 如学以其适合于当代的社会而为梁树明先生所选择 而中国当前的态度则应畏 我们现在硬持的态度 underscore underscore 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 丝毫不能溶流 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 而根本改过 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 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 五十二 说到梁树明的这个态度是不容易的 他绝不是一般讨论文化问题的泛泛之论下的意见 而是经过整套中西印的文化哲学及历史哲学的剖析之后的结论 本文经由上述论及说明大致将其思路脉络做了厘清 并澄清了若干权势理解上的问题 对于这套哲学系统 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评价 下结论之 十 结论 对梁树明东西比较哲学的评价 以下将从三个角度讨论梁树明先生的东西文化与哲学的比较观点 以作为本文之总结 第一 从心儒家哲学体系创作而言 梁树明先生是一策略选择性质下的高举儒学 而为当代新儒家并不是系统性哲学建构之高下之别 一支高举儒家 换言之 儒学并不比佛教优良 只是历史的需求之故 中国的当前应选择走儒家复兴之路 但是当人类走儒家的路走成功了以后 最后还是要走佛家的路 所以从被解决的问题的高下之别而言 佛家甚至是高于儒家的 此外 梁树明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 却又都是依据佛教为实学的知识系统以为之 可以说 在研究方法及人类的终极哲学形态认定方面而言 梁树明都是以佛学为第一的 不过 梁树明却又是当代新儒家学者中最能身体力行 而实际投身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家 他不仅做学术发言 更是做社会运动 这倒是其他心儒家难以望其向背的特点 第二 从文化哲学角度的反省 梁树明对于三大文化方向 从人类心理状态的分析进入 确实有其独到之处 三种问题有三种态度 也有三种成功与否的差别 此说即有辅助认识之功 但说到为何各家出使时即如此选择 梁树明先生并未有答案 只能诉诸各民族的天才之偶然性结果 笔者也不认为有必要在此处需强要一个解答 第三 从历史哲学角度的反省 如果以梁树明先生对人类问题三分架构来说 则三大文明其实都是同时面对三大问题 指其在哪一个问题上拓展的远之差别 在二十世纪初之三大文明的实况就是那样 只是地球太小了 让大家走到一块 因而有了那样的冲突与激荡 所以去分析批评谁走的好走的对是难以下定论的 至于去说人类的共同下一步 为何 这确实是梁树明先生的好语 我们也只能以意见听之欣赏之而 亦无需再为生辩 春秋今世 先忘之志 圣人亦而不辩 以梁树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台湾商务印书馆 2003年5月出版二刷 二 三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第八版自序 页五 四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第八版自序 页七 五 页十一 六 梁树明 人心与人生 台北 古风出版社 1987年2月出版 页两百八十六 七 页三十一 八 页八十九 九 页六十一 十 页六十二 十一 页六十五 十二 页六十六 十三 页六十九 十四 页八十七 underscore 八十八 十五 页四十一 十六 页四十二 十七 十八 页三十二 十九 页九十五 二十 页十五 二十一 页八十二 页八十三 页十四 页十四 页九十七 页十九 页十九 页十四 页一百零二 二十五 页一百二十八 二十六 页一百二十九 二十七 页一百四十一 Underscore 一百四十二 二十八 页两百 二十九 页一百零三 三十 页一百零四 三十一 页一百三十九 三十二 页一百零九 三十三 页一百一十一 Underscore 一百一十二 三十四 页一百一十三 三十五 页一百八十五 三十六 页一百八十九 三十七 页一百九十二 Underscore 一百九十三 三十八 页一百九十三 三十九 页一百四十六 四十 页一百五十二 Underscore 一百五十三 四十一 页一百五十四 四十二 页一百四十五 Underscore 一百四十七 四十三 页一百五十四 四十四 页一百五十 四十五 页一百六十五 四十六 页一百六十 四十七 页一百五十七 四十八 页一百二十二 Underscore 二百二十三 四十九 页一百四十九 五十一 页二百四十九 五十一 页二百五十一 五十二 页二百五十三 五十一 页二百五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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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二百五十一